所立之宗由旧而臣,乃对宗而立因,亦在无常之先,即非勤勇所发,若未在后,无常未臣,非勤勇所发之之,而所立宗之意即已先臣,何更熬立因? 若未同时,两者时生,不得论因果,盖二立一时,如牛二角,何便果因? 如是知难破,乃迪者不知宗于立,迪之间具有,亦许亦不许,知性质所迎期过悟。 于英明知基本法则中,应以立,迪共许,共同认可,知因来正成宗,而在未正成之言,宗原本即应处于,亦许亦不许,知场。 狄者不辩此理,不知去论究,因三相,是巨族。 而望南宗与因之前,后,巨时,企图另立者无因可立,故称无因相似过类。 又此依过物相当于是轻如时论道,以南平中之,无因难。 英明正礼门论本,英明论书瑞元纪卷八,英明十四相似过类略适,为贤,现代佛教学术从堪,二十一,参阅,十四过类,四百一十五,英明,两千两百七十六,批五千零八十二。 无安,为世间一切稀以苦为自信,无安稳之法,故称无安。 法华经辟玉品,大九,一四下,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不为,又与,婚审,犯斯大恩诶,同意,为时禅之一。 人王经卷下,参阅,婚审,四千五百七十八,批五千零八十三。 无自信,扮于As-Fa-V-A,As-Fa-V-A-A-As-Fa-V-A-As-Fa-V-A-A-As-Fa-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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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s-Fa-V-A-A-As-Fa-V-A-A-As-Fa-V-A-As-Fa-V-A-B-A-As-Fa-V-A-V-A-A-As-Fa-V-A-A-T-T- 止无实在之字体。 又作无本性,无性。 为诸法皆因缘所生,故无自信。 凡山河大地皆由四大甲河而成,四大相离,物极灭尽,仁亦为四大所成,四大不条及成病,四大相离则亡 中论卷一大三灵,二中,如诸法自信,不在于缘中,已无自信故,他信亦复无 成为时论卷九,为时三时论颂,P5083 无色界,半语RPR,DH2Stay,巴黎语ARPA,DH2Stay 右座无色天,无色行天 与欲界,色界共称三界 即止超越物质之世界,厌离物质之色想而修四无色定者死后所生之天界 为此界有情之生存,故无色法,场所,从而无空间高下之别,然有果报之甚列差别,则分为四阶级,即空无边处,时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四空处 故又称四无色,四无色天,四无色处,四空天,四空,无色界诸天 若三界分为九的,则此四界相当于后半之四的,而一一复加,的,自称乎,例如,空无边处的,等 负义其属于天界,故有十亿一一复加,天,自,称为,空无边处天,等 关于四天之寿命,各有一说,巨大皮婆沙论卷八十四载,空无边处有二万节,时无边处四万节,无所有处六万节,非想非非想处八万节,长阿寒经卷二十则依次为一万节,二万一千节,四万二千节,八万四千节,一粒式阿皮坛论卷七,则将四万一千节,四万二千节,八万四千节,一粒式阿皮坛论卷七, 四天各分上,中,下三品,由空无边处下品之一万七千五百大节,至非想非非想处上品之八万大节,总有十二品之受量差别,此外,非想非非想处天因位居世界,有情之生存,知最高位,故又称有顶,有顶天,又无色界之有情均为男生, 但不具难跟,夜报差别经,法运族论卷十一,巨舍论卷八,卷十一,卷二十八,大皮婆沙论卷八十三,卷九十八,法院朱林卷二,大臣法院议林章卷五本,参阅,四无色定,一千七百七十二,批五千零八十三 无色界定,巴黎语,阿尔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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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又座无色定 无色界定含空无边处定,时无边处定,无所有处定,非想非非想处定等四无色定 此四无色定,系由欲界定,色界定而得知禁忌禅定,于此等禅定中,对欲,色等稀无想念 又根据说一切有不知说,空无边处,时无边处,无所有处等三定 各又有未定,未等至,禁定,禁等至,无漏定,无漏等至,等三种 非想非非想处定则以定相魅列之故,仅有未定,禁定二种而无无漏定 以南传佛教之观点言之,则不仅于现世中由于精神极度统一之 纯粹专一现象可得无色定,属于善境之无色定,若因果报而生于无色界者 亦可得无色定,属于一手之无色定,除此二类外,其他令有正成圣道圣果者之 无漏无色定,极限法勒著的阿罗汉之,为作无色定,等 据摄论卷二十八,清静道论第十品,解脱道论卷二,参阅,四无色定,一千七百七十二,批五千零八十四 无形,唐代入竹森 荆州江陵,湖北江陵,人 其犯名为Prajadeva,因一座班若提婆,亦一座会天 曾诗世三论宗集藏之高族大福田寺会因,修习定会,受聚足借后,更隐于幽言诵法华经,参访明师,立志开启定门 曾游历九江,横月,松月等地,又参严南山律宗道宣之法,听闻新旧经论 其后游学天竹,入纳烂陀寺,范恩兰,严习瑜伽,中观,巨舍,律典等,并依滴罗图寺之学森严习大论诗如陈那,法称等之论著,于辖时则将一切有部律宗叙述如来涅 盘氏之部分译成汉文,共有三卷,即宋唐朝 曾与当时译入天竺之译境共游灵旧山,唐垂拱元年,685,译境归国时,诗年56 后不知所终 现存之汉译大日经,即根据无形从印度所收集之范本译成 大唐溪玉球法高森船,四四六铁卷九,P5084 无形斑,范语恩毕萨SKRA,Paramervium 全称无形斑涅盘 未生文四果之第三,五种不孩之一 未于欲戒命中后,身于色戒,不加勤修之功利,经久自然断上帝之祸而搬涅盘者 据舍论卷八,参阅,四相四果,1683,P5085 无畏真人,只测见本来面目者 即不度于菩萨四十二位,五十二位等品位,并超越凡圣,迷雾,上下,贵贱等分别,而摩索至爱,以得解脱之人 于禅灵,转指人人本具之真如佛性 灵记录,大四七,四九六下,上唐云,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常从如等诛人面门出入 为证据者看看,时有僧出问,如何是无畏真人,施下禅床把住云,道 道,其森拟义,施托开云,无畏真人是什么甘史诀,P5085 无住,一范语anicta 住,所住之意,亦为住者之所 只无固定之实体,或只心不执着于一定之对象,不失其自由无碍之作用者 又撑不住 将无住隐身为否定固定状态之用语,故为,一切诸法无自信,故为摩索住 盖世物不会凝住于自身不变之性质,人之认识亦不应以固定概念作为其固有本质 般若理论据此作为诸法性空之重要内容 摩喝般若波罗密续品在,菩萨行般若波罗密时,不应色中住,不应受,想,行,时中住 此因诸法均处于因缘联系与生灭无常中,故不应住 又大制度论卷四十七产是无住三昧,大二五,三九九下,无住三昧者,是三昧明无住三昧,住是三昧中,观诸法念念无常,无有住时,故无住时为现象之共性 但于理论之运用上,亦常做一切现象之本源,成为真如,法性之另一称为 唯摩洁所说经观众生品中之从无住本利一切法,森照于住唯摩洁经卷六祥是之,大三八,三八六下,法无自信,远感而起,当其未起,莫知所记,莫知所记,故摩所住,摩所住故,则非有无,非有无而未有无之本,中观学派 并以无住之空性作为因果报应一切法得已成立之证明,六祖谈经更进一步认为于诸法念念不住,即可使思想不受束缚,而得解脱 大宝基经卷四,大放等大基经卷二,大平班若经卷五,卷二十一,卷二十六,成为十论卷十,良意设大成论是卷十三,二,七百一十四,七百七十四,唐代禅僧 凤祝眉县,陕西,仁,俗姓礼,又称礼僧,礼了法,出修如述,武艺绝伦 年二十,玉松山会安禅师弟子陈楚章,莫传心法,遂改归佛 天宝初年,七百四十二请,往太原参业自在禅师,从之替法,八年受聚足解 甘元二年,七百五十九,参业无相禅师于四川成都敬仲寺,并四其法 无相世纪后,师于永泰二年,七百六十六,入空会寺,十月于杜弘建问答,开眼遁教之法,后驻宝堂寺开法,教化大行,是称宝堂无主 大力九年六月三日作化,是秀六十一,后驻称师之法系为宝堂宗 禅元朱全集兜序,景德传灯陆卷四,龙心佛法编年通论卷十七,五灯会员卷二,禅宗史研究,与景伯寿,参月,宝堂宗,三千七百二十三,P五千零八十五 无住处涅槃,伴于Apratita nervae,又做无住涅槃 魏为时宗所说四种涅槃之一 即不住于生死,涅槃之涅槃,称为无住处涅槃 菩萨以大悲怜悯有情,顾不住涅槃,又以班若嫉妒有情,顾不住生死,此无住处涅槃,即指菩萨之涅槃而言 据成为时论卷十载,此为大臣之最高佛果,无住处涅槃,即为真如,断离所之障,大悲般若常为福意,由此不住生死,涅槃,利乐有情,穷未来寄,用而尝寄,故称涅槃 入伦家经卷四,大臣庄严经论二,设大臣论事卷十三,真地义,参阅,涅槃,四千一百四十九,P五千零八十六 无佛世界,只现在佛世家记已入灭,而未来佛弥勒尚未出世之中间时期 此时期的藏菩萨出世已教化众生 的藏菩萨本愿经卷 大臣庄严 13779中,如当意念,无在刀利天公因情付主,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出世以来众生,息使解脱,永离诸苦,欲佛受祭,P五千零八十六 无作案与二 阿摩卡或AK Dreamer 只无因缘之造作 又只心无造作物之念,如无作三昧,或为不假生口意之动作而自然相续之法,如无表色,无作戒等 为摩节所说经卷下,大一四,五五四下,修学无相无作,不以无相无作为正 为摩节所说经卷上,无量寿经卷下,参阅,无作三昧,五千零八十七,无作戒,五千零八十七,无表色,五千零九十七,P五千零八十六 无作三昧,为天台原教之法,报,应三昧皆为本有自尔之信佛,不及因形等造作而存 即法华经所说九远时成之世尊,不及因形之造作,本有自尔之三昧相及之信佛 全称本有无作三昧,本地无作三昧 天台宗首立此无作三昧,系针对全教所论之三昧而说,标示其本有无作三昧之指 法华经文句卷九下,P五千零八十六 无作三昧,指于一切生死法中,离愿求造作之禅定 即对一切诸法摩所愿求,为与苦地之苦,无常二行相,及地之因,及、生、元四行相相应之三昧 右座无愿三昧,犯奥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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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苦地,为天台宗志以大师所立四种四地之一。 此系原教之说,主张迷雾之当体即为实相, 任为大臣菩萨原观诸法,事事及礼而无有造作。 一,苦地,为观五因,十二入等法皆及真如,十无苦相可舍。 二,极地,为观一切烦恼或业,性本清净,时无召及生死之相可断。 三,灭地,为观生死,涅槃,体本不二,时无生死之苦可断,亦无涅槃寂灭可证。 四,道地,为观诸法皆及中道,离边斜见,无烦恼之祸可断,亦无菩提之道可修。 法华精玄一卷二下,天台四交移极注,参阅,四地,1840,P5087。 无作戒,无作,又作无教,无表。 戒体有作戒,无作戒两种。 作戒,为受戒时如法动作之身,口,一三叶,即可见闻之液体,无作戒,为依此时作戒之源而生于身中不可见闻之液体。 此液体出发之源,虽由身口意之动作,即作戒,而一旦生起,则不假身口意之造作,而恒常相续,故称为无作。 作戒于身口意动作止息之时亦随之而灭,无作戒则一身之中恒常相续,具有防非止恶之功能,故称为无作戒体。 此戒体对外境外缘而言,可防非止恶,如十戒,二百五十戒等。 故特旧能防之体,立此无作戒之名,旧所防之外境外缘,则判别为二百五十等相。 未发此无作戒,故行作戒。 参阳,戒体三种,两千九百二十,无表色,五千零九十七,批五千零八十七。 无戒,依法领纳戒体,称为受戒,受戒后毁坏戒体,称为破戒,自始位受戒者,称为无戒。 无戒之森,称为名字比丘,犯S.A.J.P.Q. 十颂绿卷一句舍论卷十五,P.五千零八十七。 无我,范与恩特曼或乌尔,特曼,巴利与恩特曼,又作非生,非我。 我,即永远不变,长,独立自存,一,中心之所有主,主,具有支配能力,在,为灵魂或本体之时有着。 主张所有之存在无有如是之我,而说无我者,称为诸法无我,观无我者,称为无我观。 无我系佛教根本教义之一,于三法应中,即有,无我应。 通常分为人无我,法无我二种,一,有情,生者,不外是有五取韵,即构成凡夫生存的物心两面之五要素,假和和而成,别无真实之生命主体可言,称为人无我,又称我空。 二,一,一切万法皆一因缘,各种条件,而生,假成立者,其存在本来即无独自,故有之本性,自性,可言,称为法无我,又称法空。 此外,上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据阿含经典之说,一切万法之存在皆赖于各种条件之相互依存,此依存关系一旦有所变化,即产生幻灭,无常之现象,由于无常,故为苦,由于苦而不得自在,故为无我。 二,说一切有不主张,我空法有,即一方面认为,人无我,另一方面又主张构成存在之要素各有其自性,故不说,法无我。 三,据成实论之说,五蕴中并无实在之自我,准此而观人无我者,称为人空观,又五蕴之法尽是无常,并无实在之自性,准此而观法无我者,称为法空观。 四,一般言之,大臣佛教主张二无我,即我法二空,人法二空,然为实宗一,三信说,而立,三无我,之说。 即,一,便记所执,知实我实法乃情有理无者,非为实在之我乡,故称无相无我。 二,依他起,知似我似法乃如幻甲有者,亦于被执之我乡,故称亦相无我。 三,原成实,知自相乃有无我,实之实性,所显知真如,故称自相无我。 杂阿含经卷一致卷三,卷十,大平班若经卷三,大放等大吉经卷三十三,瑜伽师的论卷九十三,大皮婆沙论卷九,卷十,巨舍论卷二十九,卷三十,成实论卷三,卷十二,大制度论卷二十二,便中边论卷中,为十二十论,参阅,人法二空, 两百五十六,我空法有,两千九百四十一,批五千零八十七。 无我官,又作戒分别官,为五庭新官之一。 为官享生游地、水、火、风、空、十等六戒所假合,以舍去我执之官法。 诚实论卷十二,灭法新品,参阅,五庭新官,一千一百四十四,批五千零八十八。 无剑,义止断,长二剑中之断剑。 细否定因果之理,主张无善恶之报,故称为无剑。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八,大二七,一九八中,无剑法,身、住、老、无常,当言无剑耶。 有剑耶。 达,应言无剑。 又法本不有,强势无有之邪剑,亦称无剑。 晚林录,大四八,三八四中,法无凡胜,亦无审计。 法本不有,莫作无剑,法本不无,莫作有剑。 有之与无,尽世勤剑。 大制度论卷七,参阅,断剑,六千五百六十,二,一千两百六十五,一千三百三十四,指北宋灵纪宗僧无剑仙,为方山文宝之法四,四号,真诀。 参阅,真诀,四千两百二十九,批五千零八十八。 无剑顶香,指佛八十种香好之第六十六种。 为范语,ua iris cat,肉祭香,之意义。 为佛顶高至不得见之相。 幽婆赛界经卷一大二四,一零四零上,的无剑顶香,何以故。 为菩萨时,于无量世头顶礼拜一切圣贤,师长,父母,尊重赞叹,恭敬恭养,事故获得无剑顶香。 观无量寿经,仁严经卷七,参阅,八十种好,两百六十八,批五千零八十八。 无盐通。 八百二十六,唐代越南禅宗无盐通派出祖。 原籍我国广州,俗姓郑。 自幼木道,稍长出家于浙江双陵寺。 以其性情田尽寡言,而见解通达,故识人称为无盐通。 师曾参学于百丈淮海坐下,开悟后回广州住持何安寺。 唐县宗元和十五年,八百二十,师父越南,住西渔夫董村建初四,终日面壁坐禅。 数年后,弟子赶成四旗法。 辗转相传,遂成禅宗一大派,世卫无盐通派。 该派主张佛性摩所不在,以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等思想,实行面壁禅观,运用我国禅宗现成公案及体验方法。 为越南其重要宗派之一,据传登记录记载,无盐通派之传承于无盐通之后为赶臣,善慧,云峰,真流,多宝,定香,元兆,通辩,敖慧,明智,广言,长兆,通禅,习语,应正,逍遥,厉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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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昕十六世。 十六世后教团组之见弱,终至灭绝。 景德传登陆卷九,越南佛教掠使,善意,菩提数二四八旗,批五千零八十九。 无时禅,只摸索性物易不致力于修业求物之禅法。 此戏宋代灵纪宗高森大会宗稿字,看华禅,立场来批断东陵常总,赵爵禅师,知作禅法。 大会门武库,续一四二,四六五上,盖赵爵以平常无事,不立之见解会未到,更不求妙物。 又此意味宗稿对同时代的红制正觉所鼓吹,莫照禅,知贬称。 由于正觉主张远离一切造作,杜绝修正参物等用心,而强调以,做空成律,来莫照灵之,遂被主张及古则公案来斗发物机之宗稿,贬称为无事禅,枯木死灰禅。 大会谱绝禅师谱说卷一,红制正觉禅师卷五小参与禄,净土旨规及卷下,批五千零八十九。 无一,泛语恩恩了,有言无者,未虽处于万境而亦无所依,即不被任何外在条件所左右。 或只远离烦恼系妇之境界,又不被任何事物所束缚之佛道修行者,称为无一道人。 灵济会照禅师语录,大四七,四九八下,唯有听法无一道人,是诸佛之母,所以佛从无一生,若物无一,佛亦无德。 传心法药,P五千零八十九。 无一无的大臣四论悬议记,请参阅四论悬议。 无命,泛语AJVA。 为印度奇纳教之根本学说。 即止命,灵魂,以外之一切总称,与,命,并未构成自咒之二大要素。 无命,之中,包括四大类,即,一,物质,泛Podula。 二,法,泛Dharma,为运动之原理。 三,非法,泛Adharma,即禁止之原理。 四,虚空,泛KA,即万有存在之场所。 参阅,命,三千一百二十六,P五千零八十九。 无始,泛语NDEKLA,NDEKLA,一切世间如众生,诸法等皆无有始,如今生乃从前世之因缘而有,前世亦从前世而有,如是辗转推究,故众生及诸法之缘始皆不可得,故称无始。 万法均从因缘生,亦由因缘灭,言无始即是显因,若有始则无因,亦有始则有初,有初则无因。 亦期无始,则是有因,所以明有因者,即显佛法是因缘之矣。 四十华盐经卷四十,大一零,八四七上,我习所造诸恶叶,皆由无始摊会吃。 圣满宝窟卷周末,P五千零九十。 无始空,泛语安尔华,尼阿或安尔华,尼阿十八空之一。 与,无济空,同意。 万法由因缘而生,亦由因缘而灭,由此理推之,则世间一切法,实为无始。 万法因缘生,故无自信,无自信故,诸法皆空,因无始以来存在之一切法皆属空,故称无始空。 大品般若经卷三,大放等大集经卷五十四,十八空论,大制度论卷三十一,参阅,十八空,三百五十三,P五千零九十。 无始无明,为无始以来即恒常存在之无明,为生死流转之根本祸体。 平等法界之理不达,妄格平等之理性,称为无明,又如是暗祸之心,隔离理性,故又作间隔。 依此无明之间隔而生种种烦恼,造种种业,受种种果报。 故圣蛮经,大臣其信论等诸经论称为无始无明,菩提心论则称为无始间隔。 关于无始之明,有如下三种解释,一,就因缘生之理而言,为凡一切有为法,乃因缘合合而生,现世之果,由前世之因而生,前世之果,更由前世之因而生,如是推究,故之无初始,若以为有初始,即是无因生之外道,而非佛法。 二,就获体相依之义而言,为之莫无明依根本无明,根本无明依真如,此乃缘起法自然之理。 此时无明为祸之根本,无明之先更无初始之或法,故称为无始。 依此事,则无始为根本之义称,已成无明有始之义。 依此义,大臣其信论已忽然念其未无明,天台家称为原品无明,大臣其信论之著书家则称为根本无明。 故如忽然、原品、根本等,皆为有始之义称。 大臣经论所说,多依此义,此为去妄归真之义种教法。 乃,全大臣,之义。 三,就真妄同体之义而言,为真如与无明,乃意法之义称,如水与冰,冰之自信即为水,无明之自信即为真如。 非先为水而后卫兵,如言先为水,则仅为教法之方便说而已。 原诀经,圣满宝窟卷中末,大臣其信论一记卷下末,参阅,无明,五千零九十四,批五千零九十。 无始无终,为生死之世界,自无始以来,至未来永结,由于或夜苦之轮回而无停止之时。 或表示法性不变而敏觉对待之关系。 关于,无始无终,经典之记载诸说分云,如菩萨善戒经卷一大三灵,九六二下,云和明性。 性有二种,一者本性,二者克性。 言本性者,应,戒,六入,四地相续,无始无终,法性自尔,是明本性。 正法念处经卷无意味,众生为生死所赋而不断次第流转,无始无终,又为众生在五道迷戒中,乐着种种夜,因而过着无始无终之生死游戏,又同书卷七十亿味,为生死根本之贪甜吃三毒所烦恼,无始又无终,因此堕于地狱,恶鬼,畜生之网,不得解脱其心。 而流转于生死,阿含经则未轮回无始,众生之苦无济。 然轮回由物而可解脱,故有忠实,对此,法性,法界,真如乃断离一切差别障碍,法而自然,不长不断,不生不灭,不去不来,故以无始无终表示之。 此外,通常亦以生死之法性,如来藏为无始无终者,又北本涅槃经卷十八论众生始终之有无,五苦章。 据经记载有关化身之无始无终之说法,佛本行即经卷二十二为大半天之时间的属性,为永远性,即表示无始无终。 方广大庄严经卷十,法即经卷五,批五千零九十一。 无念,亦为唐代净众似无相,保唐似无助所举扬禅宗重要教义之一。 即无妄念之义,只义时未存世俗之义想分别,而浮于真如之念。 被视为八正道中之正念。 禅缘诸全集都续卷二载,觉诸向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知即无,此即修行之妙法,故虽备修万行,唯以无念为宗。 传心法要异为,一念不起,即十八界空,即身便是菩提华果,即心便是灵智。 此外,俗称师策,疑恨为无念,此无念则为谋正念之矣。 六祖谈经,初药经卷七,顿悟入道药门论,历代法宝记无助章,二未真如之别称。 大臣启信论一记卷二载,一切诸法唯一妄念而有差别,若舍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乡, 故一切法本即离言说乡,离名字乡,离心源乡,达必尽平等,而无变异,不可破坏,唯细一心,故称真如。 由于妄念,遂有世俗世界之形成,故无妄念即为真如,此种真如亦称无念真如。 参阅,有念,两千四百三十二,批五千零九十一。 无念无想,只修禅定,远离妄念,妄想,而于诸敬无碍自在, 意即自念,想之执着中解脱,称为无念无想。 念,知定义,于具舍论卷四位,大二九,一九上,于原名记不忘,于尘为时论卷三位,大三一,一四上,于曾受尽,横名记故,乃指心内之印象或记忆之精神作用而言。 想,知定义,于具舍论卷一为,大二九,四上,能取向位体,即能指取青黄,长短,男女,怨亲,苦乐等象,成为时论卷三位,大三一,一一下,于尽取向位性,此乃指在心外表象之作用而言。 无念无想并非否定念想,而是由念想中解脱之意。 念想所起之虚妄现象,掠夺心时,使心动摇,迷惘于时相,心受此妄念,妄想之之配,不能觉悟一切境界之本来一心,若修禅定,以解除念或想之执着,觉悟此本来一心,心外无有别境, 而至无念无想,此即离妄念,妄想之执着,否定想,念之妄起。 大臣其性论,P5091 无性,疑犯于N-I-S-F-A-V-A-S-F-A-V-A-S-F-A-V-A 大臣其下,若有三性,如何是遵说一切法皆无自性。 颂曰,即依此三性,利比三无性,故佛秘义说,一切法无性。 中论卷三,为十三时论诵,转时论,二犯于A-S-F-A-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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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英明正理门论,三范语A,Galtra 法乡宗所立无性之地五 只不具三圣无漏种子之有情 全称无性有情 又作无有出世功德种性,人天成性,无种性 以其为具人天有漏种子,故不起出世无漏之志以解脱生死 而永远省轮六道不能出离 然比能修人间之善业,遂得人天之善果 此即所谓,无性产题 参阅,五性,一千一百零七 四指无性菩萨,范阿斯法卑菲 身足年不祥 这有设大臣论事实卷 该书为印度大臣诸论事不知典籍 由书中引用陈纳,五、六世纪请 知掌中论判断,无性系陈纳之后被 参阅,涉大臣论事 六千八百四十四 批五千零九十二 无所不致印,疾密教胎藏借大日如来最疾密印 右坐辩法借无所不致印,无所不致塔印,佛部律兜婆印,大律兜婆印,李塔印,皮卢遮纳印,大日剑印,大会刀印 以两手作为夫莲华和掌,十二和掌之一,小指,无名指,中指三指端相念,二母指稍微弯曲,至于中指之根处,弯曲二十指之终结,横至其端而十二指端互相顶住 此心印表阿字本不生之理,依如来之法界力,无等力,正等觉知性解,便一切法界,与虚空等,无所不致 真言为,难无萨婆达他破地弊,nomah sarvatos getubia,归命一切如来等,为师母气弊,六vmukabia,种种巧妙门,萨妇他,sarvays 一切皆,阿,a,因,阿,a,行,暗,a,正,呃,a,入 然其印相缘由诗诗口传,大日经及大日经书均无记载 其印相依口传而有差异,如印母,或为虚心合掌,或为金刚合掌,又二母指与二中指剑或相离一脉左右 而不相附着,或二母指开而不相附着,或二母指并入掌中等诸种说法 又此印古来以口传表示,六大四慢三密,即左右两手之小指,无名指,中指等六指表六大 左右之母指,十指等四指表四慢,以左右之母指,十指,中指之六指间所形成之三圆形,表三密 大日经卷三细的出现品,射大仪轨卷三,大日经书卷十一,四卷超卷上,俊然,P5092 无所有处,犯语Kikaniyatana或Kikaniyatana,Paliyatana,Paliyatana,Paliyatana 未厌患时无边处,修无所有处定,所感知一首果,即超越时无边处定,观所愿皆无所有,思维无所有之乡,依此形力所生之处 愿无所有处定,四无色之第三,无所有处分为二种,即,一,定,系修正所得之无所有处定,二,深,乃有比定所感知一首果,即无所有处定,与其于空无边处等,以所系,系无复无济之受想行十四韵味体, 又巨大皮婆沙论卷八十四载,此处众生受六万大劫 同论卷一八五载,佛帝生于九的之最后一的有顶的,即飞飞飞响的,以该地无圣道,顾必依临近之无所有处定的阿罗汉果,是以此的未有圣道之最后地 中阿罕卷二十四大英经,大皮婆沙论卷一三七,巨舍论卷八,品类族论卷七,历世阿皮坛论卷八,即一门族论卷六,参阅,四无色定,一千七百七十二,批五千零九十三 摩索求行,菩提达摩二入四行说中,四行之一 为既已发心,即不求一切世间欲乐,明文立养,除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之外,别摩索求之态度与行为,称为摩索求行 若有所求,则处处贪着,必有求不得之苦,若摩索求,则无诸苦,得大自在 参阅,二入四行,一百六十七,批五千零九十三 无所得,犯于Apriotetva 又作无所有 略称无得 为,有所得,之对称 为体悟无相之真理,内心摩索执着,摩索分别 反之,执着诸法差别之相,堕入有无边斜之见,则称有所得 诸法均由因缘所生,本无自信,以无自信,故无决定相可得,称为无所得 此即不堕于生灭,长断,一意,来去等四双八计之中到正观 大智度论卷十八,大二五,一九七中,诸法时相中,受决定相不可得 故,明无所得 佑菩萨涌断一切生死,出离三界,诸于一切智,乃无所得 大臣之至极,故菩萨亦称无所得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七,大一二,四六四中,有所得者明生死轮,一切凡夫轮回生死,故有所见 菩萨永断一切生死,是故菩萨明无所得 大品班若经卷六,卷二十一,大班若经卷四八九,维摩经卷中,班若波罗密多心经,大智度论卷八十四,中观论书卷二末,参阅,有所得,两千四百三十三,批五千零九十三 摩索者,为佛十号之一 亦亦为应公,范阿赫特,巴阿赫特,因亦阿罗汉,亦指应受人天之供养,盖佛不着承染,故称摩索者 长阿涵卷二游行经,大一,一三中,欢喜信佛,如来,摩索者,等正觉,十号巨族,又语,无所得 无者,范阿诺比那菲,同意,即摩索执着之意 中阿涵经卷三十六,冠顶经卷十二,四分率形式超卷下三之二,批五千零九十四 无名,范与阿维迪,巴利与阿维迪,为烦恼之别称 不如实之见之意,即暗昧事物,不通达真理与不能明白理解是相或道理之精神状态 意即不达,不解,不了,而以于吃味其自相 范指无智,愚昧,特指不解佛教道理之世俗认识 为十二因缘之一,又作无名之,据舍宗,为十宗立无名为心所,心之作用,之一,即称作吃,反谋含 就十二缘起中无名之解之,无名为一切烦恼之根本 阿涵经卫,无名乃对于佛教真理,四弟,知错误认知,即无知,且其与可爱具有表力之关系 说一切有不已,三世两重,知因果来解说十二缘起,为其中之无名系指过去烦恼为之无运 由于该为诸烦恼中,以无名之作用最强,故总称诉是烦恼为无名 为十宗则已,二世一重,知因果加以解释,为无名语行能牵引十等五果之种子 故为,能引之,其中,与第六意识相应之,吃,能起善恶之夜,称为无名 有不已为十宗又将无名分为相应无名语不共无名二种 相应无名,戏与贪等根本烦恼相应共起,不共无名,则无与之相应而起者 以其独自生起,故又作独头无名 且成为十论卷五将不共无名 更分为恒行不共无名与独行不共无名 恒行不共无名,戏与第七莫那时相应之无名 即与贪等根本烦恼相应而起,此无名无始以来恒行 障碍真意志,故称恒行,又自一切凡夫心肠无间之观点言 乃于相应于第六意识之无名有意,故称为不共 独行不共无名,戏与第六意识相应之无名 以其与其他根本烦恼不相应,单独而起,故意称不共 此独行不共无名,负一其与随烦恼聚其与否 更细分主独行无名与非主独行无名 为时宗又区分无名为种子与现行 其中,常随众生,隐眠在第八阿赖耶时宗之无名种子 称为随眠无名,对此,无名之现行,禅负众生 细者生死,迷之世界,称为禅无名 又禅无名有相应与不共,即为随眠,禅,相应与不共等四种 称为四种无名,四无名 此外,无名复可分为根本与之末 共与不共,相应与不相应,迷离与迷逝,读头与句形 复业与发业,种子子时,行业果,或等十五种无名 据圣蛮经之说,与见货及三界之修货 贪等,相应之相应无名,称为四柱的之货 所谓四柱的即,见一处柱地,欲爱柱地,色爱柱地,有爱柱的 其中,见一处柱的只见货,后三柱的则指三界之修货 又独行不共之无名为无始无名柱的之货 若何以上四柱的之货,则称五柱的之货 此无名柱的为一切烦恼之根本,为如来之菩提志得以断之 据大臣起信论之说,无名为不觉 此不觉分为根本无名与之末无名二种 根本无名,又做根本不觉,无始无名,原品无名,忽然念起无名或原初之一念 即不了达真如平等之理,故忽然启动差别对立之念的原初 即为诸烦恼之原始,迷惘之最初,皆非由其他烦恼所生者 故未忽然,以其极为细,故难以区别心亡与心所知状态 故根本无名及最细为之动心,而诸种或、业、苦等皆以此一念起动之心未根本 故称根本无名,此即无始无名柱的之货 之末无名,又做之末不觉,即一根本无名而起之之末的染污心 有三系六粗之货也 据天台宗之说,一空、甲、中三官可断除剑丝、成沙、无名三货 此中,无名即迷于非有非空之理,而为障碍中道之货 一级中官所断之对象 关于断除无名者,在天台所判,画法四交,知别教,于十回相符无名 在初的以上至妙诀等十二阶位,断尽十二品无名 此季,十回相中,最后之地十回相断除最初之无名 进入初的,此最初之无名复分三品来断,故称三品之无名 在原教,则于初诸以上至妙诀等四十二阶位断尽四十二品无名 此季,第五十一阶位,等诀,知最后心即显妙诀至 由此能断除最后之无名,称为原品无名,无始无名,最后品无名 然以上为过去之说,实则原教不立三观之次地 而主张持一心作观,三或同体,同时可断 长阿含卷一大本经,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三,卷二十五,卷三十八,大制度论卷四十三,乘十论卷九,乘为十论卷八,瑜伽诗的论卷四十八,卷五十六,卷五十八,卷六十四,十的经论卷八,巨舍论卷九,卷十九,磨合纸观卷六上,圣满金宝窟卷四十四,十的经论卷八,巨舍论卷九,卷十九,磨合纸观卷六上,圣满金宝窟卷五十四,十的经论卷八,巨舍论卷九,卷十 卷五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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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五十五 Avide visabide me 指一切无知之根源 唯无住的祸之地无 无明住的属根本 知莫烦恼中之根本无明 为我法二之中之法之 乃一切烦恼之所依 未便亦生死之因 故称无明住地 圣蛮狮子侯亦成大方便方广经 大一二 二二零上 于有爱数四柱的无明住的齐力最大 譬如恶魔波寻于他化字在天色力寿命卷书中 据字在书审 圣蛮金宝枯卷中末 为十数记卷八末 大乘一张卷五本 参阅五柱的祸 一千零九十一 无明五千零九十四 P五千零九十六 无明或天台宗所立三祸之一 指迷于中道第一异地之烦恼 即丈夫中道之根本无明 为一切生死烦恼之根本 以其不了一法界之为系烦恼 遂陈法性之障 此无明或身闻 原觉不知其名 谨菩萨能乐之 断尽 故又称别或 又此或乃由于受界外生死而有烦恼 故属界外之或 别教菩萨从初的起见断此或 而原教菩萨则从初诸起见断之 而正中道十项之礼 法华玄一卷三卷五 摩赫止观卷三上 参阅 三或六百二十四 无明 五千零九十四 P五千零九十六 无明节 范语FID SAUJANA 为九节之一 无明能系妇人 使之轮回三界而无法出离 故称杰 变中编论卷上 大三一 四六六下 无明节能障身见事变之 由此不知诸取运故 参阅 九节 一百四十八 P五千零九十六 无明漏 范语FID SAUJANA 或FID SAUJANA 巴利语AVJANA 为三漏之一 漏 留住之意 指令有情留住于三界之烦恼 无明乃三有生死之根本 能令众生轮回于生死 无法出离 故称无明漏 又漏为烦恼之别名 故意称无明烦恼 长阿寒经卷二 大二 一二上 修至心境得等解脱 禁于三漏 玉漏 有漏 无明漏 以得解脱 生解脱制 杂阿寒经卷二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二 阿皮达摩吉一门族论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七 参阅 三漏 六百四十六 P五千零九十六 无明藏 无明为无量或夜苦生起之根源 故称为无明藏 菩萨因落本涅经卷上 大二四 一零一六中 无明者 明不了一切法 弥法界而起三界夜果 事故我言 从无明藏起十三烦恼 P五千零九十六 无知 泛语 AJNA 一味内心昏暗 不明事理 小陈有不利 有染污 无知与不染污 无知二种 参阅 二无知 两百一十六 二味真挚寂静而不动 敏觉一切分别 称为无知 十相无相 真挚无智 以其无智 故能摩所不知 若心起见 则有不见之相 心性离见 即便照一切法界之意 净土论注卷下 大四零 八三九下 凡心有知 则有所不知 圣心无知 故摩所不知 无知而知 知即无知也 诅为摩经卷一并序 P五千零九十六 无表色 泛语 ofage aptae arpa 又座无表叶 无座色 假色 或单称无表 无座 无教 为表色 表叶 之对称 据摄七十五法之一 急于身中横转相续 具有防非止恶 或与之相反的 障防善德之功能 而又未不可见 且无障碍性之色法 此为小臣说一切 有不知综艺 即认为无表色系 以身业与口业未圆 身与无人身内的一种 无形色法 以其具有防非或防善之功能 故以为受界之体 然因不显于外 故称无表 又以其乃身内之地 水、火、风等四大所生 故未知色 然虽属色法 却不如其他色法之具 有可见性、物质性、障碍性等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大二八、九八以上 无表色者 未能自表珠心系 所转变差别 故名为表 与比同类而不能表 故名无表 又说一切有不以无色 即由四大种所造 故未实色 含色于十亿种色之中 据舍宗之看法类似 认为无表色系由四大种所造 以色业为信 故名为色 然非由 即为 所成 不见无畏 故与五根五境等 知色法相依 成石家则以之为 非色非星 设于不相应行运 精量不及大成为石家 不认其为时有 于强盛之思的心 所发善恶表 而君臣之种子上甲力 又菩萨应落本叶经等 以心法位界体 故不别利无表色 其他古来亦说甚多 据据舍论卷十三 卷十四载 无表色之类别有三 与善心等起之无表色 称为绿仪 能遮灭恶界之相续 与不善心等起之无表色 称为不律仪 能遮灭善界之相续 又非此二者 称为非律仪 非不律仪 一 绿仪又可分为三种 一 别解脱绿仪 未遇界之界 即由坐礼起界之身表叶 与表叶所得之无表叶 共有比丘 比丘尼 正学 秦策 秦策女 近侍 近侍女 近柱等八种绿仪 各已进行寿或一日一夜未要齐 随僧家等寿的五戒 八戒 十戒 巨族戒等戒 因寿戒之出刹那 表色 无表色 各别气舍诸二 故称别解脱 又称根本业道 第二念以后 唯有无表色相似相续 故特称为别解脱率疑或后起 巨舍论卷十四 大二九 七三上 未受戒时 初表 无表 别别气舍种种恶 故依出别舍意 立别解脱名 即于耳时所作究竟 一夜畅意 立夜道明 中略 从第二念乃至未舍 不明别解脱 明别解律疑 不明夜道 明为后起 二 净律律疑 为色戒之戒 乃由净律的之心 所得之无表色 三 无漏律疑 即所谓之无漏戒 亦即以得 无漏 之圣者所成就之无表色 上纪三种律疑中 净律律疑与无漏律疑皆与心共生灭 故为随心转之戒 二 不律疑 又称恶律疑 即身于不律疑之家 依其家法 行杀身等恶法时所生起之无表色 或身于瑜伽 为求活命 发杀身业等之事心所生起之无表色 此种恶律疑具有防善止善之作用 三 非律疑非不律疑 又称处中 即非如律疑兽 五 八 十 巨 等戒 亦非如不律疑以活命为要其而生恶戒 但由用或重行等而得之无表色 其体不生善或不善者 大批婆沙论卷一四零 巨舍论卷一顺正理论卷二 乘识论卷八 酒夜品 品类足论卷一大乘一张卷七 批五千零九十七 无门和尚语录 请参阅无门会开禅诗语录 无门开和尚语录 请参阅无门会开禅诗语录 无门会开禅诗语录 凡尔卷 宋代僧无门会开 一千一百八十三 一千两百六十 传 普敬 普通等边 李宗纯佑九年 一千两百四十九 堪行 又作佛眼禅诗语录 无门开和尚语录 无门和尚语录 收于万续藏第一二灵册 卷上吉录会开于宁宗家定十一年 一千两百一十八 自胡周报英禅寺开法已降 历天宁寺 黄龙重恩寺 显清重报寺 广化寺等时会之上堂语 卷下吉录告香普说 小餐 赞佛祖 祭诵 真赞等 卷墨之 后继 一文 获系元代至元十六年 一千两百七十九 众刊时所增录 P五千零九十八 无门关 全一卷 宋代僧无门会开传 米眼宗哨边 全称禅宗无门关 收于大镇藏第四十八册 会开超路古来文明之公案四十八则 再加诵与平唱而成 各则先举本则 四出平唱 后复自作之诵 诵 常被视为另一则公案 故本书又可记为九十六则公案 本书第一则 赵周狗子 大四八 二九二下 参禅虚透祖师官 妙物要穷心路绝 祖官不透 心路不绝 竟是依草父母精灵 且道 如何是祖师官 指着一个无字 乃宗门一官也 岁目之曰禅宗无门关 全书旨在禅明 无之境地 同时 入物应以 无 为 门 无门 即是 门 古来及与碧岩路 从荣路广行于禅林间 维林纪加特以其属于正系 故最重用之 本书于南宋少定元年 1228 应行 纯佑五年 1245 或未纯余纯佑三年 中刊 日本则于应勇十二年 1405 始有复刻本 其后并数次刊行 内容除四十八则公案之外 卷首有喜眼 陈辰勋之序 少定二年会开之表文及字序 提号 卷末有少定元年之字拔及无量宗寿 孟拱 安婉等人之拔 禅真 黄龙三观及无安所追加之第四十九则 禅至卷上 批五千零九十八 无信称名 仅口称念佛 然无他力真实之信心 即不信自己之念佛 为往生之正因 亦不知弥陀之愿行 仅口诵明号而已 P五千零九十九 无够 一范语 Vigata Mela 够 范Mela 为烦恼 范Clié 之一称 只污秽心之够物 无够 只离烦恼之清静 又坐无漏 烦恼有多种 如贪 甜 吃之三够 脑 害 恨 惨 狂 交之六够等 为妨碍实现觉悟之一切精神作用 六十华言经卷五十七 八十华言经卷七十六 有步律破森士卷六 参阅 清静 四千六百六十七 二范语 Nermala 即无构者 为 如来 知同一语 三世尊 周歌已静 还生如初 国王闻之 亦前往歌合 然亦不得静 此后闻言而往取者 均不能歌静 无构等四人得知 岁欲以欢喜团供养佛陀 愿求升天 于是各持欢喜团 网易佛索 大凶取义团至于中 佛告乙 诸行无常 无构复乙团至于中 佛位 是身灭法 第三义如法至于中 佛告乙 身灭灭乙 第四义至团于 佛位 寂灭未乐 兄弟四人遂各参慈祭 的阿纳汗 后接驱佛所 出家卫森 的阿罗汉道 杂宝藏经卷四 P5099 无构三昧 犯于非摩拉 三代 右座离构三昧 指佛 菩萨离烦恼儿 得清净之三昧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八 余家处住品第四之二 大三灵 五六 以下 诸菩萨无碍解住 一切形相便清净以 中略 得离构等 无量无数 圣三摩地 作彼所作 一切智智 书圣灌顶后 三摩地 现在前故 得一切佛相称妙 作生诸眷属 三昧 又作三摩地 等持 定 指心 集中统一于一境 一指心集中统一于一境而修行之禅定 即因禅定而得之境界 于三昧之中 含有 指 与 观 两种特性 无垢三昧 即已具有殊胜的 指 与 观 为其特征 此外 说一切有不将禅定分位有漏 无漏二种 认为一身 凡夫 所成就之禅定属有漏 与圣者 所成就之无漏禅定不同 其所谓无漏禅定 即相当于无垢三昧 参月 三昧 五百八十 批五千零九十九 无垢光菩萨 无垢光 半明菲玛拉 Prapah 为密教宪图胎藏界 曼陀罗文书院中尊文书菩萨 右方第三位之菩萨 又称无垢光童子 为文书菩萨眷属八大童子之一 主文书必尽空之理 以本性清净无垢 外放光明 故称无垢光菩萨 密号离成金刚 种子为 Trap 三昧耶行为为夫清莲 形象为童子行 右手掌持玛瑙之保安于旗下 竖左手掌 驱使指 中指二指 持为开夫之清莲花 夫坐于赤帘上 应相为书左手之五指 为曲第三节 乃表由必尽空之放五智之光明 照五道众生入无垢本性之掌中 真言为 归命系 忌 呼召 举盲 罗 Kamara 童子 为直达罗 Vicetra 种种 Body Goti 行 举盲 罗 努梭 罗 Kumara Manus Mara 童子 赋 意念 沙 Saha FHA 据《大日经》 卷十三载 其恩言系显示此菩萨以种种本事愿行 视线童子身 壮年身或老年身等 以利益一切之意 《大日经》卷四秘印品 卷五秘密曼陀罗品 《大圣庙》 迪祥 菩萨秘密 自陀罗 尼行曼陀罗 屠罗次第一轨法 射大一轨卷一广大一轨卷中 选法四一轨卷一大日经书卷十六 P5100 无垢一 无垢一 夹杀之美称 以无凡 够染 故称无垢一 世事案卷上 大五四 二六八中 如幻三昧金云 无垢一 又名人如铠 又名莲华一 为不为玉尼染故 参阅 加沙 四千七百八十四 五千一百 无垢一 指菩萨因落本夜经卷上 所说相应于菩萨皆为之六 众法人之第五 即等觉菩萨断除无名或染 安住于自信清静心而不动之位 顾等觉菩萨又称为无垢菩萨 参阅 六人 一千两百六十五 P5100 无垢是菩萨 无垢是 泛名非摩尔高低 因译为摩罗底 为密教宪图胎藏界 曼陀罗虚空藏 愿中尊虚空藏菩萨 南方下列第一位之菩萨 又称虚空无垢菩萨 密号明彻金刚 种字位 H 三昧耶行位会刀印 或莲花上青莲花 形象位右手做诗愿印 左手屈食指 中指 持莲花锁 坐于赤莲花上 印相位已定 指左手 会 指右手 二手做刀印 真言位 南三漫多 伯陀南加加纳 南多 愚者 罗沙赫 此菩萨名 出于选法四以鬼卷二 与大日经卷一具原品等所皆虚空无垢菩萨同体 大日经卷二普通真言藏品卷四秘印品卷五秘密曼图罗品 胎藏界七集卷中诸说不同纪卷六 胎藏界念诵次第要集集卷十二 批五千一百 无垢菩萨 无垢菩萨 即清净之法轮 指佛之说法 佛所说之清净教法能摧破众生心中之烦恼够染 故称无垢菩萨 净土论 大二六 二三二中 安乐国清净 常转无垢菩萨 论注卷下解释此语 大四零 八四以上 无垢菩萨者 佛的功德也 佛的功德无习气烦恼够 佛为诸菩萨常转此法轮 诸大菩萨亦能以此法轮开导一切 无暂时休息 批五千一百零一 无厚生死 七种生死之一 为等爵位之菩萨 破罪后一品无名 入庙爵位 不再受厚生 故称无厚生死 翻译名义集卷六 摩喝止观卷七上 参阅 七种生死 一百一十五 批五千一百零一 无染 亦染 染污 不尽之意 止烦恼 执着之妄念 及所知之事物等 超越一切之烦恼 执着 而保持清净之心性 即称无染 二 八百 八百八十八 新罗禅僧 俗信经 入唐 于中南山至向四学华言 后从学于五台山 佛光寺马祖门下之如满 又参学于山西马古山宝彻门下 宝彻传其心印 闻圣王七年 八百四十五 归返兴罗 大正禅峰 寿献安王 锦文王等之轻众 驻于圣驻寺 魏王师 后宜上周 庆上北道 深妙寺 献康王并照赐 广宗禅师 知好 真圣女王元年世纪 世寿八十九 法腊六十五 门人多达两千之重 朝鲜金石纵揽上 海东金石院卷二 祖堂级卷十七 P5101 无畏 梵语 Viradia 巴利语 Ves Raja 或梵语 Aphea 巴利语 同 又做摩索位 细摩索部位之意 为佛 菩萨说法时具有摩索部位之自信 而勇猛安稳 佛 菩萨之无畏皆有四种 称似无畏 似摩索位 佛之四无畏即诸法现等绝无畏 一切漏尽无畏 账法不需决定受济无畏 为正一切具足出道如性无畏 佛所具有之十八种功德法 十八不共法 即实力 四无畏 三念住 大悲 而四无畏与 实力 中之处非处智力 漏尽智力 业法及智力 便去行智力相配 实力负一一设四无畏 故总畏四十无畏 菩萨之四无畏 即能持无畏 知根无畏 觉宜无畏 达报无畏 而华言经书卷五十二记载 菩萨十种无畏 即闻持无畏 便才无畏 二空无畏 威仪无缺无畏 三叶无过无畏 外护无畏 正念无畏 方便无畏 一切置心无畏 巨形无畏 幼密教行者发菩提心之时 有六种功德 即善无畏 生无畏 无我无畏 法无畏 法无我无畏 一切法自信平等 无畏六种 称为六无畏 增益阿含经卷十九 卷四十二 大日经卷一大制度论卷五 卷二十五 大日经书卷三 大臣一章卷十一 参阅六无畏 一千两百九十四 四摩所谓 一千七百七十三 批五千一百零一 无畏三四 八立名阿佩亚执里 英译阿拔耶指离 全称阿拔耶指离 皮赫罗 巴阿佩亚执里 VHRA 细位于西兰 旧都阿罗陀普罗城 巴阿摩托普拉 北枝古寺院 本寺建于西元前一世纪中 相当于当时 西兰教团统一中心大寺 巴阿摩 VHRA 建造后知二百十七年 乃西兰王婆他加玛尼 巴VHRA 破坏尼甘子之园而建 现于当时大寺之长老 摩赫地区 巴玛特萨 后摩赫地区被大寺并出 其门徒遂与大寺分离 而据此寺 号称无畏山寺派 阿拔耶指离驻部 西兰佛教因而分裂 为大寺派摩赫皮赫罗驻部 与无畏山寺派 两派常为争取佛教之领导权 而相互亲亚 西元二世纪寝 格加巴呼卡加玛尼王 巴该比亚克玛 曾扩建本寺 为九 卡尼塔地萨卡王 巴考尼哈提斯萨卡 亦增建宝殿墙壁及大防舍 后至摩赫圣君王 巴玛斯萨 时 常破坏大寺之铜殿 并将其堂舍移建至本寺 据高森法显传记载 当时之情形 大五一 八六四下 王于塔北基上起大塔 高四十杖 金银庄教 重宝合成 塔边赴起义森迦兰 名无畏 山有五千森 起义佛殿 金银克漏 西以重宝 中有一清玉象 高三丈许 通身七宝燕光 微香眼显 五世纪中叶 达修圣那王 巴迪亦特森那 复兴本寺 并寺佛雅 又高森法显传中所指大塔 及金支金粉塔 如问 Wale Dogba 之北约 二公里处之 是多灵塔 巴迪 Tavana Dogba 朋友 大森愿 指 导师 巴迪 巴迪 S 19 大王 同时 巴迪 VASA XXXIIRS Copostan Buddhism Primitive and Presenting Morgata in Ceylon G Mitten the Lost Cities of Ceylon 大唐西域寄卷11 参阅 西兰佛教 6327 P5102 无畏山寺派 巴黎明 Apeyadjurivarenica 右座阿拔耶 指离驻部 犯Apeyadjurivsen 法卫派 Badamurusica 乃西兰地一个奸习大臣之上 座部部派 应以吴卫山寺为中心 故称为吴卫山寺派 该寺于西元前一世纪由婆他加马尼王 Badvajmy 所见 现于大寺 Badmah Vihr 之长老摩赫地区 Badmah Tisa 后摩赫地区被大寺并出 其门涂碎与大寺分离 聚守吴卫山寺 号称吴卫山寺派 西兰佛教遂分为大寺派 摩赫皮赫罗注部 与吴卫山寺派 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载 佛教传至西兰后二百余年 各善专门 各善专门 分成二部 亦为摩赫皮赫罗注部 是大臣而习小臣 亦为阿拔耶指离注部 学兼二圣 红眼三藏 于三世纪请 大臣佛教传入西兰 本派成为大臣之重镇 四世纪中叶 曾经分裂为二 然据高森法显传所述 法显到西兰时 吴卫山寺派震荡龙胜中 六至十一世纪 因政治因素 本派遭严重破坏 至十二世纪时 国王波罗罗摩婆喝一事 巴巴勒康马普 下令取缔 斥令破戒比丘还俗 本派遂灭绝 参阅西兰佛教 六千三百二十七 P五千一百零三 无香 一饭雨 无形香之意 为有香之对称 大宝基经卷五 大一一 二九上 一切诸法本性皆空 一切诸法自性无性 若空无性 彼则一相 所谓无相 以无相顾 彼得清净 若空无性 彼即不可以相表示 此即为一切诸法无自性 本性为空 无形相可得 故称为无相 另据北本大班 涅槃精卷三十师子后菩萨品 在涅槃无色相 身相 相相 卫相 处相 身相 柱相 坏相 男相 女相等十相 故涅槃又称无相 此外 赖宝之真言 明目仔 无相有潜略 深密二义 即 一诸法之体性 如幻虚假 自性为空 一相不存 无色无形 此为潜略之无相 二 一相之中 虽具一切相 然不留一相 此非为无色无形之无相 乃系具一切之相 而无一相之意 故为深密之无相 前者表示显教遮情之意 后者为真言表德之意 另就 教 而言 可分有相教 无相教 就 行 而言 可分有相形 无相形 就 官 而言 可分有相关 无相关 就 土 而言 可分有相土 无相土 大品班若经卷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大制度论卷十八 卷六十一 百论卷上舍罪扶品 参阅 有相无相 两千四百三十七 二 六百八十四 七百六十二 唐代禅僧 唐代禅僧 俗姓经 是称经和尚 东海大师 原为新罗王族 于新罗之群南四出家受戒后 开元十六年 七百二十八 随入唐使航海来华 叶玄宗 驻禅定四 为九入蜀 智德纯四 欲诗试处计 十处计因并不得引荐 燃无相燃一指公养 岁得留止二年 二十四年 触祭遣人患无相 父主从至身所传之达摩一 岁影山中修投驼行 后印请开禅法 驻成都福晋众四 化岛二十年 天保末年玄宗入属层赵建之 李希丰龙 宝印元年 七百六十二 五月 将信依附主与吴祝 十九日作画 世寿七十九 诗于每年十二月 集真月设道场说法 先隐身教念佛 四说无意 无念 莫忘三句 后世之境重宗 即止无相之法系 其传承及教旨 建于宗密 中华传心地禅门 师资成习图 圆绝经大书超卷三下 宋高僧传卷十九 神僧传卷七 历代法宝记 景德传登陆卷四 禅学思想史卷上 忽华古快天 知纳净土教理史 望月信亨 禅宗史研究 与景伯寿 P5103 无相心地戒 全称无相金刚心地戒 无相戒 为大臣戒 以离一切定相坚固 不坏之佛心未戒体 戒相有犯网经之实 众四十八清戒 为禅 正传之佛戒 而天台宗所传之戒 称顿无作戒 密宗所传之戒 称密密三摩耶戒 各家皆以其宗义 而称其所传之戒 敦煌本六祖谈经 P5104 无相方便的 其大臣其信论 所立菩萨时地中之地 七的远行地 因此的之无相关上 有加行方便之功用 故称无相方便地 若至第八的以上 此与无相无方便功用 P5104 无相好佛 简称无相佛 至世非不觉之所 三十二相好 而其德与同等者 如尊者幽婆多 于佛灭后百年出世 为父法藏之地五祖 十人尊崇其德 好为无相好佛 父法藏传卷三 P5104 无相安乐行 为有相安乐行之对称 天台宗以礼官为无相安乐行 是宋为有相安乐行 此乃天台宗基于普贤观经之说 极具南岳会思之之四安乐行 即文而立 普贤观经 大九 三八九下 乐得六根清静者 当学士官 此官功得除诸障碍 见上妙色 不入三昧 但诵持固 专心修习 心心相赐 不离大臣 一日至三七日 得见谱贤 由尚所述 可知无相安乐行 系内在之修法 如修止观等 已入于心相祭灭 毕竟不深之禅定三昧中 有相安乐行 则不入于禅定三昧中 而以一心诵念法华经之文字 为修行 此二者乃殊途同归之修法 若经尽情修而不懈怠 则不论无相或有相 皆得见谱贤上妙之身 法华经安乐行义 万善同归 即卷二 参阅 安乐行 两千四百零七 批五千一百零四 无相真实 又作真空妙有 无相真有 无相如常 情无理有 即止法相宗所说三性中之 原诚实性 原诚实性系远离 我 法 二指所显现之真理 以此真如之理 具空 无相 有 真实 二意 故称无相真实 无相 为原诚实性真如之理 离一切妄想 于真意损减无执着 而不偏于空 乃中道之空 真实 为其理常住不变 不生不灭 而不偏于有 乃中道之有 批五千一百零五 无相教 即无相空教 为叛教之名 即法师立三教 即多立四教 而刘 会官 波婆密多罗等各将如来一代 圣教叛立为五教 上述诸师皆以讲说一切皆空之教法 为无相教 如班若今所说即为无相空会之法门 相对于此 而称小陈经为有相教 法相宗以之为第二十空教 华言宗以之为空始教 天台宗则于所叛五十八教中 以之为第四十班若时 未与此时携带通 别二教而正说原教 此未知 带 法华玄一卷时上 参阅 三教 六百零九 五十八教 一千一百三十二 五教 一千一百四十六 四教 一千七百五十九 批五千一百零五 无相福田一 为加沙之美称 简称无相一 因加沙未出世之福 李友未世染诸相 未生无漏福田之道一 故称为无相福田一 四分律形式超资 持继卷下四之二 参阅 加沙 四千七百八十四 批五千一百零五 无相经 请参阅大放等无相经 无相离念 为理观之行 离名字 心念之相 及离一切之念律思想 而达真如之境 故称无相离念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三 批五千一百零五 无限女神 无限 泛名 阿迪迪或 阿迪迪 阿迪至 印度最古女神之一 距离巨沸陀仔 无限女神 能赐福与儿童与牛 并与人自由 据传为达沙 范道K 之母 亦说为其女 乃众神之母 又据叶柔沸陀所记 此神为天语的知之称者 为世界之主 批五千一百零五 无道志 未远离颠倒之智慧 指佛志 据舍论卷二十九 大二九 一五五上 于所欲之境 无道志起 顾名一切志 批五千一百零五 无休无正 只究极之境界 与此境界 已然超越修行 修 与体悟 正 等之对立分别 一级正魔所正 修魔所修的 无畏真人之境界 四十二章经 灵记禅师语录 批五千一百零五 无差别 为诸法本性真如 而无差别 盖 有畏法 之外相虽有种种差别 然其本性不异 如水波之相虽异 而其水性则异 未知无差别 批五千一百零六 无失智 一范语 Nlupadi A JNA 只非吉他力 不待他人教 而自然成就之智慧 与 自然智 未同一语 碧言录第六十二则 大四八 一九三下 以无失智 发无作妙用 以无原词 作不请甚有 法华经辟玉品 宗静录卷九 二范语 Sphéon JNA 只无失读物 之智慧 如佛所证得之智慧 非由失教或外力而得 又如原诀 读诀 圣者 观诸法 因缘生灭 不待失教而证成绝志 六十华言卷三十五 P5106 无失读物 为不待失教而自觉本具真性 一般将辟之佛 犯Pratyaka Buddha 翻译为 原诀 或 读诀 即有不一失教 现身开悟之以 四教一卷六 引用大制度论之文为 若佛不出世 或佛法已灭时 此人由于先是因缘 能读生智慧 因不由他闻 而以自智慧得到 故称之为读诀 一般在大乘立场 则解位 无失自悟 曾义阿含经卷十四 卷十九 法华经辟预品 法华义书卷六 大日经书卷一 原诀经大书卷下四 P5106 无根性 初不知恭敬佛 法 僧三宝之无根 无善根 者 后因蒙佛力而生起信心 称为无根性 又造五逆极重罪 无善根可以解救 令中必去无间地狱者 若因众忏悔 更不重造 并尽信三宝成就信根者 亦称为无根性 如阿蛇是王 曾义阿含经卷三 卷三十九 P5106 无根数 形容超越情识之境界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三十门会彻章 大五一 三九六上 问 如何适合上加封 诗曰 姐姐无根数 能挑海底灯 P5106 无神论 未否定有神存在之思想 自树立人格性创造神之基督教立场而言 其他是一切为神 或言世界与神一体化之犯神论 皆可作为无神论家以非难 否定神之思想为十八世纪之法国为物论者所唱 既成此说而及大臣者为马克思主义 主张神 灵魂 精神等 凡是理念之存在皆为物质存在之反应 且以为神之观念是欺瞎大众 拥护资本主义之产物 原始佛教并不承认有益绝对神之存在 基于此 佛教被评为无神论者 印度神话中诸神被佛教采用以后 虽成为生灭众生之一部分 然非居于绝对之地位 佛教为最高之存在者为佛 但众生体悟真理 法 实 即称为佛 故佛与觉者同意 并非指绝对神 考之时在 世尊在世时代 佛为献于世尊以人 世尊入灭后 虽世尊以言依法不依人 然其弟子们难以追目世尊人格之情 欲求待世尊之佛 遂兴起永远世尊与久远佛之观念 此迹之佛 可称作神之神 天中天 极具人格神崇拜之一位 因此 信奉对象 本尊 究竟应为法或佛 即成为重大之争论 且佛教主张佛非在我人之外 乃在其中 即所谓佛性 如来藏之说 亦有说便满一切处者 故自此观点而言 佛教父辈平为犯神论 然就 佛乃物法之众生 之根本观念言 佛教时不属于一神论 犯神论或某种神论 乃不容置疑之事 P5106 无能圣明王 无能圣 泛名A.Pajeta 因译阿波罗尔多 又称无能圣菩萨 为密教八大明王之一 位居于现徒胎藏界 曼陀罗世家院之中尊 释迦牟尼佛左边 盖此明王乃释迦牟尼佛于菩提树下 成道时 以明咒力降伏魔君 退至障碍之尊 无能圣大明陀罗尼经说其本事及明咒 即表示佛成道降魔之德 秘号圣妙金刚 种子 Gri 意味令法界众生离成垢 或H 表祥福之以 三昧耶行为月 或为黑莲上大口 此尊之形象于胎藏界线 无曼陀罗未生成色 四面四臂 四面皆凭 梅田怒而有活法 右第一手竖拳 殊十指置于胸前 第二手之中指 无明指压于拇指上 食指伸直 曲肘向上 左第一手三极 第二手持月斧 而大圣妙吉祥菩萨秘密巴陀罗尼修行 曼陀罗次第一鬼法所在此尊之形象为四臂三面相 真言为南摩三曼伯陀 南的的日日沙喝 大精卷 真言荡品 卷无秘密曼陀罗品 无能胜大名王陀罗尼经 菩提长所说一字顶伦王精卷二画像 以鬼品 P5107 无忌 泛语VKTA 一切法可分为善 不善 无忌等三性 无忌即非善非不善者 因其不能忌为善或恶 故称无忌 或为无忌者应不能招感一手果 善恶之果报 不能忌一手果 事故称为无忌 但此种解释仅适用于有漏法 并非一般通说 成为无忌之法 称无忌法 对此成为善或不善之法 称有忌法 无忌分为有负无忌与无负无忌二种 一 有负无忌 以其无忌 故不隐身一手果 但能负圣道 必兴信 故为不敬者 例如上二戒之烦恼 即欲戒之烦恼如生见 边见据数词 二 无负无忌 又坐敬无忌 即纯粹之无忌 绝不负圣道 必兴信 故不属不敬 欲戒之无负无忌 心分为四 一 一手无忌 即止一手身心 抱身心 一 前事业应招感果抱之心 二 微移无忌 又坐微移路无忌 即微移心 微移路心 引起行住坐卧之微移动作或原此动作之心 三 功巧无忌 又坐功巧处无忌 即止功巧心 功巧处心 为生与功巧 工作 绘画 诗歌等 或原此之心 四 通过无忌 又坐变化无忌 即止能变化心 变化心 通过心 起入定的神通自在作用之心 以上四无忌 更加自信无忌 如山和大地之色相畏处 与圣意无忌 虚空即非则灭之二无畏法 并有父无忌 何谓七无忌 同时 为时宗将所有之无忌法分为如下四无忌 能变无忌 心 心所 所变无忌 色法与种子 分为无忌 不相应形法 与圣意无忌 等 诚实论卷八称 隐莫无忌 性烦恼为无忌 此外 对于外道之十四难 即问难 世尊认为无回答之意义 故不答已是或非 此为十四无忌 十四不可忌 相当于四忌 答中之舍至忌 十四问难如下 一世界 即我 有常 时间之无限 二 无常 时间之有限 三 异常 异无常 四 非常 非无常 五 有边 空间之有限 六 无边 空间之无限 七 异有边 异无边 八 非有边非无边 九 如来 此记亦止众生 死后有 十 无 十一 亦有亦无 十二 非有非无 十三 命与身为同一 十四 亦 以上若除去 三 四 七 八 亦称作四类十问 杂阿含经卷三十四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一 卷九十七 卷一四四 巨舍论卷二 卷七 成为十论卷三 巨舍论光纪卷二 卷十三 卷十五 卷五 卷十 大乘一章卷七 参阅 十四无忌 四百一十四 三信 五百六十三 四无忌 一千七百七十五 有负无忌 两千四百六十 无负无忌 五千一百三十九 批五千一百零七 无忌化化禅 只能于自然无碍之中 做无穷变化之禅定 法华经玄一卷四上 法界四地出门卷下之上 皆列举出九种大禅 其中之第六种 为一切行禅 乃含舍大臣 一切行法之禅定 一切行禅又细别为十三种 其第二种 即无忌化化禅 唯一种任运自如 无穷变化 而又自在无碍之禅定 四名之礼之十步二门 只要超卷下 大四六七一九上 其无忌化化禅部 即因不发邪 批五千一百零八 无忌往生 无忌 非善非恶之意 往生 即往生净土 无忌往生为四种往生之一 为此人以于平身发的归命信心 临终时 虽由于过去夜阴 心神衰弱成为无忌 而不能念佛 然以其过去之念佛功德 得以往生净土 参阅 四种往生 一千八百零四 批五千一百零八 无忌根 以善 恶 无忌 非善 非恶 三性来分别二十二根 其中 眼 耳 鼻 舌 身等五根 男 女根 即命根 其性至非善 非恶 故称无忌根 批五千一百零九 无才恶鬼 恶鬼去之众生 身常苦于饥饿 富因果报不同 而分无才 少才 多才等恶鬼 无才恶鬼全无食物 常献于饥渴之苦恼 虽藕或食物 燃于僵食时 又化作火焰 难以下焰 参阅 恶鬼 六千三百六十六 批五千一百零九 无退堕法 指晓成生文四果中 最初之欲流果 以此皆为之圣者 不再退堕于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恶趣 故称无退堕法 据舍论卷二十三 举出称为 无退堕法之五义 大二九 一二三中 以不生长退堕业故 为彼生长业与果故 强盛善根正彼生故 家行一业聚清禁故 诸有决定堕恶去业上不起人 旷的预留 批五千一百零九 无动行 又做不动业 三行之一 为修有漏之禅定而得生色戒 无色戒之果 因禅定离心之散动 故称无动 又生天之果报决定而不移 故称无动 前一戏就因而言 后一戏就果而说 参阅三行 五百五十 批五千一百零九 无直寿 犯语 又做非直寿 为有直寿 之对称 直寿 感觉之意 无直寿 即对外境 无有执着觉寿者 如眼等五根 即色相位处四境 于现在未舵 有情处是有直寿 于过去未来 为无直寿 总之 无感觉者 即无直寿 大批 大批婆杀论卷一三八 巨舍论卷二 顺正理论卷四 参阅 有直寿 两千四百四十 批五千一百零九 无常 犯语 安语 或安语 八例语 安语 因语 阿达也 为 常住 之对称 即为一切有为法 生灭千流而不常住 一切有为法 皆由因缘而生 医生 住 亦 灭四相 于刹那间生灭 而为本无经有 经有后无 故总称无常 巨大制度论卷四十三 举出二种无常 即 一 念念无常 指一切有为法之刹那生灭 二 相续无常 指相续之法坏灭 如人受命尽时则死灭 令据辩中 编论卷中所据 就辩 一 原三性而有无性无常 生灭无常 构境无常之别 即 一 辩计所知性 其体全无 称无性无常 无物无常 二 依他起性 依他愿生之诸法 有生灭起境 称生灭无常 起境无常 三 原诚实性 其为乃有够转变成境 故称够境无常 有够无够无常 上述之说 不仅以原生有为之诸法 为无常 且认为原诚实性之法 亦含有转变无常之意 又据显阳圣教论卷十四成无常品 举出无性无常 失坏无常 转意无常 别离无常 得无常 当有无常等六种 另举出刹那门 相续门 病门 老门 死门 心门 气门 受用门等八种无常 幼大臣阿皮达摩杂极论卷六则明是十二种无常之相 即非有相 坏灭相 变异相 别离相 献前相 法尔相 刹那相 相续相 病等相 种种心形转相 资产心衰相 气势成坏相 另入人家经卷七无常品中载有外道之八种无常 此外 官是向之无常 称无常官 非常官 说明无常只去之祭送 称无常祭 安置并森之唐愿 称无常愿 无常唐 严寿唐 杂阿涵经卷一 卷十 卷四十七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四 法句经卷上 维摩经卷上 大制度论卷十九 卷二十三 瑜伽师的论卷十八 成为十论卷八 参阅 常无常 四千五百三十 批五千一百零九 无常三起经 请参阅无常经 无常迅速 无常 为一切事物之身 灭流转无禁止之时 迅速 则延其一变之快速 杂阿涵经卷四十七 大二 三四无上 朱比丘 命行千变 被及于比岛日月神 事故朱比丘 当情方便观察 命行无常迅速如是 欲选与陆卷二 洞明妙智永家觉禅师 万婿一一九 一八一下 生死世大 无常迅速 以上君事说明 岁月不待人 人之牵械如此迅速 批五千一百一十 无常一 未如来之得好 因一切有为法 生灭千流 无有常住 众生即随足 于此无常之有为法 中轮转不已 而如来乃一切 众生于此无常 生灭终之所依 故称无常依 批五千一百一十 无常风 以风之坏物 比喻有为法 之无常 人命无常 顺时停止 亦如草漏受风吹 殉疾消散 大智度论卷二位 佛陀涅槃之计 长老阿尼卢斗 即说如下之计 大二五 六九中 多世间无常 如水月八交 功德满三界 无常风所坏 批五千一百一十 无常计 即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 寂灭为乐 此计乃产是 世间万物无异得以 常住不坏 凡生者必灭 故为超脱此生灭之世界 使可得寂静之真理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四 传及百元经卷四 大智度论卷十二 记载 世尊前身为雪山童子 在雪山修行时 为求能由世提还因 所辨之罗沙文无常计 而自述上投身舍命 然此纪元根据阿含部中之涅槃经而来 即法显义大班涅槃经卷下所纪 佛陀于入灭之际告诫诸弟子 大一 二零四下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生灭灭以 寂灭为乐 批五千一百一十 无常经 全一卷 唐代义敬益于大族元年 七百零一 又称无常三起经 三起经 收于大藏第七册 旨在产说老病死之难免 本经缘或为某经之一部分 为之何时被分出 而用于诵藏之时请僧侣读诵 由本经可窥之佛教徒所行藏法之一般 实为研究宗教风俗之珍贵文献 开元诗教路卷九 真元心定诗教目路卷十三 诗诗要揽卷下送中部 批五千一百一十 无常 又 做非常观 观法之一种 观一切万物之变化 无有常法 称为无常观 此观法乃入佛门第一要门 古来先甚多为发 菩提心之根本 光赞经卷七 批五千一百一十一 无情有性 为天台宗经西湛然所提出之佛性论 佛教一般贤任有情 即一切有情时之生物 方具佛性 湛然据大臣其信论所说 真如缘起 而认为山川 草木 大地 墙壁 瓦石等无情依据佛性 其所这金刚批 大四六 七八二下 应知万法是真如 由不变故 真如是万法 由随缘故 主张此真如即一心 或称本觉 万物由一心 本觉随缘所生 故万物一体现一心 本觉 并驳斥反对者 而为 子性无情无佛性者 岂非万法无真如也 故万法之称 宁格于欠诚 真如之体 何专于彼我 主张一成一心 及一切身佛之心性 为通过对真如之认识 使可成佛 而物及无情依据佛性 P5111 无情说法 为山川草木等无情 无情使者 亦注于各自之本分 而有说法之意 说法不仅限于 有情时之有情 即如无情时之无情 亦能说法 以兴耳疾的听闻 无情说法 云州洞山雾本禅诗语录 大四七 五零七下 也大齐 也大齐 无情说法 不思议 若将耳听中难会 眼触闻十方可知 苏世亦有济云 万绪一四七 四五一下 西身便是广长蛇 山色起飞清净身 夜来八万四千计 他日如何举四人 景德传登陆卷十五 P五千一百一十一 无眼人 对无信仰者之便称 见佛而不知佛之真意者 称无眼人 文法而无法体会其真意者 称无耳人 是称无眼子 无耳子 往生论住卷上位 眼虽明而不识事 积为盲人 耳虽聪而不解听意 故积为隆 穆连所问经 必言录第五十六则平唱 P五千一百一十一 无修身 四种身之一 身履一其品位可分为四种身 无修身指破戒而无残之身 又称无残愧身 巨大制度论卷三载 无修身即破戒 身 口不尽 无恶不作之身 十颂律卷三十 法院诸林卷十九 参阅 四种身 一千八百一十七 P五千一百一十一 无贪 泛语 Oloquat 为心所知名 又作不贪 不贪欲 巨设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细 贪 之对称 位于诸境界无碍染 能对治贪 烦恼之精神作用 此心所恒与一切善心相应 故说一切有不将之列 为十大善的法之一 为十家则设之于善心所中 又此根能生于之诸善法 故与无田 无吃共称为三善根 又四无量中之舍无量 以此心所为体 能对治愈界之贪及田 品类足论卷三 顺正理论卷十一 成为十论卷六 参阅 三善根 六百二十二 P五千一百一十一 无畏 犯于ASASKTA 无造作之意 畏 有畏 之对称 即非由因缘所造作 离生灭变化而绝对常驻之法 又作无畏法 犯ASASKTA DHARMA 原系涅槃之意名 后世更于涅槃以外力种种无畏 于是产生三无畏 六无畏 九无畏等诸说 于小城各部派中 说一切有部立则灭无畏 非则灭无畏 虚空无畏 何为三无畏 大众部 一说部 说出是部于三无畏之外 立空无边处 实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等四无色处 即缘起之性 十二缘起之理 圣道之性 八圣道之理 等 总为九无畏 化得不择以不动 善法真如 不善法真如 无计法真如 取代四无色处 亦作九无畏之说 大成为十家于三无畏外 别立不动 享受灭 真如 何为六无畏 或开立真如 为善法 不善法 无计法 而为八无畏 然无论开立为六无畏 或八无畏 非为无畏 有多种别体 而系断除我 法二 只所显之一种法性 负以此一法性 从所显之诸原 而称种种之名 准此而言 真如 法性 法界 十相等一皆为无畏法 并以涅槃而言 上纪三无畏中之 则灭无畏 六无畏中之 真如无畏 即涅槃 而涅槃 乃一切无畏法中之 最殊胜者 又关于无畏法之体 说一切有不主张其为有体 尽量不及大乘为十加 以其为无体 不承认其实相 其中 为十加一 十变 与 法性 甲利六种无畏 即 一 只远离烦恼所知 障之真如 以其无有障碍 恰如虚空 称为虚空无畏 二 只远离一切有漏之细腹 而显之真理 称为 则灭无畏 三 只本来自性 清净之真如 以其非有无漏之 之简则利而来 称为 非则灭无畏 四 只显现于第四净律 第四禅 知真如 以第四净律 以灭苦 乐二寿 寂静不动 称为不动无畏 五 只显现于灭静定之真如 以灭静定 以灭六 时心想与苦 乐二寿 称为享受灭无畏 六 只真实如常 无有丝毫虚妄 便意之法性真如 称为真如无畏 品类 品类族论卷一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一 卷三十九 巨舍论卷一 卷六 参阅 有位 两千四百四十五 批五千一百一十二 无畏四 位于韩国全罗南道康金 君臣田面月下礼 细心罗真平王十九年 五百九十七 元晓所创建 元明观音寺 后衰为 献康王元年 八百七十五 先觉大师道身在心 改称阁屋寺 高丽定宗元年 一千三百九十九 身觉在见先觉大师之灵塔 塔碑改称茅屋寺 朝鲜明宗十年 一千五百五十五 太干营造唐舍 改为金明 后因战火 剑刺衰退 因宗之士 为存弥陀 谦佛 石王堂等殿 现存极乐宝殿 戏于明宗十年所见 为天竺之建筑式样 乃朝鲜唐式建筑中之特例 又有先觉大师 便光临塔吉塔碑 碑为高丽出奇之杰作 吴魏四季 朝鲜英祖十五年刻作 东国瑜的圣篮卷三十七 批五千一百一十二 吴魏四塔 位于江西安远县承西门外 唐代长庆寺年 八百二十四 建吴魏四 明代改称大兴寺 北宋少盛四年 一千零九十七 建吴魏塔 继六面九层 高五十公尺 塔壁系用黄泥半骨糠 江长方形 三角形 菱形 正方形等不同形状之 青色火砖交错气成 以沙漠为凉 山板为楼板 尚赴琉璃瓦 气经已近九百年 元四早废 燃塔游玩好 批五千一百一十三 吴魏界 西藏语的 smobius kyichokris 纸密教之三昧耶界 此界虽依阿舍离之加持而受的 燃锦赞界外援 已显本来自身所聚者 为本不生之界 非世俗界 故称无畏界 大日经驻新品 大一八 二上 为法界众生 不辞劳眷 成就驻无畏界 离于邪剑 通达正见 参阅 三昧耶界 五百八十三 批五千一百一十三 无畏法身 又作无畏法性身 即无畏之佛之本体 法身 即无形无色 变满宇宙 显绝对真理之佛身 因佛所证之法身 湛然寂静 离一切因缘造作 故称无畏法身 金刚仙论卷二 净土论柱卷下 批五千一百一十三 无畏涅槃界 涅槃位不生不灭 离一切有畏之乡 而达绝对不辨 觉悟之境界 故称无畏涅槃界 净土宗之极乐世界 即无畏涅槃界 转经行道愿往生 净土法式暂卷下 批五千一百一十三 无畏教 明清两代之民间宗教 明镇德 嘉靖年间由罗英 一千四百四十二 一千五百二十七 创立 我国明清时代之民间宗教 有两大系统 一为主张弥勒信仰之白连教 可说属于净土系统 另一则是讲究无畏 强调真空之无畏教 可说属于禅宗系统 无畏教宗只禁于禅宗南派 不立文字 否定佛像 寺庙 故意称悟空教 又以绝对永恒的真空 作为宇宙之根本 而创真空家乡 无生父母 八字真诀 罗英又被尊称为罗祖 其思想乃基于金刚班若经 而主张无畏解脱之无畏法 故极力产阳个人主义 倾向之情学 清修宗风 然无畏教之 末流则倾向秘密结社之性质 此即清初时流传于 祭、鲁、碗、苏、 这等神之罗教 又称罗祖教、罗道教 此教亦以罗祖为信仰上之开祖 其基本群众为草运水手 以运河两岸为活动中心 大体而言 其结社组织之性质 与原来无畏教之单纯信仰风格 以全然迥弱 故通常被视为与白连教 同类之邪教而被严厉镇压 查禁 如雍正五年 1727至乾隆十八年 1753 浙江、江苏、江西等地之会堂 大多被查禁 其余叙于清末传入东南亚及朝鲜 其中传入福建 台湾者为斋教中之龙华派 此教亦推罗祖为开祖 此外 如观音教、大臣门、三圣教、大臣教、长生教等 皆属罗教教派或其旁之之流 罗教于各地均有会堂 又称斋堂、金堂、安堂、菜堂 为躲避官府取地 会堂地点长须掩蔽 会堂中通常供奉罗祖像 并常按奉罗祖所着之五步六侧等经卷 会堂亦多成为曹运水手速脚之地 教徒一入性修行情形分为九阶位 初性者称为小臣 其上依次为大臣、三圣、小颖、大颖、书记、清虚、太空、空空、空空位教主 系最高之指导者 于九阶位之教徒中 小臣至书记皆可婚取 故多位拥有俗物家业之一般信徒 上面三阶位则为专任传道师 此外 另有负责管理斋堂之人 称为 菜头 乃实际掌管斋堂所有信徒 并负责一切祭祀及仪式者 罗教之其他流派如占有台湾早期民间宗教最大势力之龙华派 其信仰性制、教徒皆为等皆与罗教大体一致 参阅 龙华派 6390 齋教 6549 罗悟空 6676 P5113 无意原来禅师广路 凡三十五卷 明代僧无意原来 1575 1630 传 法孙洪汉 洪玉贡边 清康熙十年 1671 堪行 又称博山大乙和尚广路 收于万绪藏第一二五册 本书系集无意原来禅师一代语录之大臣 内容包括无意禅师语录序 西类法坛序 圣录序 禅景语序 宗教达响序 博山能人寺等五会之语录 茶话 朴说 粘谷 颂谷 佛式相语 参禅景语 开世纪 净土记 宗教达响 宗说等 西 书 启 序 寿 寿 宗言 宛慈 博山和尚传 塔明及序等 其中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所收之宗教达响 又称博山大师宗教达响 系集无意原来回答学人诸事之种种质问 达响之一之二又分参悟 净土 净土 止观 戒律 不失 愿力 忏悔 福报 事宜 回向等食品 书中所收之圣路序 圣路 即道松必如所编之博山老人圣 圣 路六卷 相当于原来与路之不疑 内容有上唐 茶话 宋谷 祭 诗 赞等 经锦于本书卷首刊路黄端博所传之圣路序 又本书卷十三至卷十五支 参禅锦语 收于万续藏第一一二册 而于万续藏第一二五册省略未收 亦收于朝显森清须堂修靖 一千五百二十 一千六百零四 所编之禅门搓药卷上 凡二卷 详称博山和尚参禅锦语 又座博山参禅锦语 禅锦语 博山锦语 陈正边 明代神宗万历三十九年 一千六百一十一 堪行 记录是出座功夫 福锦语 平谷得锤是锦语 是移情发不起经语 是移情发得起经语 是禅人声公案经语 是参禅祭使手等 五千一百一十四 无意因四过类 英明用语 古英明之祖族所立英明 四能破 十四过类之第四 于英明对论中 敌者 问难者 对立者 立论者 所立之正确论 日强阿非难 为方所提出的宗 命题 知主语同于二项概念 皆相同无异 并具已推演出 一切法 法皆相同无异 知谬论 试图难破对方 例如 例如佛地子立 身世无常 所作性固 辟如平等 知事 外教徒欲获知 岁位 身世无常 与平无异 身与平同位 所作性固 身意可烧 可见 而非所闻性 与平无异 又身世可烧 可见 非所闻性 所作性固 犹如平等 若身和平相同 可烧 可见 而非所闻 平亦同于身 不可烧 不可见 而如所闻性 则身 平一切法同为一性 所成 平 身而物不异 盖身之闻性系 由限量所得 外教徒 以平为比量 虽遮浅身之所闻 而比量之力 比限量为弱 故无法遮浅身之所闻 的限量之境 此乃外教徒 所具以破斥 佛地子之方式 实乃为于限量 而造成四世 而非之搏斥 作法 又此过相当于 是轻如实论 道理难品所说之 无以难 英明正理门论 英明大书瑞元纪卷八 参阅 十四过类 四百一十五 英明 两千两百七十六 批五千一百一十五 无一手 范语 Avip Kansas 无一手果之意 为 有一手 之对称 只无济法 无漏法 等不招感 当来一手果报者 相对于此 能招感 当来之一手果者 称有一手 于二十二根中 眼 耳 鼻 蛇 身五根 即男 女二根 与命根等八根 为无济性 为之当之 以之 聚之等三 无漏根 为无漏性 共设于无一手 发志论卷三 大皮婆沙论卷十五 卷二十四 卷五十 卷一四四 巨舍论卷三 参阅 有一手 两千四百四十八 批五千一百一十五 五等 泛语 阿萨摩 应亦为阿萨摩 阿萨摩 为佛之尊称 诸佛如来之智慧 于一切法中 无可匹类 亦无法超过 称为五等 幼稚众生 身文 菩萨等 无法与诸佛其等 故称为五等 大智度论卷二 十的经论卷二 大日经书卷三 批五千一百一十六 无等等 疑犯语 阿萨摩 萨摩 因亦阿萨摩 萨摩 阿萨摩 萨摩 为佛之尊称 或表示佛臣之语 佛之烦恼静静 且神力广大 非其余之菩萨所能等同 称为五等 佛与佛之国为平等 故称五等等 又佛道超觉 无有能与等同者 故称五等 为佛与佛道等同 故称五等等 唯摩经义书卷一 大三八九二二中 诸佛五等 为佛与佛等 是故号佛为五等等也 又识相五等 为佛与识相等 明五等等 此外 又形容最尊 最贵而无有语之相等者 如班若新经于诸部班若经典中 乃最为恶药之精髓 故古来又称为五等等咒 五等等明咒 法华经浦门品 法华文句卷石 诸为摩羽经卷一二位 阿弥陀佛三十七号之一 赞阿弥陀佛祭 大四七四二一中 积首五等等 愿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此乃取佛位之通名为阿弥陀佛之别号 批五千一百一十六 无相敬兆 一千两百三十四 一千三百零六 日本灵纪宗僧 连苍人 早年诗世东服四元尔 建长四年 一千两百五十二 来华 入境山 浙江 从石西河上参禅 的印证 后游历诸山 文永二年 一千两百六十五 回国 曾历任诸寺住持 后住持连苍敬至寺 致力于宗峰之宣扬 得志元年世纪 世寿七十三 赤世 法海禅师 这有新禅记 无相和尚与路等 诗所传之法系称为法海派 佛心四派 为日本禅宗二十四流之一 阎宝传登陆卷三 本朝高僧传卷二十一 批五千一百一十六 无量 不可计量之意 指空间 时间 数量之无限 亦指佛德之无限 法华一书卷十 大三四 五九六中 六情不能量 故名无量 又不惰三世 名为无量 又言无空 有之量 故称无量 社大臣论事卷八 圣满经宝枯卷中本 批五千一百一十六 无量四帝 为天台宗志以大师所立四种四帝之一 此系别教之说 认为三界之内与三界之外有横杀无量之差别相 此无量法门 乃菩萨用以度化无量众生者 身闻 原觉等二 圣则已至演义不能之见 而唯有菩萨能通达此法 一 苦地 即菩萨能之见众生之苦有无量之相 二 即地 即菩萨能之见众生之祸 也能招极苦果 亦有无量之相 三 灭地 即菩萨一方便正修而正入涅槃祭灭之理 有无量之相 四 道地 即菩萨所证得之诸波罗蜜有无量之相 此无量道法能自立 立他 救度无量之众生 法华经玄一卷二下 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上 卷下 参阅 四帝 一千八百四十 批五千一百一十六 无量光天 无量光 泛明Aprim BHA 巴立明Aprim BHA 应意味阿波摩纳阿婆 波摩纳 阿罗摩纳婆 辅多婆 又坐无量光阴天 妙光天 无量水天 水无量天 细色界十八天之一 为第二禅之第二天 此天之诸天众 若说话时 有口中显照无量之光明 故称无量光 或为此天之光明 比其前之诸天 更为殊胜 殊庙而难以亮测 故称无量光 杂阿批谈心论卷二 张所知论卷上等 为此天众生之寿命为四节 深长为四尤寻 长阿含经卷二十刀立天平 大楼探经卷四 立世阿批谈论卷六 P5117 无量光菩萨 无量光 泛名MTA PRAPHA 应意为阿弥多罗婆也 幼座甘露光菩萨 贤杰十六尊之一 为密教金刚界曼陀罗三昧耶 为系 供养 将三世等会之轮坛外 位于西方五尊中南端之菩萨 此尊以无量之至光降伏三或 便照十方 故称无量光 密号大明金刚或黎染金刚 种子位 三昧耶行为火焰 于为系会之尊 形象位生成赤肉色 左手书掌 安于左膝上 右手屈臂 开掌向外 掌上安置莲花 莲花上有火焰 真言位 安阿弥多罗婆也 缩附赫特宗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 金卷三 贤杰十六尊 金刚鼎大教王金书卷二 金刚界七级卷下 P5117 无量四 一位于随远归随西南鱼之大赵街 周围达二公里鱼 俗称大赵 蒙古语位 大 位 伊克 喇嘛四 位 赵 故又称伊克赵 四中大雄宝殿黄瓦珠岩 雕梁画洞 极其壮观 殿中四臂满会佛像 内宫金色大佛 座前有一同雕小方尘 城内住有佛像 玲珑金巧 令人叹未观止 寺内设有班禅喇嘛之宝座 藏文藏经甚多 诵经堂可容纳喇嘛数百人同时诵经 二位于韩国中清南道浮于郡外山面 浩万寿山 为新罗文武王六百六十一六百八十在位 时之泛日或为泛一国师所创建 后经战乱破坏殆尽现存之建筑物乃高历时代所重建 相传礼朝时代之重臣梅月唐经时习曾隐居于此 批五千一百一百一十七 无量尽天 无量尽 泛名Aprame Apah 巴利名Apame Sopah 因译阿波摩修 阿波摩首赫 阿波罗摩那 又作无量尽果天 无量善天 色界十八天之一 为第三禅之第二天 此天天众所受之乐甚于第一天之寂静爱月 与三禅相应 故称无量尽 或为义的之乐受 于此转增 难以量测 故称无量尽 张所知论卷上 杂阿皮弹心论卷二等为此天众生之寿命为三十二节 生长为三十二由循 长阿含经卷二十刀利天平 利氏阿皮弹论卷六 卷七 P5118 无量清净平等绝经 请参阅平等绝经 无量清净经 请参阅平等绝经 无量义 泛与Mah Nirday 或Amanda Nirday 一位一切诸法各具无量无数之义礼 故称无量义 二位十相之义名 即藏之法华经义书卷二载 无量义有二种 即一体无量 十相之体不可限量 称为体无量 二用无量 从十相义法而生出一切法 从十相义法而生出一切法 称为用无量 此体 用皆有生义 故称义 无量义经 三指大臣经典 法华经续品 大九 四中 十佛说大臣 精明无量义 批五千一百一十八 无量义处三昧 泛语 anantinir day prote thna sambai 至佛陀预说法华经时所入之三昧 无量乃三圣 五圣等无量法门 即无量义 义处 乃无量义之一处 即十相 生出无量法义 义处之十相 无相三昧 称为无量义处三昧 佛陀既已说无量义之后 将说十相 则于中间入此三昧 依所出之无量义 故为无量义精之三昧 依所归之义处 则为法华经之三昧 法华经续品 法华文句卷二 P5118 无量义精 泛名 Omit Arthur Astra 全义卷 南朝萧綦奇谭摩加陀耶舍 泛德玛格拉拉斯 亦于建元三年 481 收于大正藏第九册 本经之指去 细基于友情之烦恼无量 故佛陀说法无量 说法无量 故意义无量 无量义生自义法 此义法即无相 内容多以法华经为中心 与法华经 官普贤经合称法华三部经 著书有消其流之无量 义经书义卷 唐代元策之无量 义经书三卷等 意义本有流 宋求纳法陀罗 义之无量 义经义卷 早已义诗 法华义记卷一 验从禄卷一 月葬之经卷二十四 P5119 无量寿如来会 泛名SUKHFATVYHA 凡二卷 唐代菩提刘致义 全称大宝基金 无量寿如来会 收于大阵藏第十一册 出自于大宝基金 第五会之十七 十八两卷 为无量寿经 意义无存本之一 本书与曹卫康森凯之意 本类四处甚多 参阅 无量寿经 五千一百一十九 P5119 无量寿佛 以及阿弥陀佛 阿弥陀 意义为无量寿 泛阿弥陀佛 无量光 泛阿弥陀佛 亦称为无量寿佛 无量光佛 为密则 以阿弥陀佛 进化身为无量光佛 其报身为无量寿佛 无量寿经卷上颜 无量寿佛 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观无量寿经意味 无量寿佛 身量无边 非是凡夫心力所及 参阅 阿弥陀佛 三千六百八十 二位 阿弥陀佛 经正成断所出之六方 横杀诸佛 中之西方 之以佛 以其方处与阿弥陀佛 同位于西方 又同名无量寿 故古来有通义之论 不可思议诸佛 所互念经卷下 随大那屈 多亿 阿弥陀经通赞书卷下 窥一 阿弥陀经 义书 原照 阿弥陀经要解 秩序 P5119 无量寿佛观经 请参阅观无量寿经 无量寿宗药经 请参阅大臣无量寿宗药经 无量寿庄严经 请参阅大臣无量寿庄严经 无量寿庄严书赞 请参阅无量寿庄严艺术文赞 无量寿庄严书 请参阅无量寿庄严书 无量寿庄严论 请参阅往生论 无量寿庄严论 请参阅往生论 无量寿庄严伯提舍 请参阅往生论 无量寿庄严伯提舍愿生计 请参阅往生论 无量寿庄严伯提舍愿生计 请参阅往生论 无量寿庄严伯提舍经论 请参阅往生论 无量寿庄严经 请参阅观无量寿庄严 无量寿庄严 泛名SUKHFATVYHA 凡二卷 曹魏康森凯义 又称双卷经 两卷无量寿庄严 大无量寿庄严 大经 为净土教三不根本要点之一 收于大阵脏第十二侧 本经叙说于 是自在王佛 时 有国王出家为僧 好法葬 誓愿度化一切众生至极乐世界 如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八愿所云 大一二三六八上 十方众生至心性乐 欲生我国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后成佛 好 无量寿 国土在西方 名为 安乐 或称 吉乐 经中并聚集净土之庄严 又劝八诸天众生 精进修行 以求往生彼佛国土 本经之汉语本集多 古来集有 五存七缺 等十二种译本之说 集 一 无量寿经 二卷 东汉安市高义 经义不存 二 无量清净平等绝经 四卷 东汉之楼家正义 三 阿尼多经 二卷 三国无知之千亿 四 集康森凯义之本经 五 无量清净平等绝经 二卷 曹魏博言义 经义不存 六 无量寿经 二卷 西境诸法护义 经义本 七 无量寿至真等正绝经 义卷 东境诸法立义 经义不存 八 新无量寿经 二卷 东境佛陀巴陀罗义 经义不存 九 新无量寿经 二卷 留诵宝云义 经义不存 十 新无量寿经 二卷 留诵谈摩密多义 经义存 十一 大宝基经 无量寿如来会 二卷 唐代菩提流至义 十二 大乘无量寿庄严经 三卷 为诵法弦义 然静代学者 如日本长安大定 望月姓亨 中村元等人 根据历代经 录之记载 敦煌本之新资料 范文原本之对照研究 乃至教理史之发展观点 而对古来十二亿之说提出质疑之看法 为本经前后仅有五种之一本而已 即上纪十二亿本中之第三 第五 第十一 第十二亿 另加上西进主法护义之 无量寿经二卷 其余多位重负而为之记录 此外 日本也上俊进 更进一步主张 本经系主法护义 于西进永家二年 三百零八 之一本 而非康森凯所译 幼南宋少兴三十年 一间一百六十 龙书人王日修所孝及之大阿弥陀经二卷 为各版无量寿经中流通及广制版本 然该经锦细将现存四亿本 除去大宝基金无量寿如来会 互相参照 重新编转而成 而非直接一字泛文本 本经之泛文原本义有数种 1883年 英国学者迈克斯穆勒 Max M.A.L.A.L.E.R. 与日本南条文雄共同出版原文本 穆勒又降之音译 题为The Larger as U.K.H. Fat V.Y.H.A. 1908年 南条文雄义将此版译为日文 1917年 日本迪远云来又根据高南顺次郎 和口惠海两人自尼泊尔所发现之泛本及藏译本 重新改定穆勒出版之泛文本 负义为日译本 英译本 此外 四本晚雅 清目文教两人 一层先后将西藏本译为日文出版 自本经各种译文版本陆续堪行后 学者乃逐渐采用译译版本之对照研究 其中研究效果最显著者为汉译诸本与泛文原本之对照比较 较值得注意者 如全经章断之出入 愿文之多寡 愚慧之大比丘众人数 菩萨众之名称数目 法藏菩萨所见佛刹土之数目 乃至经文中 弥陀入灭 观音不处 之说 五恶断 之文 过去佛及十二光佛之数 寄诵之有无 未知之差异等 各亦本与泛本均有所异 本经纪为净土教之根本盛典 古来有观之著书 赞述自然不胜枚举 较重要者 有印度士卿之无量寿经 幽婆提舍愿生计一卷 此即著名之 士卿净土论 北魏痰鸾之往生论 诸二卷 随代慧远之无量寿经 一书二卷 随代及藏之无量寿经 一书一卷 唐代元策之无量寿经 书三卷 新罗元策之无量寿经 宗耀一卷 新罗一记之无量寿经 数一记二卷 唐代玄义之无量寿经 记三卷 唐代记正之无量寿经 数一三卷 新罗景星之无量寿经 连一书文赞三卷 清代彭记清之无量寿经 其信论三卷等 初三藏记及卷二 历代三宝记卷四 卷五 卷七 开元寺教路卷一 卷十一 卷十四 乐邦文类卷一致原法宝 勘痛总路卷一 新编诸宗教藏总路卷一 大无量寿经教理史的研究 持本重臣 无量寿经诸一本研究 明时会答 范文无量寿经批义 迪元云来 批五千一百一十九 无量寿经连一书文赞 樊三卷 新罗森景星传 又称无量寿经数赞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七册 魏西净主法护义 经已不存 无量寿经二卷之著誓书 全篇内容分为来译 试明 解本文等三门 解说解明 然现存本约有八处托文 东玉传灯目录卷上 诸宗章书录卷二 净土真宗教典至附路卷三 批五千一百二十一 无量寿经超 樊七卷 日森乐会道光传 又称代经超 望西超 道超 为无量寿经之著誓书 内容分为大义 试题 解文等三门 初产明大义 立有交起所应 所说大由 宗体定判 藏教所设等四科 四遍明经提及艺人 赴次解释经文 盖采用会员之分科方法 又广泛引用我国及日本诸家之书记 而主要以日森梁中相传之一指抉择 现收入净土宗全书第十四卷 批五千一百二十一 无量寿经一书 一帆二卷 或一卷 随代会远传 又称无量寿经书 大无量寿经书 大经一书 静影带经书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七册 细康森凯所议无量寿经之著誓书 于文前举出二藏二教之教判 以无量寿经为菩萨藏顿教所设 四世经名 分科经文 一一解释文艺 本书为无量寿经现存最古之著书 其分科及三院分类等方法 为古来之净土诸家所引用 二拳一卷 随代即藏传 又称大经一 大经一书 无量寿一书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七册 本书依据三论宗来解释无量寿经 初未续文赞叹西方净土 四说无量寿经之宗志 副论述如来之说法 最后分科结以示证文 为经之说乡 先是妙果 后劝往生 细为使五浊之众生舍离会土而取净土 批五千一百二十一 无量会 亦为诸佛之通称 诸佛如来具有甚深无量之智慧 故称无量会 赞阿弥陀佛纪 大四七四二四上 十方三世无量会 同圣亦如号正觉 法华精化成玉品 无量寿经卷上 二位阿弥陀佛之别称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之 第十二愿位 愿光明无量 自诚无量光之正觉 照破十方众生之无明黑暗 如阿弥陀经载 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魔所障碍 其中 光明及智慧之相 十注皮婆沙论 一行品赞叹 阿弥陀佛 大二六四三上 无量光明会 深如真经山 P5121 无见地狱 无见 泛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因一座阿弥 阿弥陀 为八热地狱之地八 位于南善布州 及炎福提 知地下二万犹寻处 深广亦二万犹寻 堕此地狱之有情 受苦无见 烦躁无逆罪之意者 此后必堕于此 无见之意有无 即 一 去果无见 命中之后 直接堕此狱中 无有见阁 二 受苦无见 一堕此狱 直至罪必出狱 其间所受之苦 无有间断 三 时无见 一结之间 相续而无间断 四 命无见 一结之间 寿命无间断 五 身形无间 地狱纵横八万四千游巡 身形便满其中而无间隙 无间地狱与黑神 等火等珠地狱 各皆有十六小地狱 正法念处经卷十三 举出无间的狱之十六小地狱 即 乌口处 一切向地处 无彼岸长寿苦恼处 野干厚处 铁野干石处 黑肚处 身阳处 梦见味处 身阳寿苦处 两山巨处 炎婆婆度处 心蛮处 苦恼急处 臭气腹处 铁野处 十一燕处 观佛三昧海经卷五观佛新品载 阿比地狱有十八小地狱 即 十八寒地狱 十八黑暗地狱 十八小热地狱 十八刀轮地狱 十八剑轮的狱 十八火车地狱 十八废史地狱 十八祸汤地狱 十八灰河地狱 五百亿剑灵地狱 五百亿次灵地狱 五百亿铜柱地狱 五百亿铁基地狱 五百亿铁网地狱 十八铁枯地狱 十八铁丸地狱 十八坚石地狱 十八影铜地狱 长阿含经卷十九地狱品 地藏菩萨本院经卷下 据舍论卷十一 翻译明义及卷二 参阅 八热地狱 三百一十一 批五千一百二十二 无剑业 泛语 Nantaria Carmen 止泛五逆罪者所作之业 导致受无剑地狱苦果 盖泛五逆罪者 灵命中之计 必定堕入地狱而无剑阁 故称无剑业 又地狱称为无剑 以五逆罪业能遭受无剑地狱之果报 故称无剑业 此乃 从果 利明 又地藏菩萨本院经卷上观众生业原品 以五逆解释无剑 一 日夜受罪 已至结束 无时剑歇绝 二 身形变满无间 一人亦满 多人亦满 故称无剑 三 醉气插棒 鹰蛇狼犬 铁网铁神 鸡吞铁丸 可饮铁枝 枯除相连 更无剑断 四 不问男子女人 羌狐一敌 天龙神鬼 醉行夜感 悉痛受之 五 从初入时至百千节 一日一夜 万死万生 求一念兼赞助不得 除非夜境 方的寿生 以此连 故称无剑 据社论卷十七 大乘一张卷七 P5122 无剑道 犯于Nantaria MRGA 巴黎于Nantarica MEGA 只开始断除所应断除之烦恼 而不为烦恼所障碍之修行 由此可无间隔地进入解脱道 又作无碍道 四道之一 乃正断除烦恼之位 升起于家行道之后 而在解脱道之前 据社论卷二十五 大二九 一三二上 无剑道者 为此能断所应断账 反反恼皆于无剑道断之 与无剑道十五星中 八人皆属于无剑道 又修道所断之或 与九的各有九品 故能致之无剑道亦各有九品 其中 断除有顶的第九品或之最后无剑道 称为经预定 无剑道通于有漏 无漏 然为有顶之断或属于无漏 而不通于有漏 又与有漏之六行观 元 上帝 蜘蛛漏法 观境 妙 离等三行向之一 称为解脱道 元 下帝 蜘蛛有漏法 观粗 苦 障等三行向之一 称为无剑道 无剑道以断货 断烦恼之种子为目的 解脱道以正的真理为目的 因无剑道之断或残留习气 致解脱道时 舍此而正寂灭之理 此称为无剑道断 解脱道舍正 又于加施的论卷六十二 于说明了相等七种作意与四道之相舍中 以远离 加行就禁果等二作意设于无剑道中 大批婆沙论卷九十 巨舍论卷二十三 顺正理论卷六十三 称为十论卷九 参阅六行观 一千两百六十三 四道一千七百八十九 批五千一百二十三 无云天 无云 泛名恩伴特克 应亦作阿纳婆家 阿纳婆家 阿纳婆赫 又作无云天 无挂爱天 无云行天 色戒十八天之一 为第四禅之第一天 此天无苦 乐 忧 喜等四寿 仅有舍寿 故称无云 或为此天以上为无云的 此天即在无云之初 故称无云 据历世阿皮潭论卷七载 此天众生之寿命三百大节 张所知论卷上则为寿命一二五节 生长一二五犹循 中阿寒卷九地洞经 大品班若经卷十二 杂阿皮潭心论卷八 据舍论卷八 P5123 无想 犯于ASAJ 止全无想念之状态 或止入灭静定 正的无想果者 或为无想天之略称 参阅无想天 5123 无想果 5124 P5123 无想天 无想 泛名ASAJSF 右座无想有情天 无想众生天 少广天 福德天 色界天之一 及修无想定所感之一手果报 生此天者 念想灭静 仅存色身及不相应行运 故称无想天 此天为外道婆罗门之最高涅盘处 亦为一身凡夫以 出理想 作意 修无想定 所感的的一手之果报 称为无想果 或无想一手 无想事 无想报 此天之畏智 有不与经不设之于 第四禅天之广果天 不另立别处 上座不择于广果天之上 别立无想天一处 此外 此天众生之身长有五百游巡 受命为五百大节 历世阿皮谈论卷七位一千大节 受终之时 在深念想 而堕欲解 启示经卷八 巨舍论卷五 瑜伽师的论卷四 P5123 无想定 犯于ASAJ sempathy 只能于定中心想不起 犹如冰鱼 折虫 但不能断祸而震入圣果 心不相应行法 之一 巨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乃心 心所 心之作用 灭尽之定 即使一切心时活动全部停止 以求证的无想果所修之禅定 与灭尽定并称为二无心定 此定为凡夫及外道所修 及彼等物性色界 第四禅 无想天之果报 未真悟尽 又修此定所得无想天之果报 称无想果或无想事 盖无想定属心不相应行法 依之在五百大劫之间的灭心 心所 朱宗派对此定有各种意说 有不主张无想定 无想果皆有实体 然经不 为时宗 却称其为虚假者 品类足论卷一 具舍论卷五 顺正理论卷十一 成为时论卷七 参阅 灭尽定 五千五百零九 批五千一百二十四 无想果 范语 SAJIK 只修无想定 死后深入无想天之一种果报 又作无想报 无想事 无想异熟 心不相应行法之一 为生无想天者 其心 心所熄灭 而成无意识之状态 外道为此为真涅盘界 故于现世修无想定 死后则生于彼天 盖以无想定为因 感的一种非色非心之境界 使心 心所不生 此非色非心之境界 乃无想定之一首果 故称无想果 阿匹谈皮婆沙论卷四十四 大二八 三三三中 凡夫人入无想定 得无想果 巨射论卷五 批五千一百二十四 无想论 系认为众生于死后 生于无想天之间解 于古代印度外道所值六十二种 错误见解中 属于执着未来所起之常见 于家师的论卷六 共列举八种 又称八种无想论 八无想论 即 有色无想 无色无想 亦有色亦无色无想 非有色非无色无想 有边无想 无边无想 亦有边亦无边无想 非有边非无边无想 前四种见解分别顺次 执着我为色 命根 色即命根 非色非命根 死后皆生于无想天 后四种见解中 有边与无边之别 系由于执着我为色法 无色法 且我之 量 狭小 故称为有边 执着我为色法 无色法 且便于一切处 故称为无边 长阿韩卷十四 梵洞经 大皮婆沙论卷 一九九 参阅 六十二剑 一千两百四十一 批五千一百二十四 吴运 一千三百零九 一千三百八十六 明初灵纪宗森 浙江灵海人 俗姓陈 自述中 好空事 壮年登进山 投缘手行端替法 为九余朝庆律四寿俱足解 后立参进辞四之灵时如之 资服四之一元灵 复制四明 浙江 天同山 侍奉平时如底 司长藏药 参九十年 后与同学木安聪 大宗星等共至台州子拓山 参礼竹园庙道 一日欲问 苟子无佛性 知语 你开口 庙道乃亦喝 师直下大雾 遂成一记 受应可 先后洪化于林炎广福寺 瑞炎净土寺 江湖俊艳来参者颇多 师乃舍三问以皆禅客 不弃则足 事称瑞炎三官 后隐居于松炎之顶 明太祖洪五七年 一千三百七十四 日本遣国史玉请师洪化 师以老病而故辞 十七年 弟子于迎周翠炎山节草堂 迎师养老 十九年离危急 七月十日端座世纪 世寿七十八 这有数中和尚与路六卷 山安杂路二卷 净土师一卷 众粘学斗粘古百泽等 天台空世运禅师行业纪 五灯岩筒卷二十一 增集续传登陆卷六 批五千一百二十五 无愧 犯语 anapetropia 或a trap 只做别人认为罪恶之事 而不敢惭愧 亦不害怕 心所知名 聚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与 愧 对称 畏惧舍宗大不善的法之一 为十宗二十随烦恼之一 即对现世 未来之恶报不声不畏 或不顾世法而自意报恶 不声畏惧 此法未欲界所系 其性为不善 未见 修所断 又与一切之不善心相应而献起 故与无残共赦于大不善的法 成为十论卷六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四 聚舍论卷四 卷二十一 品类族论卷一 参阅 惭愧 五千八百一十 批五千一百二十五 无极尊 亦为诸佛之通称 无极 为涅槃之意称 佛正涅槃 一切万德皆无穷极 故称无极尊 十柱皮婆沙论卷五 一行品赞叹 叹加叶佛之德 大二六 四四上 眼如双莲花 若居楼陀树 于下成佛道 三界魔所谓 行不如相王 我今自归命 积首无极尊 二 阿弥陀佛三十七号之一 弥陀正无极之涅槃 皆引往生之人 弃自内阵 顾特有此号 法灵之河赞望明记 阐明其十种无极 即 一 微神无极 十方诸佛皆共赞叹 二 名声无极 十方世界皆闻其好 三 光明无极 光明无量照 十方国魔所障碍 四 寿命无极 尽未来既无有灭其 五 声量无极 声变法界 六 拔记无极 使人一念往生 声道无极 七 娱乐无极 与人快乐无极 八 应变无极 应声极限 九 利益无极 广度有情 十 施德无极 于一念的无上之功德 或为众开宝藏 广师公德宝 赞阿弥陀记 P5125 无极体 无极体 指正的涅槃庙里之身体 无极 为无尽之意 因涅槃之庙里周辩法界 无处不至 故称无极 P5126 无准和尚语录 请参阅无准师范禅师语录 无准师范禅师语录 樊六卷 幼座佛剑禅师语录 佛剑录 无准和尚语录 无准禅师语录 宋代僧无准师范传 宗会 智者等编 李宗纯又十一年 1251 堪行 收于万续藏第一二一册 卷一至卷二 吉录清梁寺 普济寺 滋圣寺等舞会之语录 卷三至卷六吉录小餐 法语 普说 念古 寄诵 自赞 小佛式 寄佛剑禅师文 入内影对身座语录 奏对录 形状等 其门人中之物眼 普宁 无学祖园 日僧东福园儿等 对日本之禅宗有极大之影响 P5126 无准禅师语录 请参阅无准师范禅师语录 无凡天 无凡 泛明AvenueHA 巴利Mavia 因一座阿炳利舍 阿福喝那 阿皮波 阿悲和 又座无大求天 无广天 无凡天 无狂天 摩索触天 无望天 色界十八天一 五近居天一 为四禅之第五天 一说第四天 据顺正理论卷二十一载 凡为凡杂 或凡广 凡广天中此天为罪裂 故称无凡 又不求去入无色界 故称无求 关于此天之寿命 大楼探经卷四位时节 杂阿皮谈心论卷二 张所知论卷上等 则为一千节 历世已谈 论卷七位四千大节 其身长 巨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张所知论卷上等 为一千有群 大楼探经卷 以及义门族论卷十四 瑜伽师的论卷四 P五千一百二十六 无净捉蛇 净 净智之意 捉毒蛇应有制服之方法 即以铁杖先压其头 刺以手捉拿其顶 如不依此方法 随便捉蛇腰 则为蛇誓死 以此比喻比丘若无关制之制法 而漫谈空礼 放自五欲 将受己苦 徒自疲劳 指观辅行传红绝卷二之五 大四六 二一灵上 邪空之人滥称大臣 入恶无关 故以无净捉蛇欲之 中略 贪欲如蛇 观法如静 以观观欲如捉蛇 不善四聚如无净 中阿汗卷五十四 阿里扎经 摩赫指观卷二 P五千一百二十六 无这 泛名 ASAGA 应亦为阿森家 身于西元寺 五世寄寝 为古代印度大臣佛教于家形派创始人之一 又称无障碑 北印度建陀罗国普鲁夏普拉 泛普拉 普拉 布鲁沙布罗 人 伊婆守盘斗法师传 赋名教师家 泛靠IKA 为国师婆罗门 有兄弟三人 皆称婆守盘斗 泛飞 SABEN 施 出于小城萨婆多部 说一切有不 出家 因思维空意 不能的入 欲自杀 时东皮提赫 泛飞 Diha 有冰头罗 泛Piola 前来未说小城空观 施 律天从弥勒菩萨受大臣空观 归来如说思维 遂达大臣空观 后又数网都律天学于家师的论等大臣之深意 并集众宣说之 由是大臣于家之法门传至四方 师致立于法乡大臣之宣扬 又传论书是诸大臣经 其帝是清本席小城 后依其劝碎归大臣 竭力举阳大臣教义 这有金刚班若论 顺忠论 摄大臣论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 显阳圣教论诵 六门教授习定论诵等 金刚仙论卷时 瑜伽师的论是 最圣子 大唐西玉记卷无阿鱼陀国条 南海记归内法 传卷四长法有无条 网无天竹国传 批五千一百二十六 无这八之论 请参阅八论 无这行 无这 无碍之意 为菩萨十行之地七 为诸行圆荣而无执着障碍 旧华严经功德华具菩萨十行品 参阅十行 四百二十九 批五千一百二十七 无这戒 为菩萨所持十戒之一 又坐不住戒 为菩萨受持戒时 不着欲戒 色戒 无色戒等之戒 亦即不求于三戒受身而住 摩赫班若波罗蜜经卷二十三 旧华严经卷十二 菩萨十无尽藏品 参阅十戒 四百三十九 批五千一百二十七 无障碍经 请参阅妙法莲华三昧秘密三摩耶经 无德戒本 请参阅四分僧戒本或谈无德戒本 无德和尚语录 请参阅焚扬无德禅师语录 无尘法戒 臣者 色 身 香 味 处 法等六臣 及三戒诸法 法戒 为真理之一名 理体清净 一切三戒诸法 唯有理缘起 理外无尘尽 故称无尘法戒 观经玄一分 大三七 二四六上 无尘法戒 凡胜其缘 P五千一百二十七 无对 犯于Apratia 对 为爱之义 无对 即非即为所臣之无障碍法 有对 之对称 十二处中 眼 耳 鼻 蛇 身等五根 即色 身 香 味 处五净等十处有障碍 故为有对 义处 法处无障碍 故为无对 然有对 分为障碍有对 境界有对 所愿有对三种 经石色处为有对 义处 法处为无对 乃就障碍有对而论 大批婆杀论卷七十六 巨舍论卷二 成为十论数计卷二 参阅 有对 两千四百五十一 批五千一百二十七 无慈悲 缺乏慈悲心之意 至无趣中之一切有情 盖慈悲与智慧可说同位最高之德性 且佛心即以大慈悲表现之 此与悲均以无甜善根位本性 小臣说一切有不将心与心所分开 认为佛之大悲 慧 与慈悲 无甜 知法体位各别 此系有不特殊之解释 在大臣佛教则认为心所无别体 即并无另一本质存在 慈悲 义语 就给予众生乐而言 称为慈 范妹 就拔除众生苦而言 称为悲 范卡瑞 慈 悲语系 舍 何称似无量心 又作似范柱 慈悲系以无量之众生为对象 而能爱念怜悯无量之众生 进而根本就度之此种慈悲 则为佛菩萨所独具之德性 二圣有学之圣者 侧重自立之行 遂被称为无慈悲 大皮婆沙论卷一四灵位 有学之圣者 不论现在修与未来修 皆无法成就无量之慈悲 然而圣至阿罗汉位 应修四无量 以四无爱智而得利他之口业力 应修愿智 而知众生之一切念愿希望 应修无正智 而能消弭一切众生心中之正直 以及众生间之斗争 故不可谓谓无慈悲 凡夫虽有慈悲之对象 然即使行慈悲亦不完全 故为其无慈悲 天去之众生 未有漏善之一手果 谨享受乐境之境界 缺乏力他之行 故意无慈悲 幼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去之众生 为苦所逼迫 谈不上慈悲 故意无慈悲 参阅 慈悲 5805 P5127 无残 犯于H.R.K.A.或AHR 只做坏事不敢羞耻 与 残 对称 心所知名 聚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聚舍宗大不善的法之一 为十宗随烦恼之一 即对诸功德不崇敬 又对有德之师掌济难不服 或对己过无羞耻心 此法未欲界所系 其性不善 未见 修所断 又与一切之不善心相应而献起 故与无愧共赦于大不善的法 据舍论卷四 成为十论卷六 参阅 惭愧 五千八百一十 批五千一百二十八 无残外道 为古代印度外道之一 此外道既指一切众生之最福 皆为大自在天所作 非人之夜报所招感 自在天喜 则众生安乐 自在天田 则众生苦恼 人间之最福 归于大自在天之主宰 人不必为己之行业负责 犯罪而不生惭愧 不堕恶道 犹如虚空不受沉水 生惭愧心 反而堕于恶趣 犹如大水之润失于底 北本大翻夜盘金卷十九 批五千一百二十八 无漏 泛与恩斯拉法 有漏 之对称 漏 为漏蟹之意 乃烦恼之以名 贪 甜等烦恼 日夜有眼 耳等六根门漏蟹不止 故称为漏 又漏 有漏落之意 烦恼能令人落入于三恶道 故称漏 因之称有烦恼之法 为有漏 称离烦恼 够染之清净法 为无漏 如涅槃 菩提 与一切能断除三界烦恼之法 均属无漏 据社论卷二十 大乘一张卷五本 参阅 有漏 两千四百五十二 批五千一百二十八 无漏九的 紫色界四禅天中之未至定 中间定 四根本定 以及四无色定中之下三无色定 不包括有顶天 等九地 此九的虽皆属有漏定 但其境地乃为生起无漏定之强力一处 亦为无漏正治之所一 故称无漏 于小臣 认为欲界及无色界之有顶天皆无无漏法 此因前者为 散的 之故 后者已为戏魅列之故 又二禅以上之境分定 所以无无漏法 乃因其无厌被自得之法 然大臣于有顶天上有 有关无漏之说 此则亦于小圣所说 参阅 九的 一百三十二 批五千一百二十八 无漏因 只能招感无漏果报之夜因 即能震得涅槃果之无漏清静之界 定 会 相当于四地中之道地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九 大二七 九四八中 为之一切法 当言苦智 中略 为之则灭作灭等四行乡 当言道智 为之无漏五运作道等四行乡 不说于智者 亦如前世 显自性义 批五千一百二十九 无漏定 泛语恩斯拉法 三派提 意义无漏等智 止于出世间无漏心所得之禅定 又做出世间定 出世间禅 出世间 为无漏之别称 据舍论等位于未至定 中间定 四根本禁律 即四根本定 下三无色定等九的能生起无漏定 然为十家景 以第四禁律的所起之大 成光明定 即浮王定 贤手定 剑行定等四定为无漏定 是禅波罗密次第法门 卷五将禅 分为世间禅 亦世间亦出世间禅 出世间禅 非世间非出世间禅 四种 出世间禅 有九相 八年 十相 八被舍 八圣处 十一切处 九次地定 狮子奋训三昧 超越三昧等 大智度论卷十七 显阳圣教论卷二 瑜伽师的论卷十二 参阅 无漏九的 五千一百二十八 批五千一百二十九 无漏果 指由无漏因所振得之果得 即四地中灭地之涅槃 又指阿罗汉果 大批婆沙论卷一二三 大二七 六四零下 婆有夜有漏无漏果 耶 达 有 未离戏果 大乘一张卷十五 参阅 四相四果 一千六百八十三 批五千一百二十九 无漏法 泛语恩斯拉法 达 为 有漏法 之对称 只愿离烦恼够然之清净法 据舍论卷一大二九 一下 虚空等三种无畏及到圣地 名无漏法 所以者何 诸漏于中不随增故 即虚空 择灭 非择灭等三种无畏法 即七觉知 八正道等到圣地之法 皆无 随增 烦恼 故称无漏法 其中 择灭无畏 未灭地涅盘之道果 以离戏 远离烦恼之戏腹 畏性 非择灭无畏 由于远缺 永远障碍未来法之时起 虚空无畏 仅以无爱畏性 皆无作用 非诸漏森之一 一处 故皆为无漏法 此即无畏之无漏法 又到第三十七品有畏法 其中 唯有七觉知 八正道于无漏法 其余之四念著等皆通于有漏与无之法 此外 说一切有不于十八界中 以义 法 义是等后三界通于有漏与无漏法 而以五根 五境 五十等前十五界为有漏法 此不必认为 佛之身为他所愿 其随增烦恼 故为有漏法 而非无漏法 然于大众不等 则认为佛身永断烦恼习气 与十八界同为无漏法 顺正理论卷一 大一 有漏法 二千四百五十三 批五千一百二十九 无漏法性 法性 指诸法之真实体性 为真如之意称 法性清净 离一切烦恼够染 故称无漏法性 大臣大一张卷上 大四五 一二七下 无漏法性深深 名为法身 法华经法师功德品 就近一尘宝性论卷三 批五千一百三十 无漏律仪 泛语恩斯拉哈 S.A.V.R.A. 指断尽烦恼之无漏戒 三种律仪之一 又作道共戒 道生律仪 无漏戒 即圣者入于无漏定时 所发的防非止恶之戒体 称为无漏律仪 此无漏律仪与无漏道共生共灭 故称道共戒 此戒属无表叶 于说一切有不 以无表叶为实色 故生于无色戒之圣者 虽能成就此戒 然必不献起 于为实家 则以一切无表叶为非实色 而于一切无表叶中 凡能与色 无色戒所有无漏道聚转 并具有断除泛戒之功能者 皆为无漏律仪 聚舍论卷十四 卷十五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三 大乘一张卷十 批五千一百三十 无漏后生 指二胜无血果之身 与无漏最后生 同意 因其远离烦恼够染 未生死之最后生 故称无漏后生 法华经受祭品 大九 二灵下 诸生文重 无漏后生 法王之子 亦不可计 法华经方便品 批五千一百三十 无漏通 指漏境通 于六神通中 前五通未有漏通 第六漏境通则未无漏通 前五通于有漏道可得 漏境通则非无漏道不能的 故称无漏通 翻译明义集卷七 大五四 一一七七中 无漏通者 如来庄言入一切佛境界 经云 言无漏者 为离四漏 为玉漏 有漏 无明漏 见漏 以不取彼四种漏故 乃明远离诸漏 参阅 漏境至正通 五千八百二十七 批五千一百三十 无漏善 只远离烦恼过非之善法 有漏善 之对称 为 见到 以上之圣者 所生起之善 在小城 指四象三果之圣者 所起之有学善 阿罗汉果所起之无学善 及涅槃之圣义善 在大臣则未出的以上之菩萨 所修六度等之无漏有谓 及无谓涅槃法 成为十论术记卷五末载 大四三 四一八下 无漏有谓 无谓一耳 此事 他是唯悦生死 有德 有证 及由涅槃或二是义 非生恶趣等 故并名为善 参阅 善 四千八百七十三 批五千一百三十 无漏智 泛语恩斯拉法 JNA 指正见真理 远离一切烦恼过非之智慧 为 有漏智 之对称 于小城 正见四地理之智 称为无漏智 有法智 类智之分别 正的欲界四地法理之智 称为法智 正的色 无色等二界四地法之智 称为类智 盖其净智与法智相似 故称类智 若由净之差别则分为苦 即灭 道等四智 于无学位又分净智 无生智 此二智皆正见四地之法理 小城为无漏智于见到始生起 而见次休息 于大城为时宗则分无漏智为根本 后得二智 根本智为为时之性 即正的真如理性之无分别智 后得智由根本智所出 为为时之相 即了知因缘献起至万象 大城为无漏智于初的见到始生起 而见次休息 遂正佛果 法华经方便品 大批婆沙论卷九十七 巨舍论卷二十六 顺正理论卷七十三 参阅 十至四百七十二 批五千一百三十 无漏无味无漏有味 无味为真理之意称 无漏无味 只远离有漏杂染之法 为无漏有味之对称 无漏无味与无漏有味 皆远离有漏杂染之法 故同称无漏 有味无味之区别 乃从无漏法之本体与作用来分别 无漏法之本体宁记 湛然不动 其作用则自在而应用无穷 故以本体观之 是味无味 若有作用而言则称有味 批五千一百三十一 无漏道 泛语恩赦法 MRGA 又作出世间道 圣道 为有漏道之对称 相当于四地中之道地 即灭除烦恼 去向涅槃之圣道 以四禁律 为制定 中间定 即下三无色 空无边处 时无边处 无所有处 等久的为所依而生起 于四善根为中 是第一法 于上人为 其无见善根之皆为 知无见生苦法人 为无漏之初起 就四沙门果之性而言 出果及第四果 乃修无漏道所得者 第二及第三果 则通于有漏 无漏二道 无漏道有加行 无见 解脱 圣境等四道 其中 无见道为诸祸能断之道 解脱道为正正解脱之道 下八的知修或虽通于有漏断 以有漏道断烦恼 有顶的知然 则唯有无漏道能断之 盖有顶的为三界九地中之最上帝 此的所起之或 有见或 修或之别 其中 见或虽于见道一时断之 而修或则于修道 以六行观先断下八的知七十二品 四以无漏至断有顶九品中之下八品 称为阿罗汉象 最后断第九品 即是阿罗汉果 又据舍论卷十七位 无漏之断道有等流 离系 适用 增上等四果 而无一手果 即说明由无漏道不招敢当来爱 非爱之一手果 大批婆沙论卷六十六 巨舍论卷二十四 顺正理论卷五十七 参阅 有漏 两千四百五十二 定 三千一百七十一 无漏断 五千一百三十二 到 五千六百二十 批五千一百三十一 无漏会 泛语恩斯拉哈 即远离一切烦恼过非 纯真无构之智慧 指三圣之圣智 巨舍论卷二十六 大二九 一三四中 会有二种 有漏 无漏 唯无漏会立以圣明 阿批谈八间度论卷九 批五千一百三十一 无漏缘 为正的灭地与道地所断之六 烦恼缘无漏法 为 有漏缘 之对称 在九十八随眠中 与灭 到二地所断之邪见 宜相应之无名 即不共无名 有六或 此六烦恼清缘灭 到二地之无漏法 故称无漏缘 其中灭地之三或 谨愿自得之则灭 而不愿意地之则灭 因则灭 亦于苦疾 脱离因果之范围 故上下地之则灭 互不相愿 依此 欲戒之三或 谨愿欲戒之则灭 乃至有鼎天之三或 谨愿有鼎天之则灭 邪见等烦恼亦如是 又到地之三或中 欲戒之三或 原位置定 中坚定四根本禁律 等六的之法制品之无漏道 色戒与无色戒八的之三或 原取九的类制品之无漏道 其所愿范围 异于灭地时之谨愿自得之情形 系由于各地之法类制互为同类因 故六地九的皆能通源 据舍论卷十九 顺正理论卷四十八 据舍论光纪卷十九 P五千一百三十二 无漏断 泛语恩斯拉法 法嘎 为 有漏断 之对称 为以无漏道断除烦恼 无漏道 指以十六形相正观苦 即灭 道等四地理之智慧 此观至权离烦恼之过非 故称无漏 此无漏至深起于见到位之初 能断除三戒九的之见或 于修到位复习之 能断除修或 就其所依之定而言 依出禅尽分之位置定而起 能断除九的之烦恼 生起于出禅以上十 能断除自地及上帝之烦恼 此时下帝之烦恼已断除 故不复更断 与锦能断除下一的之烦恼 而不能断除自地及上帝之烦恼的 有漏断不同 又与止于下巴的 而不能断除有顶的之 或者有别 以上乃依据舍论卷二十四等之意 为小臣有不踪之说 然除非想的之或外 见修二或通于无漏断 及有漏断二者 故修到之断或通于有漏 无漏二断 此概由行者之意乐而任用其一 见到虽亦通于此 然素及立观三界四地而断 或未有漏到所不堪 必以无漏到方能断之 又依经不知说 则无漏断以上为不退 而有漏断仍有退转之时 若依大臣为实家之意 以有漏制可辅助烦恼之现行 然不能断其种子 唯有无漏断能断其种子 其无漏制为为实之性 即正的真如之根本质 由此出为实之相 即了知因缘献起之万象之后的质 其根本质有 我法二空 知无分别质 后的质则有三星 十六星等分别 菩萨于初的见到 为之初生起无漏制 此质即起 即可断除分别而起之烦恼 所知二障 进一步于十的西服修获之 据生起烦恼杖 而于金刚预定之中全然断禁 所知杖则于十地中见次断除 而至金刚预定现前十方才永远断禁 成为十论卷十 据舍论卷二十一 批五千一百三十二 无尽 泛语 AKR 为无穷无济 无为法离生灭之乡 为之无尽 有为法之缘起 亦多相及 亦为之无尽 又无为法之无尽系全教所说 有为法之无尽则实教所说 于华言宗则已无尽 为原荣无碍之意 主张一切存在之自身皆可为主体或客体 而不论主体或客体皆融通无碍而乐磨矛盾 此即所谓主办无尽 由此形成一切法 相及相入重重无尽 知法界缘起 或无尽缘起 思想 即如华言经探玄纪卷一 华言五教章卷一所在 于华言一圣原教 一切法主办具足 缘起无碍而重重无济 为之无尽佛法 又以无尽之宝藏称为无尽藏 乃比喻含藏无限之功德 如心华言经卷十八明法品说 菩萨能得善见诸佛等时无尽藏 同经卷二十一 时无尽藏品 义说的性藏等时无尽藏 卷二十五回向品说的建佛等时无尽藏 皆依无尽法界之义而说 此外寺院蓄积金钱代语他人 依附立法所生之利息作为供养三宝之用 称为无尽财 与我国称为长生钱或库值钱 日本所行之无尽奖 又称无尽 即渊源于此 又义人闻法后 以所闻之法开导多数人 富有多数人开导更多人 此犹如一灯一灯第一 点燃无数之灯 于为魔精卷上菩萨品称此为无尽灯 新华言经卷三十四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大制度论卷八十 人王护国班若波罗密多经书卷下三 华言五教章卷四 宋高僧传卷十五 卷二十 禅灵象器兼前才门 佛教经济思想研究 参阅 无尽藏 五千一百三十四 P五千一百三十三 无尽一菩萨 半明AKA YOMMAKIR BODHASATVA 又做无尽会菩萨 无量一菩萨 显结十六尊之一 卫密教金刚界曼陀罗三昧 耶会外谈 北方五尊中西端之菩萨 此菩萨应观一切事项之 因缘果报皆为无尽 而发心上求无尽之诸佛功德 下度无尽之众生 故称无尽一菩萨 秘号定会金刚 无尽金刚 种子位 六三昧 耶行位上云则五色云 其形象成白肉色 左手握拳至腰间 右手持花云 一大方等大吉金卷二十七 无尽一菩萨品载 此菩萨出现于东方不炫国 普贤如来之世界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大宝基金卷一一五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三 阿叉末菩萨经 法华占卷十二末 P五千一百三十三 无尽灯 乃以灯火之无尽 欲教化之无尽 未以一人之 辗转开导百千人 而无尽 如已 灯燃百千灯 光明中不尽 故称无尽灯 后世用未长明灯之别名 为母经卷上菩萨品 参阅 无尽 五千一百三十三 P五千一百三十四 无尽藏 一亿为寒藏无穷之德 又坐无尽藏海 无尽法藏 即真如法性之理海 广阔无边 包藏一切万象 参阅 无尽 五一百三十三 寺院 寺院信徒奉献之财物 获胜于之财物 代语他人 以所得之利息 充作嘉兰之修缮 维持等费用 又称无尽财 长生钱 库值钱 世事要揽卷下寺院长生钱条 大五四 三零四中 绿云无尽财 盖子母辗转无尽固 此风源自印度 据有不疲 爱耶卷二十二出纳求力学处之记载 比丘为修补迦兰而接受无尽失物 然因佛陀曾禁止比丘转受失物 遂将受失之物置于房库中 后施主发现寺院未做修善 即有所责难 比丘将此事禀告佛陀 佛陀遂指示 若未修补迦兰 可将无尽失物辗转生力 我国在南北朝时代 信众基于福田思想一行无尽藏法 随代之三阶教徒圣唱无尽藏法 唐高祖武德年间 618 626 信义在长安化度寺设置 无尽藏院 以统一经营无尽藏 太宗贞观年间 627 649 无尽藏院及续紧伯金玉等无尽才 提供天下诸寺院修善之用 贞观二十三年 649 无尽藏院举行无尽藏师 普师供养全国僧俗 则天武后如意元年 692 又于大福仙四行无尽藏师 长安年间 701 704 锦隆二年 708 集四年 化度寺分别举行无尽大会 燃堂玄宗于开元元年 713 斥令破坏化度寺之无尽藏院 十三年 尽断三接角 初时 借贷无尽藏之手续十分简便 不需文件限制 仅要求在约定之日期归还 燃至宋代 诸大寺院或经济富裕之寺院 真相设置长生库 无尽藏院 以图立 形成高利贷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三 宋高森传卷十五 卷二十 松屋笔记卷六十七 禅灵象器兼前财门 参阅 长生库 3591 三唐代比丘尼 韶州 广东 曹侯村人 俗姓流 生族年不祥 诗长诵大涅盘经 诗直六祖欲网黄梅参业 五祖红忍儿图经韶州 听诗诵经 遂未解说 诗乃之经卷问字 以为若不识字 即无法会议 六祖则为诸佛庙里非观文字 诗集感经义 乃便告礼中其诉大德 推崇六祖为有道之事 以供养之 其使保陵谷四因随末之冰火战乱 以颓皮不堪 遂于顾姬重见范语 言请六祖居之 说法红化 为九父陈宝房 诗世姬谷略卷三六祖 祖会能大事尊者传 传法正宗祭卷六正诞 三十三祖会能尊者传 增定佛祖道颖卷四 虚云 批五千一百三十四 无称佛 为阿弥陀佛三十七号之一 阿弥陀佛之庄严功德 无量无数 一一皆为妙难思义 故有此称 赞阿弥陀祭 大四七四二二中 积首无称佛 阿弥陀佛令有 无称光佛之名 细就其光明而称 精畏无称佛细就其一切庄严而称 批五千一百三十五 无文比丘 巴利与阿弥陀佛 缺乏智慧经验之凡夫比丘 比自我意断佛之说法 而修行结果又不符自己所信 遂放佛难法 无文比丘即止持此邪见之比丘 伦延经卷九 大一九 一四七上 如帝四禅无文比丘 望延正圣 天报已毙 摔乡陷前 放阿罗汉 身遭后友 堕阿鼻地狱 正法眼葬四禅比丘 批五千一百三十五 无说相似过类 英明用语 古英明之祖族目所立英明 四能破 十四过类之地时 于英明对论中 敌者 问难者 假设立者 立论者 知英 理由 未说以前 其宗义未能成立 如是则敌者自身招致此过悟 例如佛弟子立 身世无常 宗 情永无见所发 故 因 知量 论事 外教徒欲破斥之 遂未 因若是情永所发 身即无常 然未说情永所发之前 一切都无所有 即非情永所发 其时身应是常 而非无常 盖立者系 依英明规则来力量 敌者 若欲破斥之 亦应于英明规则中 简则过悟 而今敌者望作 立者 未说应以前 以前之种种设词 即以违犯无说相似之过 且敌者既已设定 未说情永所发之前的无因状态 自身负于无因之中望家 非情永所发 之应来成立 身未常 之宗 如此更造成 无因增益过 又此一过物相当于是清如实论道理难品中所说之 未说难 英明正礼门论文 英明正礼门论本 英明论书瑞元纪卷八 英明十四相似过类 在略是为贤 现代佛教学术从刊 二十一 参阅 十四过类 四百一十五 英明 两千两百七十六 批五千一百三十五 无价 泛语 N-Augia 无法计数价值之位 如无价一 无价宝珠等 皆未形容该物珍贵之语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二下 宝箱无价一 供养无量绝 批五千一百三十五 无价陀梭 陀梭 泛语 D-S-A 义作奴 为人使义而不取雍资之奴 称为无价陀梭 菩萨行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犹如无价陀梭 工人使义 据社论卷十八 大二九 九四下 如是传有无价陀梭 当知此言自比菩萨 批五千一百三十六 无热天 无热 泛名阿陀佛 八粒名童 英译阿达波 阿陀波 阿达河 又作不热天 不恼天 无恼天 不烧天 无熟天 无烧天 色界十八天之一 五境居天之一 位于第四禅之第四天 此天 以浮处杂修禁律之上中品诸杖 亦乐调柔 离诸热闹 故名无热天 或以热味赤圣意 以为正上品之修禁律极果 故称无热 关于此天众生之寿量 据大楼探经卷四载 位二十节 长阿含经卷二十刀立天平 杂阿达谈心论卷二 张所知论卷上位二千节 历世阿达谈论卷七则位八千大节 其身量位两千尤寻 大楼探经卷一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巨舍论卷八 吉义门族论卷十四 瑜伽师的论卷四 卷三十七 P五千一百三十六 无甜 泛于Apratia 又做不甜 不甜会 为甜之对称 心所明 巨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逢为原而心不甜恨之味 给予有情非情无会害之意 未能对至甜烦恼之精神作用 其恒与诸善心相应 故说一切有不利 其为十大善的法之一 为十加设之于十一种善心所 以其能生善法 故与无贪 无痴共称三善根 又四无量心中之词 无量心以无甜味体 成为十论卷六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二 巨舍论卷二十九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一 参阅三善根六百二十二 批五千一百三十六 无缘 亦及无欲佛 文法之机缘 细 有缘 之对称 无见佛文法之机缘者难震菩提 故为 无缘之众生难度 后世转指无亲戚 故旧等之缘者为无缘 无人既似之灵魂称无缘佛 其目称无缘目 无缘种 亦种等 又过去世未曾与我结缘之佛 亦称无缘佛 二无对象之味 佛观一切皆空 而不以特定之人为对象 故佛之慈悲特称无缘大慈 其慈心便及一切众生 乃为慈悲中之最尊者 中阿含卷五十七剑毛巾 景德传登陆卷四 参阅 慈悲 5805 三指无因论者主张人所为之一切皆无因 无缘 此属于邪剑 中阿含卷三渡经 P5136 无缘塔 亦多人和藏之墓 称为无缘塔 二指无人吊际之墓塔 亦同于无缘种 P5136 无缘慈悲 慈悲分三种 无缘慈悲为其一 龙树之大制度论卷四十 大二五 三五灵中 慈悲心有三种 众生缘 法缘 无缘 凡夫人众生缘 身文 辟知佛及菩萨 出众生缘 后法缘 诸佛善修行必尽空 故名为无缘 此即大臣佛教所言空之思想 完全无自他之对立 乃绝对之慈悲 真实之慈悲 意味最高之慈悲 据社论卷十八 佛的经论卷五 大臣义章十四信等十行义 观无量寿经义书卷末 参阅 慈悲 5805 P5137 无证 范语 以阿兰纳 证 即证论 为烦恼之以名 亦为能令诸有情不生贪甜吃等烦恼之志 并具有止息他人烦恼之力 唯有佛及阿罗汉 据此 为其他有情所不能及之殊胜得利 据社论卷二十七 二指无漏 即离烦恼之法 相对于此 有漏即称有证 乃有烦恼之法 据社论卷一批五千一百三十七 无证三昧 犯于阿罗汉 三百 未住于空里而与他无证之三昧 在佛弟子中 解空第一之需菩提最通解空里 故于弟子中所得之无证三昧 最为第一 金刚经 大八 七四九下 佛说我得无证三昧 人中最为第一 是第一离欲阿罗汉 原贤之金刚经略书士之位 无证三昧者 以其解空 则比我聚望 能不恼众生 亦能令众生不起烦恼 又天台宗所说 原教出门之行者 于修一切无漏 对至观恋 勋修之禅定时 即正圣果 为大力罗汉 巨族六通 三明 同时正的无证三昧 大智度论卷十一 筑维摩经卷三 批五千一百三十七 无证念王 系阿弥陀如来于 因为为转伦圣王时之名 据悲华经卷二载 往昔善时劫时 有转伦王名无证念 有一大臣名宝海泛至 其子名宝藏 后出家震菩提 号宝藏如来 如来广为无证念王说法 王供养如来 及诸甚重 十宝海泛至劝王 及王之千 子发菩提心 王及发菩提心 愿求清净国土 宝藏如来 岁雨之寿祭 即是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批五千一百三十七 无证志 正 烦恼之以名 无证志 即能令诸有情不生 贪甜吃等烦恼之志 唯有阿罗汉及佛具有词志 据社论卷二十七 批五千一百三十七 无证慧 泛语 帕西 A V R I K Maha 因一般证于色慧 无证 宽容而无证限之位 不分贤圣道俗贵贱上下 平等形才师及法师之法会 称为无证会 五年行一度者 特称五年大会 此封始于印度阿狱王 七世纪十届日 王曾邀玄藏参加于屈女臣举行之无证大会 西域及我国义盛行 西域祭卷五节若居舌国条位 五年一度设无证大法会 清洁福库 会失众生 为留兵器不语不失 可知设此会当号巨资 我国两武帝于中大通元年 五百二十九 十月 曾于同泰四行四部无证大会 召集僧俗五万人 日本推古天皇一层行之 大庄言论经卷八 摩赫森指律卷三 阿狱王传卷二 高森法显传结差国条 悬应应一卷十七 参阅 班哲于社会 四千三百一十一 批五千一百三十七 无学 泛语AAIK 为有学之对称 虽以知佛教之真理 但未断迷惑 尚有所学者 称为有学 相对于此 无学只以达佛教真理之极致 无迷惑可断 亦无可学者 深文成四果中之前三果未有学 第四 阿罗汉果未无学 据社论卷二十四 法华玄赞卷一 参阅 九无学 一百四十七 有学 两千四百五十八 批五千一百三十八 无学果 泛语AAIK FALA 及阿罗汉果 以其学道圆满 不更修学 故称无学果 及一门族论卷四 P五千一百三十八 无学道 泛语AAIK MRGA 又坐无学位 无学地 为佛教修行皆位之一 与见道 修道 互为三道 细尽正真地之以 解脱一切烦恼 学道圆满 而不更修学圣果之道 即止阿罗汉果 大小乘规定无学道之内容有多不同 小乘以阿罗汉果位无学道 以及于四项三果位有学道 大乘得以菩萨修行皆位之地时的最后所得之佛果位无学道 又无学之阿罗汉有力 顿之彼顿 根者必须待时而解脱 故称时爱心解脱 解脱 利根者不须待时即的解脱 故称为不动心解脱 不时解脱 大批菩萨论五十一 六十六 卷六十八 卷九十四 卷一零一 巨舍论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成为时论卷六 大乘一章卷十七 参阅 九无学 一百四十七 阿罗汉 三千六百九十二 解脱 五千六百零二 批五千一百三十八 无诛难功德 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中 属于十七种国土庄严之一 即为比净土离身心之诸难 安乐相续之功德 天清之净土论 大二六 二三 一上 永离身心脑 受乐常无见 无诸难 即必尽安乐之意 涅槃常乐为无诸难之极致 而娑婆世界之乐 或出乐后苦 或出苦后乐 纵出后聚乐 然安乐无常 故身心不离诸难 批五千一百三十八 无语 泛语 Nervaiae 胃 有语 之对称 达到完全穷尽 亦无残余之味 乃无语 一之略称 一 即一指之意 又作医生 亦为肉身 烦恼 烦恼与肉身 完全灭尽之状态 称作无鱼一涅槃 或称无鱼涅槃 又佛对诸弟子当来成佛之国土结树及称号等寥寥而记 称为无鱼记 中阿韩卷二 七车经 大制度论卷二十三 卷三十一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三 四修 指四种修行方法与规范 据舍论及往生理赞所说四修皆含无鱼修 其意不同 一 据舍论卷二十七所举无鱼修 为福德与智慧二种资良聚修无疑 二 往生理赞所举无鱼修 又作专修 为专念专想专理专赞阿弥陀佛及一切慎重而不杂余业 良意设大成论是卷七卷八顺正理论卷七十八念佛名义及卷下 往生药及卷中本参阅四修一千七百四十五 批五千一百三十九 无鱼涅磐 泛于Nuripatia Nurve 为 有鱼涅磐之对称 四种涅磐之一 九地之一 心意为 无鱼依涅磐 一 指医生 疾人之身体 无鱼依涅磐系指断烦脑脏 灭一手苦果无孕所成之身 而完全磨索一处之涅磐 中阿含卷二 七车经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二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 瑜伽师的论卷十三 卷二十一 卷八十六 成为十论卷十 参阅 有鱼涅磐 两千四百五十九 批五千一百三十九 无鱼还生 未已度入于无鱼涅磐界之二 圣人再度发大菩提心而回向大臣 此为天台 华言等法性宗所说 为十等法相宗之主张则亦于此 盖法相宗依据人家经而主张 五性个别之说 认为一切有情本来具有之种性有五类 此五类各个别异而不可转变更异 又认为于五性之中 有定性二甚与不定性二甚之别 定性 细为其种性已然决定 即不会退转 又不能极见修或顿超而回心向大 反之 种性尚未决定者则未不定性 基于此 又主张欲入无于涅槃者未定性之二甚 此类人若一旦入于无于涅槃 则必形成不再还生而回向大臣佛果之定局 然法性宗根据 真如缘起 知思想而主张 一性皆成 认为佛性便通于一切众生 故虽已入无于涅槃之二甚 迟早亦必启动如来藏而回向大臣 准此 法性宗遂认为无于涅槃者仅为灭尽定之一种 又据南本大班涅槃精卷二时 其性论意记卷上等所在 由于根基利顿之别 已入无于涅槃之不定性二甚 其起心回向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心 之时间 有七种持素不等之位 称为回心七位 即 一 虚陀还果经八万节 二 司陀汗果经六万节 三 阿那汗果经四万节 四 阿罗汉果经二万节 五 辟知佛经一万节 六 前面五类人中之力根者未满一万节 七 最力根者于一念之回心即可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之心 伦家经卷二 华言五 教章卷二 卷三 大臣一章卷十七末 参月 五果回心 1114 P5139 无负无忌 泛语NFTVYKTA 为有负无忌之对称 又做无负 敬无忌 若以道德之性质为准则 一切诸法可大别为善 二 无忌等三大类 其中 无忌系指非善非不善 不能既为善业或恶业之法 又可分为有负与无负两种 无负无忌 即指不负账圣道的非善非恶之法 据据舌论卷七 据舌论光纪卷七 法宗元卷本等所在 无负无忌可分为有味与无味两类 一 有味无忌 即由因缘造作所生之无忌法 更分为五种 即一 一熟无忌 又作一熟生 唯由过去善 不善之因所生之一熟果体 以其不负账圣道 故为无负无忌 二 微疑无忌 又作微疑路心 指行 柱 作 或等四微疑 因其以色 相 畏 畜等四处畏体 故其性无忌 三 功巧无忌 又作功巧畜心 有生功巧 与功巧二种 克漏等之生功巧 以色 香 味 处等四处畏体 歌咏等之与功巧 以色 生 香 味 处等五处畏体 其性皆为无忌 四 通过无忌 又作变化无忌 指天眼 天耳二种神通自在及其变化 以色 香 味 处等四处畏体 其性亦为无忌 五 自性无忌 即前四种以外其余一切无忌 性之有畏法皆称为自性无忌 二 无畏无忌 即非由因缘造作所生之无忌法 亦称圣亦无忌 例如三 无畏中之非则灭 无畏即虚空等 皆属于无畏无忌 据舍论光纪卷二 就 十八戒 所包含之法 加以分别其中之无负无忌法 先就无忌之眼等五根即香 为 处等共忌八戒而言 一手无忌便通于此八戒 微移 功巧 通过等三种无忌通于香 为 处等三戒 自性无忌通于长阳之五根及内外之香 为 处等八戒 复旧色 生二戒而言 一手无忌仅通于色戒 微移 功巧 通过 自性等四无忌通于色 生二戒 又旧眼识等 七星戒 而言 一手 微移 功巧等三无忌便通于七星戒 通过无忌通于眼识 耳识 一戒 一世戒 且于此六种无忌中 圣义无忌畏无畏法 自性无忌畏 常阳之五根及的与非得等法 皆不通于七星戒 故若旧 为星 与否而区别 此六种无忌法 则仅有一手 微移 功巧 通过等四项属之 称为 四无忌星 于玉 色 无色等三戒中 玉戒之无父 无忌 具有四无忌星 色戒 具有除功巧 无忌以外之 其余三项 无色戒 则仅有一手 无忌一种 又于四无忌星中 一手无忌 能攀圆六根 六镜等十二处 而起作用 微移 功巧 通过等三 无忌能攀圆色 香 味 处等四处 而起作用 而功巧无忌中之 与功巧无忌 及通过无忌 亦能攀圆深处 而起作用 故意变通于色 深 香 味 处等无尽 品类族论卷二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七 卷九十五 卷一二六 卷一四四 巨蛇论卷二 卷三 卷六 卷十三 顺正理论卷十一 卷三十六 瑜伽师的论卷三 卷五十四 成为十论卷三 大乘法院一零章卷五本 批五千一百三十九 无忌 犯语 心所明 为十百法之一 为吃之对称 又做不吃 疾名解诸事理 对质于吃之精神作用 为十加设为善之一 成为十论卷六 大三一 三灵上 云和无吃 于诸理事明解为信 对质于吃作善为也 上瘾之中 理者为苦 空 无常 无我等理 事者现前见闻等无尽 故无吃能明了解之诸理事 能生一切善 并有对质于吃之作用 巨舍 为十等皆立无贪 无甜 无吃为三善根 以之未生出一切善之根本 然巨舍论所立之 无吃已会未体 而非另有别体 故不别立一心所 婆杀论 杂心论等所说一同 而为十以其与无贪 无甜同为三善根所摄取 故主张彼等同未 为实体 参阅 三善根 622 P5141 无爱 一饭于A Pretihata 又做无和 无 无障碍 无挂碍 磨锁挂碍 未无障碍 无爱 有心无爱 色无爱 解无爱 便无爱等区别 品类族论卷 五载有四无爱 解 法无爱 解 义无爱 解 词无爱 解 便无爱 解 大宝鸡精卷 大宝鸡精卷十四 举出三种无爱 一 总持摩索挂碍 略作总持无爱 为菩萨的大总持 大陀罗尼 不施善法 不生恶法 于一切言语诸法 分别知悉无爱 二 辩才摩索挂碍 略作辩才无爱 为菩萨的大辩才 能随机说大小陈法 悉皆通达 三 道法摩索挂碍 略作道法无爱 为菩萨的大智慧 能通达大小陈法 与世间语言文字 新华言精卷五十六 载 如相回向位 十回向之地八 知菩萨有众生无爱用 乃智力无爱用 等十种自在作用 十无爱用 同经卷四十六 说诸佛具十种无障碍住 此外 华言精书卷一载 毗如这那佛身具 如下十无爱 用周无爱 相辨无爱 记用无爱 依起无爱 真应无爱 分缘无爱 因果无爱 依正无爱 潜入无爱 圆通无爱 华言精探玄记卷三载 莲华藏世界 具如下十无爱 情世无爱 理事无爱 相入无爱 相及无爱 重现无爱 主办无爱 体用无爱 隐显无爱 实处无爱 尘坏无爱 华言法界 玄境卷上有四法界之说 详述理事无爱法界 事事无爱法界之乡 为无爱有圆容 无爱 万法圆容 互不障碍 与自在无碍 对一切障碍 能自在冲破 二亿 又佛之智慧称无爱 智 阿弥陀佛之光明称无爱光 十二光之一 佛称无爱人 一成法称无爱道 大品班若经卷十六 大制度论卷六 卷七十二 华言经书卷四 卷十一 卷五十六 二 五百五十二 六百四十五 唐代森 俗姓陈 身于成都 十岁至长安 医道安法师出家 天和三年 五百六十八 受聚足解 建德三年 五百七十四 北周五帝新法南 师岁引顿 随代开皇年间 五百八十一 六百 附出 祝永宁寺 后听超法师讲 大制度论 又至长安学十地 阿弥陀等 大业二年 六百零六 至洛阳四方管教授经论 五年 宜住庄严寺 武德八年 反故居 修无相关 征观十九年世纪 世寿九十四 三 一千五百九十 一千六百四十三 明代僧 摄州人 俗姓王 出家于黄山 一匡卢 敬堂学经教 偶叶湛然成功 物别传密旨 乃入香香 经紫山隐居 从真十六年世纪 世寿五十四 P五千一百四十一 无碍 无碍人 为佛之得好 诸佛如来正知 烦恼即菩提 生死即涅槃 其至融通 无碍 故称无碍人 旧华严经卷六 赞阿弥陀记 P五千一百四十二 无碍光 为阿弥陀佛十二光之一 阿弥陀佛之光明有十二种 其中 无碍光 为阿弥陀佛之光明 能照破人 把诸障 无论山河云雾等外障 贪甜吃慢等内障 皆不能障蔽 故称无碍光 由此 阿弥陀佛又称无碍光 无量寿经卷上 P五千一百四十二 无碍解道 巴利明 Paisemhit Mega 因一波至参皮陀 为巴利小布经 Kadaka Nikya 之一 本经内容戏分类解说 有关修道解脱诸实 全经可大别为三品 即大品 双结品 惠品 而各品皆负有十论 其中 大品为全经之中心 本经故属经藏 但其内容形式 亦有论书之格是 仅大品之第四 双结品之第一 六 七 十集惠品之第九 等六论之初 据 如是我闻 等自卫史之经典形式 其所皆论目主要采自巴利律藏及经藏之长 增之 相应诸布经 被视为《伦藏七论》中最早成立之法集论 巴达尼萨Gai分别 论 巴达尼萨Gai之先驱 本经已有原文出版集日译 收于南传大藏经第四十 四十一卷 著日书有摩赫纳摩之显阳正法论 山绿皮国沙卷移南方上座论书解说 B.C. Laway History of Pili Literature J.P. Malayscara Dictionary of Pili Proper Names P.5142 无摩擦 西径一经森 于田人 又坐无叉螺 与竹书兰鱼成两元水 北南寺 一出诸式行的自于田之范书佛经 即放光斑若波罗蜜经三十卷 其余事迹不详 开原是教路卷二 P.5142 无正 未忘却正果 全然自由无碍 一即修行的正果 又不执着于正果之位 四十二章经指南 万序无久 一七三下 犯百亿辟之佛 不如犯一三是诸佛 犯千亿三是诸佛 不如犯一无念无著 无修无正之者 P.5142 无边法界 犯语恩恩他 D.H.Tuesday 法界广大无边际之以 法界细成正觉者所见之世界 又无边法界乃妙有之世界 无尽缘起之世界 如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一大三 二九五上 诸佛体用无差别 如千灯照护增鸣 智慧如空无有边 应物现行如水月 无边法界常既然 如如不动等虚空 如来清静妙法身 自然具足横杀德 即常以虚空之广大无边 来比喻既然之无边法界 成正觉知智慧系 以无边法界为内容 故称为无边法界智慧 乃表示无边无量 无碍智慧之相 旧华言经卷三 卷十一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P.5143 无边因生佛顶 无边因生 vinantahsphorikhoi 又称无量身佛顶 无量身传伦佛顶 无边身佛顶 无边因生佛顶伦王 圣无边顶伦王菩萨 为三佛顶之一,八佛顶之一 为密教宪图胎藏界曼陀罗释迦运中尊释迦牟尼佛右侧第五位之尊 此尊主佛德,随众生之类,以无边因生,说祭灭妙法,故称无边因生佛顶 密号妙响金刚 种子位,H 三媚耶行为莲花上罗背 形象为深橙黄色,右手竖掌,驱食指,中指安于胸前,左手垂于腰侧,持连,连上有罗背 硬气为以二手虚心合掌,驱二拇指,以二食指压之,急伤驱,罗背,之印 真言为,朗墨三满多梅陀南欧热与乌塞尼萨索河 一字佛顶轮王金卷四,大日金卷一具原品,卷四秘印品,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诡仪卷上,胎藏界七级卷中,P5143 无边际,梵语,泛语恩恩特,KOI 无边无际之意 以此表佛,佛德,佛法等之广大无边 六十华严经卷一大九,三九七中,无净平等妙法界,西皆充满如来生,无取无起永济灭,为一切归故出世 诸佛法王出世间,能立无上正教法,如来境界无边际 四即表佛之无边际,以即如来境界之无边际 六,大九,四零零上,佛德如空无边际,是明生光妙法门,则说佛德之无边际 大班若经卷四二零,卷五五四,无量寿经卷下,瑜伽诗的论卷二十五,卷三十四,卷五十二,成为时论卷十,P5143 无关浦门,一千两百一十二,一千两百九十一,日本灵济宗森 姓农,长野县,宝科仁 早年出家,由诸方学显秘,后参元尔,并四其法,驻月后,新谢县,华豹寺 而后来宋,十二年后返日,在世元尔,从世教化,移住东福寺 寿归山上黄归一,建南禅寺于麒麟宫,并任开山 正应四年世纪,世寿八十 赤世,佛心禅师,大明国师 P5143 无绝少观定,范语Avitarka, Vigremtra, Samdai,巴利语Avitarka, Vigremtra, Samdai 右座无寻为四定,无寻有四定 为三三昧之一 绝,寻,粗大之思为作用,观,四,维系之思为作用 以无粗大之思为作用,然人残存部分为细思为作用之禅定 称为无绝少观定,细介于初禅与第二禅间之中坚定 解脱道论卷2 P5144 无绝无观定 无绝无观定,范语Avitarka, Avigra, Samdai,巴利语Avitarka, Avigra, Samdai,又座无寻无四定 为三三昧之一 指第二禅以上无粗大思为作用 亦无细思为作用之禅定 解脱道论卷2 P5144 燃肉身灯 为苦行法之一 又座燃肉身灯 据资至通建后周记所在 是宗显得二年 955 靖僧俗舍身 断手足 炼指 挂灯 代钱之类 其住则为 炼指者 树香于指而然之 挂灯者 裸体以小铁钩变钩其夫 凡钩皆挂小灯 圈灯柱油而然之 俗称燃肉身灯 P5144 燃妙 1922 1988 台湾高雄人 俗姓郭 法名物残 民国29年 1940 于台南逐西寺一指眼镜和尚出家 45年 于台南白河碧云寺受据足解 曾东渡日本 入京都禅门学院钻研佛礼 学成后返国 任逐西寺监院多年 自55年起 联姻台南市佛教之会理事长及台湾省佛教分会常务理事多届 曾任逐西寺主持 并兼任台南政爵寺及北港朝天宫之主持 P5144 燃灯佛 燃灯 泛名Dipakara 因一提和结罗 提环节 又作燃灯佛 普光佛 定光佛 未于过去世为释迦菩萨受臣道祭前之佛 修行本起经卷上载 提和为国 范Dipakara 有圣王 明登圣 亡灵命中时将国妇托太子定光 太子之世之无常 妇受国于其地 而出家为沙门 后成佛国 时有范至如同 直欲定光佛之油化 买花供佛 佛位如同受来世成道之计 此如同及后来之世加穆尼佛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 遗嫌于经卷三 无量寿经卷上 放光斑若经卷六 心地观经卷一大制度 论卷九 P5144 燃灯会 又做燃灯会 诸经典中君载 在佛塔 佛像 经卷等前燃灯 即可的大功德 故燃灯系一种供养 后形式化而成为法会 在绿点中言 灯源为僧房照明所用者 摩赫僧指绿卷35 大二二五一二下 燃灯时当先燃照设立即形象前灯 礼拜以 当初灭之 四燃侧屋中 若坐禅时智者 应燃禅房中 应畅言 朱达德 咒愿灯随喜 燃灯何时成为例行之事 则不确定 依东进法显之佛国 即中居萨罗国舍卫成 摩杰提国巴连福义 竹沙师罗国 魔头罗国等条中 关于燃灯之技术 可知当时于印度种种法会 中即以行燃灯 但燃灯会之成为 一独立法会或行事 则始于我国 依经典史籍之记载可知 燃灯会在我国及日本 历代均颇为盛行 增议阿含金卷38 无量寿金卷下 大宋僧史略卷下 批5144 焦山 为江苏镇江之东 孤置在长江中之小岛屿 与南岸象山对峙 又称桥山 桥山 福玉山 营岛 传郊山之名史字后 汉楚氏交光三照不印 隐居于此 后人建郊公辞以四支 自古文人莫克来有者颇多 山中多古色古香之庙宇 大小凡十四所 山路有定会寺 为江南著名古沙之一 据传建于东汉新平年间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一说建于唐代 称为普济寺 南宋景定年间 一千两百六十 一千两百六十四 重建 改称交山寺 清代康熙四十二年 一千七百零三 四定会四俄 曹洞宗睿白明雪之法 孙古乔治先驻此四十年 改匹替子孙治为十方传贤治 振兴曹洞宗峰 定会四位古沙圣帝 与福州古山寺同位 竟是中国曹洞禅之主要道场 莫宝宣碑克 为有名之四宝 并搜集有六朝制明清碑克 二百六十余方 为法师碑 陈建堂法帖及义贺名残客 踏片莫宝 颇为著名 其他如周鼎 道德精壮等 皆为四存名贵古物 西山摩崖提名时刻 有唐宋以来二百余名人提客 其中以米符 陆游等之提客最引人注目 新旭高僧传卷三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五十三 卷五十九 卷六十四 古经图书及陈山川点地一零四 中国佛教使下 蒋维桥 批五千一百四十五 郊山系 以郊山定会四为中心之曹 洞宗系普夏之一派 定会四建于东汉新平年间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五 石称普济寺 宋时有云门宗佛应乐援助此 南宋景定年间 一千两百六十 一千两百六十四 重建 改称郊山寺 明代洪至年间 一千四百八十八 一千五百零五 惠应重修 清代康熙三十八年 一千六百九十九 郡公 四十二年 帝次定会四额 后 曹洞宗瑞白明雪之法孙古乔治先驻此四十年 改批替子孙治为十方传贤至 大正曹洞宗峰 定会四岁成为我国近世曹洞宗之主要道场 清初 聚超清横长于诗文 这有戒安诗草 其法四姓缘绝权长于华言 持绿严谨 情形敬业 这座颇多 有宗敬目录 必敬皮尼 普明观法 出世上上禅 反约吉等 太平天国乱十 一千八百五十一 一千八百六十四 雾春 凡迪 超臣 一臣等死守定会四 乱后 借行大需整备迦兰 传授戒法 摄取净土教 举阳禅净荣和之宗风 P5145 交牙拜种 只不能发无上道心之二圣 因与草芽之枯椒 种子之腐败者无异 故称为交牙拜种 如为摩羯精卫 二圣如交牙拜种 不能发无上道心 P5146 交热地狱 交热 泛名陶佛 巴黎明铜 幼座烧热地狱 烧至地狱 炎热地狱 热脑地狱 热地狱 八热地狱之一 若烹煮残茧 或煎炒有命之众生 死堕此狱 若堕此狱 火随生起 烧至罪人 皮肉焦烂 苦痛心酸 万毒病治 据正法念处 金卷十载 焦热地狱有大烧 分途离家 龙炫 赤铜迷逆炫 铁货 鞋盒飘 饶骨髓 蟲 一切人熟 无中没入 大折磨 恶险暗 金刚骨 黑铁神刀 解受苦 那家重铸 恶火受苦 暗火风 金刚嘴风 等十六 受苦处 长阿含金卷十九 地狱品 大楼探金卷二 启示金卷三 历世阿皮谈论卷八 参月 八热地狱 三百一十一 批五千一百四十六 为人熙谈 全称各个为人熙谈 四熙谈之一 佛化导众生之教法 可分四个范畴 即四熙谈 为人熙谈乃佛应众生之根基与能力不同 而说各种出世实践法 令众生生起善根 故又称生善熙谈 大制度论卷移 参月 四熙谈 一千七百五十八 批五千一百四十六 为未来世经 即观无量寿经 因此经 因此经非为佛陀在世时之上根而说 乃为佛陀灭度后未来世之一切众生而说 故称为未来世经 此经乃佛陀印中印度摩基陀国为提西夫人之请而宣说净土往生之法 夫人依佛力选择西方净土为其往生之处 参月 官无量寿经 六千九百六十七 批五千一百四十六 为实施权 天台宗之教判用语 亦为未归于真实而施设权便之法 乃开权显时 废权力时之对称 十 究竟之只规 始终不改之真实义 为佛随自义之说 权 权宜 为赞用还废之方便义 乃随他义而说 其中 名为权者 指 五十 中之前四十 即华严时 陆院时 方等时 班若时 并 四教 中之前三教 即藏教 通教 别教 名为使者 指第五十法华原教 于尔前四十所说斗基义物之法 皆细为使之规于法华真实之妙原而暂时贾力之方便全说 故称 为实施权 法华经玄一卷一序 卷七下 法华经世千卷一法华经斯计卷一批五千一百四十六 魏林道配 一千六百一十五 一千七百零二 明末清初曹洞东森 福建建安人 俗姓丁 浩吕伯 菲亚首 自魏林 法名道配 董角云贤之四 十四岁入白云寺出家 言诀经教 是永诀元贤数年 又往天同山参学云月 人物而彻悟 炫富百丈山 捷安修静五年 后移居古山二十余年 一一者胜重 康熙四十一年世纪 世寿八十八 著述宏贤 人王班若经和书三 华言经书论转要一二零卷 法华文句 转要七卷 佛祖三经指南三卷 魏林道配禅师 丙福录二卷 吕伯安稿四卷 禅海十真一卷 四十二章经指南 佛仪教经指南 古山录六卷 班若新经请义说 八十八佛颤 准提颤 八愿文著等 五登全书卷六十三 兴续高僧传卷六十三 禅祖念佛集卷下 P五千一百四十七 魏林道配禅师 丙福语录 请参阅丙福语录 魏林禅师 丙福语录 请参阅丙福语录 魏林禅师 海山录 请参阅海山录 牌 标示之闸 禅林告知大众 种种事情时所用之木牌 通常长约四十八公分 宽约三十八公分于 若依其所揭示之事项而分类 则有依森重寿戒年数而排列之戒腊牌 告示静脉王森一物之畅一牌 魏报上堂而挂于法堂之上堂牌 魏报早成座禅而挂于森堂前之座禅牌 及小餐牌 放餐牌 朴请牌 开玉牌 放生牌等 赤修百丈清规卷七戒腊牌条 禅院清规卷一卷二卷四卷六 虚唐至于禅师与鹿卷四 禅林向器尖锤说门 批五千一百四十七 牌卫 卫书写王者姓名以便祭祀之长方形木牌 右座卫板 卫牌 神主 神牌 神板 主牌 灵牌 此风俗原自如家 如礼于长约十至四十公分之长方形木牌上 书写王者之官位及姓名使神灵有所欺止 儒家此种风习始于东汉 其后佛教家以言用如颂戴禅家及用之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千画条 大四八一一二九上每日三十上茶汤及重讽经 四银牌位入祖堂则止 或呆心注持至方入祖堂有佛式 牌位之风习与禅宗同时东传日本 约流行于连仓时代以后 而以江户时代最甚 在日本牌位一般以 位牌 称之 通常人为死之前先至此位牌 即称寿牌 入位 日本天皇之寿牌 称为天牌 供养所有亡灵之牌 称为三界万灵牌 日日供养之牌 称为日牌 每月供养者 则称月牌 又安置信徒之位牌 而举行佛式之殿堂 称为位牌堂 禅灵象器兼徒牌门 批五千一百四十七 犹豫不成过类 英明用语 犹豫不成 犯语 sad 又作犹豫不成 英明三十三过中 因十四过之一 四不成过之一 语两句不成 随一不成 所一不成 共称四不成过 急于英明对论中 若提出疑论是 立论者在心怀疑惑 犹豫时提出 未能确定虚实之因 理由 所招致之过失 英明入阵理论 大三二 一一下 于物等性起疑惑时 未成大种和合伙 有而有所说 犹豫不成 盖印度未热失之地 多草丛蚊虫 烟雾亦多 经立论者见远处 朦朦朦朦有物 依依直上 似烟似物 不能辨其体是烟事物 若于此时提出 笔处有火 宗 命题 有烟固 因 之论是 对方遂问 果是烟否 立论者于此即无从作答 此即由于论据 犹豫不确定 而招致 不成 之过失 英明之目的 在于开悟他人 令其发起 确然不移之正志 经立论者 却欲以犹豫之因 来正成犹豫之宗 其所启发者 亦将成为 犹豫不定之志 未能符合英明本质 故英明列之为过失 此过又可大别为二 若所提出之 英 未立 立论者 敌 问难者 所共疑 则造成两句 犹豫不成过 若于立 敌双方之中 仅有一方怀疑 则造成随意 犹豫不成过 于英明入正理论书 卷中 莫富将此二类细分为 六 一 两句全分犹豫不成过 二 两句一分犹豫不成过 三 随他一全分犹豫不成过 四 随字一全分犹豫不成过 五 随他一一分犹豫不成过 六 随字一一分犹豫不成过 英明论书明灯超卷四莫 英明论书 瑞元纪卷五 英明入正理论物 他们浅世 陈大齐 参阅 四不成过 一千六百六十一 批五千一百四十八 犹豫相似过类 英明用语 为古英明之祖族目所立英明 四能破 十四过类之地六 于英明对论中 敌者 问难者 对立者 立论者 所立之量 论事 强为分别宗 命题 即因 理由 知别意 并为对方所举之因 犹豫不定 不得正成所立之宗 于正确之论事 强复过失 而自招之过悟 例如佛弟子立 身世无常 宗 情勇无见所发性故 因 辟加平等 欲 之论事 敌者非难之 为 如为身世无常 情勇无见所发性故 然此无常有二 如之无常 只生起无常 或只坏灭无常 又情勇之应有身 显二种 身者 此法本来无而今有 可成立无常 如凭为人工所造 未生起之因 终必归于坏灭 显者 本来即有 由今而显 可成立常住 譬如早景 水本来即有 仅以人工显之 故未常有 今如情勇之应 止生 或止显 如是乳所立之宗 岁尘犹豫不定 此虽双标二义 然即在阴上出过 附和能以此阴正成 身世无常 于上述之对论中 立者所具 身 之宗系 就坏灭无常之义而言 非只生起之义 然敌者化舌天足 妄家 生起 之说 又立者所具 秦勇 知阴系 针对 生起 知义而立 无常 知说 敌者却又望分身 显之别 徒使所证之 因悦行混乱 且敌者已早景 而未显 因未常住 亦未似事 而非之说 盖井水 虽因人工 凿出而显 终归消灭 亦未无常 不得依显 隐于否 而望别常 与无常 事故之力 者所具 因之 秦勇 无论其未深 未显 皆未无常 并无 不定 知过 闲 然敌者 强加非难 即自招此 依犹豫相似之过 又此过 相当于是 轻如实论 道理难品中之 以难 英明正理门论本 英明论书 瑞元纪卷八 英明十四 相似过 类略是 为闲 现代佛教学术 从刊 二十一 参阅 十四 过类 四百一十五 英明 两千两百七十六 批五千一百四十八 琵琶 范语 Tuesday offer 或 V 又一座笔八 批把 琵琶 别称 胡琴 国父 三五 弦乐器之一 全长约四十八公分 动面成琵琶形 张四贤或五贤以波挑弹奏 本位印度及西域之物 传入我国后 颇为流行 为国乐乐器之一 又据药师流离光王七佛本愿功德经念诵以鬼公养法记载 密教持国天之池物及琵琶 胎藏界曼图罗外金刚不愿之变才天 及二十五菩萨来迎图中之光明王菩萨一弹奏之 后又传入日本 而为亚勒中之主要乐器 法华金方辩平 佛本行集经卷二 卷十四 大佛顶首轮严经卷四 正法念处经卷十三 石颂律卷十九 洛阳嘉兰记卷五乌场国条 西陵阴一卷二 文献通考卷一三七 批五千一百四十九 画柄冲击 禅灵用语 意味纸上所惠之柄不足以冲击 禅宗用画柄比喻文字 语言之无用 修行者无法借此了脱身死 景德传灯陆卷十一香炎至弦条 批五千一百四十九 画谱 请参阅苦瓜和尚画语录 一 范语 为小陈有部所说心不相应刑法之一 四项之一 只是物之便亦衰败 据舍论卷五 参阅 四项 一千七百三十二 批五千一百五十 一口同音 为多人与同时发同一语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大九 三八九下 十三大事 一口同音而白佛言 大佛顶首人严经卷五 南本涅槃经卷十 批五千一百五十 义方便 即止佛为使众生开悟所用之特义方法 后代诸诗根据不同经典 所作之解释各义 一 法华经方便品 大九 八下 更以义方便 注显第一义 根据此经文 法华文句卷十二乃解释为 若用妙之之官即是十项之方便 若用七方观而注显第一义 则称为义方便 二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三四一下 佛告为提息 乳是凡夫 心想雷劣 为得天 不能远 诸佛如来有义方便 令乳的见 根据此经文 至已知观无量寿经书认为 义方便即是该经所说之十六观 而非以直观称为方便 又以佛力之故而见比佛国义事便 法华玄赞卷四 观书许一分 观无量寿经义书卷上 随代会远 观无量寿经义书卷中 宋代元兆 批五千一百五十 义事五师 佛陀 无灭后百年间四地传持法藏之五位佛弟子 戏相对于幽波多门下之五位高卒 同是无师 而称 据阿玉王经卷七 佛弟子五人传持法藏因缘品载 至尊父法藏与摩赫加叶后入涅槃 摩赫加叶赴阿南后入涅槃 阿南赴莫田地后入涅槃 莫田地赴舍纳婆斯后入涅槃 舍纳婆斯赴幽波多后入涅槃 达摩多罗禅经卷上与萨婆多部纪目录五十三族中 亦载有此五师次第传承之说 即藏等一 佛灭百年幽波多出世之说 而为此五师传持法藏各为二十年 但此说恐非确切 又关于此五师 亦有一说 赴法藏因缘传卷二中不列莫田地一师 而加入提多家 佛大拔陀罗师宗相成一书中 则略去摩赫加叶 上述为北传佛教所说法藏传持之次第 南传佛教所传 别出五人传持绿藏 即善见绿皮婆沙卷二所在 第一幽玻璃 范阿普利 八童 第二妥协居 八迪萨卡 第三虚纳居 八苏纳卡 第四西加婆 八西加巴 第五目尖连地虚 八摩格利普特 提萨 此五师于严福利的 以绿藏次第相互不令断绝 然 传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三则举幽玻璃 陀沙婆罗 树提陀婆 齐多 根户等二十七师次第相互传持绿藏 三论玄意卷下出三藏计即卷十二 P5150 一生 范与佩赫森 佩赫森 佩赫森 因译 毕利托哥纳 全称婆罗毕利托哥纳 范比拉 佩赫森 佩赫森 意译于一生 旧意为凡夫 心意为一生 凡夫轮回六道 受种种别意之果报 又凡夫起变意而生邪见造恶 故称一生 有关一生之羽意 据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五载 一生之意及起一类之见 一类之烦恼 造一类之业 受一类之果 一类之生 又据成为十论数计卷二本载 意有二意 一 别意 为圣者为生于人天去 而一生乃通于无去 二 便意 为一生转变为邪见等 生 细生类之意 以意于圣人之生类 故称一生 大日经书卷一 玄印英译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参阅 凡夫 七百三十 婆罗比利托哥纳 四千四百六十二 P五千一百五十一 一生性 半语P-Dag Janetva 就意味凡夫性 凡夫者 乃指六道之中 未得佛法之有情众生 一生性 即众生成为凡夫之依据或原因在于不得佛法 意指凡夫之于一生性 一生 即凡夫 意 含有别意 便意二意 因凡夫轮回五去 或六道 受种种别意之果报 又凡夫由种种变异而生邪剑 造诸恶 故称一生 准次 一生性即只使众生成为凡夫之本性 以及通常所谓 剑或 知凡脑种子 关于其体性 诸部之间有意说 一 小臣独子部 认为一生性系以欲界见苦所断之烦恼 及时随眠 为其体性 属于欲界所欺负 具有染污性 而为 见到位 时所断除者 设于 相应行运 中 二 小臣说一切有不知正统主张 认为圣道之非得 亦即不能获得圣道 知性 为一生性之体性 属于三界所欺负 不具染污性 而为 修道位 时所断除者 设于 不相应行运 中 而别有字体 三 小臣经部 不另立体性 而以圣法为 生时相续之分 为差别称为一生性 此系一种 甲利 知一生性 亦即不承认 有一生性存在 而仅甲利名相 已说明之 四 为时大臣 亦属甲利之一生性 急于分别而起的烦恼 所知二障之种 自上甲利为一生性 而一生之凡夫 若能致见到位 时永断此二障 方可称为圣者 亦即已分别而起之二障 为一生性 若不断此性 则不得为圣者 雇出的所断之祸 又称为 一生性障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五 巨舍论卷四 成为时论卷九 成为时论数计卷三 P5151 一生低阳心 略称阳心 十住心之第一 一生 即凡夫 一生低阳心 为凡夫之余 吃无智 犹如低阳为念饮食 凡夫不便善恶 但自三毒 贪者五欲 不幸地欲恶报 昼夜行恶夜 无惭愧之心 不忠不孝 不顾人伦五常 或其断见 波无因果 或其常见 不幸轮回 生死命中 必堕恶去 故此心品 以三恶道配之 大日经卷一柱心品 大日经书卷二 密藏宝药卷上 十柱心意灵卷上 P5151 义安心 日本佛教用语 即违背祖师传承之 安心 其意于正统之宗义见解 盖各宗皆有宗祖传承之 安心 法义 违背此安心之义流 名为义安心 又称义解 义记 义义 协义 协流 密室等 日本真宗古来最众安心 故常用词语 真宗安心 义正纪是 义安心史 P5152 义见 只因烦恼而起之恶见解 四分率卷三十二 大二二 七八六下 一于义见 乐于潮哭众生 义是乐于潮哭故 与缘起法甚深难解 佛地子应不为一切别解 别行 义见 义执 义学所迷而有所退 诗轻动 P5152 义信空 为为时宗所立三空之一 又坐不如空 远离空 为以凡夫迷惘之情 名望之为时有 其时无体而不同于真性 此系三性中 依他其性 知法 辨中编论卷中 中编分别论卷上 辨中编论数计卷中 参阅 三空 574 P5152 义法相似过类 英明用语 古英明之祖族目所立英明 四能破 十四过类之第二 于英明对论中 敌者 问难者 再搏斥力者 立论者 时 以对方所引证之同欲 作为自己之异欲 并以之攻击非难对方 强说对方犯 不定过 然时为敌者 自己违犯此义法相似之过 例如佛帝子立 身世无常 宗 命题 情勇无见所发性故 因 理由 之论事 其同欲为 凡情勇所发者 皆是无常 辟如平等 亦欲为 凡是常者 皆非情勇所发 譬如虚空 敌者欲破赤之 遂为 虚空是常 非情勇所发 身是情勇所发 即是无常 平是无常 有直爱 身即无直爱 应是常 又平是无常 无常之法 必有直爱 则可反显 身无直爱 故身应是常 由是乳犯不定之过 而以不定之故 究竟以乳 所作性 之因 据平为同欲而成立 身是无常 或如我义 或如我义 无直爱 之因 具平为 抑郁而成立 身是常 概于英明各种规定中 义品须具有 无性 方能反显 如敌者所举之义品 平 虽已有直爱之故 纵许反显 身是常 然其 直爱性 仅于宗宾辞之 无常 具有部分义品之关系 而义品中负有心 心所义有部分关系 为无直爱性 是无常 亦可用以转正 身无直爱 身应是无常 经敌者仅以 平之直爱 正成 身未常 而不以 心 心所知无直爱 正成 身之无常 系由于缺乏因三相中之 义品无性 而令自己之论点无法确立 故意无从拒以驳斥对方 英明正理门论本 英明论书瑞元纪卷八 英明十四相似过类略试 为贤 现代佛教学术从刊 二十一 参阅 十四过类 四百一十五 英明 两千两百七十六 批五千一百五十二 义品 泛语 S-Packet 英明用语 一 同品 之对称 性质不共通之品类称为义品 如 无常 与 常住 互为义品 英明正理门论 英明入正理论 二 被证明不同时存在之物是 如 无常 与 虚空 互为义品 英明入正理论 三英明称与宗 命题 之后成 数词 性质相义之品类为义品 英明入正理论 大三二 一一中 义品者 位于是处 无其所利 义品 包括 宗义品 和 因义品 二类 然英明中所犯称之 义品 一般多系 只宗义品而言 所谓宗义品 凡事物不具有 所立法 中所说之义者 均属宗义品 如历 身为无常 知宗 无常 为所立法 虚空 等不具有无常之性质 故属宗义品 英明入正理论 书卷中末 英明入正理论 物他们浅室 陈大齐 批5153 一品一分转 同品变转 不定 英明用语 英明三十三过中 英六不定过之一 略称一分同全 不定过 一品一分转 泛语 VPK VTTI 同品变转 泛语 SAPK VYPK 不定 泛语 N AIK AIK Antica 此乃 尽与宗 一品有部分关系 而与宗 同品具有 全部关系之过失 以及缺乏因 理由 第三项之过失 相当于 九句 因之第三句 同品有 一品 有 非有 例如例 身为情永 无间所发 宗 命题 无常性 故 因 理由 如品 电 虚空 欲 辟欲 之论事 凭具有情永 无间所发 之性质 故为宗 同品 又品属 无常性 故随 无常性 之 因 所依转 电及虚空 不属 情永 无间所发 性质 之事物 故为宗 一品 而两者 中 电属 无常性 虚空 不属 无常性 如是则无常性 之因 虽全部变转于宗 同品之 因 与 云 一品 之 电 等 然却不通于宗 一品 之虚空 另如例 某假设男子 宗 不产 子 故 因 之 论事 此时男子 为宗 同品 女子 为宗 品 而男子 与不产 子 之间 具有 全部 关系 即全部男子 皆不产子 然若 警救 不产子 之因 不能证明 某甲 即是男子 之宗 此因 亦有 不分于 此不产子 如是德 不产子 之因 仅仅 仅仅 通于宗 一品 之 部分 此 即 一品 一分 转 同品 便 转 不定 之 过失 英明入正理论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中末 英明三十三过本作法转解卷中 英明正理论 论悟他门前世 陈大齐 参阅 英明 二千两百七十六 批五千一百五十三 一品有 英明用语 有 全有之义 英明称宗一品全部均具有 能立法 所说之义者为一品有 例如申论师对佛弟子立 申为常 宗 命题 所量性故 因 理由 之论是 其中 常 为 所立法 所量 为 能立法 亦指思想之对象 于此论事中 凡不具有常性者 如凭 皆属宗一品 而凭及其他任何不具有常性之事物 皆无一不可成为无人思想之对象 甚至如归毛兔脚等 不仅不具常性 且根本虚幻不存在 然乃义能成为无人思想之对象 故称一品有 批五千一百五十四 一品有非有 英明用语 有非有 部分有 部分无之义 英明中 宗一品部分具有 能立法 之义 部分不具 能立法 之义者 称为一品有非有 例如圣论师对 身论师立 身为情勇无间所发 宗 命题 无常性故 因 理由 之论事 其中 情勇无间所发 为 所立法 无常 为 能立法 于此论事 中 凡不具有情勇无间所发之性质者 如空 殿等 皆属宗一品 而 空 不具有情勇无间所发之性质 亦不具有无常之性质 故为 一品非有 殿 不具有情勇无间所发之性质 然具有无常之性质 故为 一品有 如是同于宗一品中 部分具有能立法之无常性 部分则不具 故称一品有非有 批五千一百五十四 一品非有 英明用语 非有 全无 无之意 英明中 宗一品全部均不具有 能立法 称为一品非有 例如佛弟子对身身论施力 身为常 宗 命题 所作性 故 因 理由 之论事 其中 无常 为 所立法 所作 为 能立法 于此论事中 凡不具有无常之性质者 如须空 皆属宗一品 而须空等 不具有无常性之事物 皆无一具有所作性 故称一品非有 批五千一百五十四 一品便无性 犯语非不及阿萨特发 英明用语 英明三之做法中 因 理由 三相 三特质 之第三 与 一品非有 意义相同 意 别之意 一品 即指出宗 命题 之后成 宾词 范围以外之其余一切法 无性 乃全无关系之以 即因与宗一品之间全无关系 如是则宗一品全部皆不具有 能立法 自然亦无法确立 因 之以正成 宗 之 参与 参与三之做法 五百三十四 批五千一百五十四 一相 依四相之一 据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义 衰变之义 即令一切有位诸法便义衰败之法 此法非色非心 为不相应行运所设 然据舍论为其为实法 为实论等则以之为分为假力之法 参与 四相 一千七百三十二 二位 一相 之对称 一切法其自性差别 非为一元之义 一切法意为外道皮试诗论诗之说 中论 八部 中之 非义 即破斥此说 外道小乘四 中论 参与 一相 五十七 八部中道 两百七十五 三六相之一 为 痛相 之对称 义 差别 差异之义 指一切诸法各各相亦之状态 如瓦 识 助 传 两等形状各异 为一相 又瓦 石 助 传 两等和合成乌舍 乃何利而不相悖 故称痛相 参与 六相 圆融 一千两百八十 批五千一百五十四 一相 巧方便 六种巧方便之一 菩萨 为广度众生 献乖一田慧之相 使不顺其教者畏惧 令其舍恶从善 参阅 六种巧方便 一千三百零一 批五千一百五十五 一成 身文众之一 只无量寿 只无量寿经之听众 于大阿弥陀经称为摩赫波罗眼 庄严经中称为波罗眼尼纸囊 平等绝经称为世界巨 如来会称为驻彼岸 以其戒行隐粹 故称一成 批五千一百五十五 一直 只所知 持之见解 有备于正理 称为一直 如外道执着 我身为时有 观无量寿佛经书卷四 大三七 二七一中 顺教修行 涌出一措 不为一切别解 别行 易学 易见 易直之所退 诗轻懂 教行性正卷六末 批五千一百五十五 一步 指不同之宗派 如佛教中之种种宗派 学说 一步宗伦论数计 万绪八三 二一一下 一者 别也 不者 类也 人随理解 情见不同 别而为类 名为易步 此外 又指议论之对手 批五千一百五十五 一步宗伦论 泛名三美 一步宗伦论 全一卷 印度士友 泛 西元一 二世纪 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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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玄藏义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九册 一步 指部派各义 宗伦 指各部派宗旨护义 如轮转不定 系小城佛教之作品 以说一切 以说一切有部教义为基础 并叙述小城佛教二十部派产生之经过 及各部派教义之义同 为研究部派佛教使者所必读 其议议本有真谛之十八部论 或一位谣情纠摩罗时所议 不知议论各议卷 注释书有窥击之一步宗伦论数计议卷 大唐内典路卷四 开元式教路卷七 卷八 批五千一百五十五 一步宗伦论数计 全一卷 唐代盔基传 收于万序藏第八十三册 为一步宗伦论之著誓书 详誓小城二十部分裂之历史 及其教义 初未续文 叙述翻译及著作之由来 后世本文 全显一步宗伦论之意 本书之著誓书有 一步宗伦论数计目论五卷 丰山荣天 一步宗伦论数计四计二卷 至山海印 一步宗伦论数计别路二卷 丰山雾星等 批五千一百五十五 义语 泛语非二卖阿 丰山雾星等 英明用语 同语之对称 又作义品 义法 义法语 为英明二语之一 乃对宗 命题 及因 理由 举出一类一品事项之辟欲 并从中确定同欲之正确于否 例如例 身为无常 宗 所作性故 因 之论事 则其同欲为 若见诸所作性 皆无常 辟如平等 其义语则为 若见诸非无常者 皆非所作性 辟如虚空等 二语之中 同欲乃自正面来直接推断所立之宗 义语则自反面来间接确定同欲之推断是否正确 故同欲必为 宗同品 兼 因同品 义语则必为 宗义品 兼 因义品 义即以同欲来表现 因三相中之 同品有性 而以义语来表现 义品无性 英明入正理论 大三二 一一中 义法者 若于是处说所立无 因非有 为若是常 见非所作 如虚空等 其中 是处 即止欲 所立 止所立法 所立法无 乃为谋所立法处 即止宗义品 因 止因中之能立法 即因同品之略称 因非有 乃为谱的不能立法 又因明之法 若采用义语来建立论式之作法 称为离作法 其内容应依照 先宗后应 知规定 异域之作法 若不完全 则成四异域 四世而非之异域 将发生五种过失 称为 四异域五过 即 所立法不浅过 能立法不浅过 拒不浅过 不离过 倒离过 英明论书 英明论书 瑞元纪卷三 英明入正理论悟 他们浅世 陈大齐 参阅 英明 2276 四异域五过 2775 P5156 亦亦相 随相之一 相对于身 住 亦 灭等四相之 亦相 法之亦种 乃能令亦相 其变异作用之法 身 住 亦 灭等四相 乃一切有为法 所具有之四相 然因此四相之自体 亦未有为法 故须令有令其身 住 亦 灭之法 此即身身 住 亦 亦 灭灭等四者 又称为随相 小相 与之相对者 身 住 亦 灭等四相 则称为本相 大相 参阅 四相 1732 P5156 亦端 在宗教学上 此只非自己所信仰之其他宗教而言 如受洗之基督教徒称信奉其他宗教为亦端 在佛教中称其他宗教或学说为外道 外教 外法 外学 意学 而佛教则自称为内道 内教 内法 内学 称教外点即为外点 而佛书则称内点 对外教一说一称一解 一记 一一 别解等 对不信佛教证法而令有邪见者称之为诽谤证法 略称谤法 破法 断法 同于忤逆罪 乃堕地狱中最重之罪 批五千一百五十六 义手 范语 VIP KANSAS 旧义为果报 应义为皮波家 即一过去之善 二而得果报之总称 盖为果义于因而成熟 义手有种种解释 据成为十论卷二载 所谓义手细为因便为果 此 果之性质义于因 之性质 因 有善有恶 而果 具非善非恶之无际性 故自 因 成熟为果 其性质以便意为别类 然据成为十论数 记卷二载 义手义此有三意 一 义时熟 为 因 与 果 必隔世于一时而熟 二 便意熟 为 果 为 因 所便意而熟 三 意类熟 为 果 与 因 为意类 而由 因 所成熟 上纪三意中 说一切有不主张 意类熟 经不主张 便意熟 为时宗意主张 意类熟 说一切有不与为时宗虽同取 亦类熟 之意 然两宗所说只去不依 再说一切有不而言 无忌 由于力裂之故 犹如朽败之种子 完全缺乏因缘之意 故并不招感亦熟 以此之故 亦熟因 与 亦熟果 之关系 于四元中 配属 因缘 之中 再为时宗而言 认为等流习气之因 果均通于善 二 无忌三性 即为亦熟果中含有 无忌之轻因 故虽为等流之因果 然须有 业种子 知资助 才能引申无忌之果报 以此无忌之果报 与业种子相望 使称一熟 而此业种子 即称为一熟因 无忌之果报 则称一熟果 准此言之 一熟因对一熟果而言 即予以资助力之 增上缘 而此业种子 乃于第六十项应之善恶 思心所 知种子 上述 思心所 种子有两种功能 一 能自行生起 现行 知功能 二 能资助其他一熟无忌之种子 而令生之功能 就自生 现行 知意义而言 此种子乃是 轻因缘 亦即等流因 等流果 就资助其他一熟 无忌之种子而言 此种子乃是 增上缘 亦即一熟因 一熟果 又一熟因乃六因 一熟 能做 具有 同类 相应 行 之一 一熟果 乃无果 一熟 增上 适用 等流 离系 之一 能产生一熟果之能力者 称为 有一熟 反之 则称 无一熟 为时宗又将一熟分为 二 一 第八十 总报之果体 称为 真一熟 或单称 一熟 二 从真一熟 产生者 称为 一熟 生 例如 阿赖耶时 为真一熟 眼时等六 时则为 一熟 生 此外 生于地狱 恶鬼 出生 北聚如舟 无想天 等处之众生 因其不能文法修行 故称此等众生之世界 为一熟 障 此乃由于众生前世之夜 因招感应生 果报 而转生于此等世界 故称一熟 障 阿皮婆沙论卷二十 卷二十五 巨舍论卷二 卷二 六 巨舍论光绩卷二 巨舍论宝书卷二 玄英义卷二 卷二十三 参阅 果报 三千三百二十三 批五千一百五十七 一熟生 大小乘解释 故意 一 小乘 巨舍之看法 指由一熟英所生者 盖小乘总为由一熟英所生者 称为一熟生 故语 一熟果 为同一词 巨舍 路卷二 以四义解释其名 一 由一熟英之生 故称为一熟生 如牛所驾之车 称为牛车 二 所造之业制的果之石 变化而能成熟 称为一熟 此果从一熟而生 故称一熟生 三 所得之果与英互为别类 且系由英所成熟 故称一熟 此一熟即 生 之意 故称一熟生 四 于英之上 甲利果之名 故积称 英 为一熟英 所生之果 即称一熟生 参月 一熟果 五千一百五十八 二 大乘为时之看法 只由一熟所生 为时宗以第八十 总报之果体 称一熟 或真一熟 由此所生之前六十 别报之果 即称一熟生 乘为时论卷二 大三一 七下 一熟习气味增上缘 甲第八十 愁饮业力 横相续顾 利益熟名 赶前六十 愁满业者 从一熟起 明一熟生 不明一熟 有见断骨 成为时论卷八 成为时论数 记卷二末 P5158 一熟英 泛语VIP Kansas Hechu 止善 二二种能遭感苦 乐二果报之夜英 即一熟之音 又作报音 六音之一 即招感一熟 无忌果之善恶有漏法 依据舍论卷六载 井诸不善 即善之有漏法 为一熟音 而 无忌 由于其力薄裂 如朽败之种子 故不招感一熟 又无漏法 由于无碍润作用 故意不招感一熟 如真实之种子 无水之润卧 故不生 除此之外 其余之法 具有善与不善 故能招感一熟 如真实之种子 有水之润卧 而能生 盖小臣巨舍等不承认 有无忌因 无忌果 故仅以不善 及有漏善为 清因缘 而招感当来之果 于大臣为时宗 认为一熟果 含有无忌之清因 即以善恶之液种子 于未来是招感苦乐之果 为时宗是此 因 为 同类因 而非一熟因 但由善恶之种子 所生起善恶之现行为 输因缘 负乙之令 生起无忌之种子 故对无忌之现行而言 即是一熟因 而语 叶种子 亦熟习气 有之习气 等未同意之语 大皮婆沙论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聚舍论卷二 成为时论卷二 据舍论光纪卷二 卷六 参阅 六阴 一千两百五十六 有之习气 两千四百二十九 叶种子 五千五百零三 批五千一百五十八 一手果 一手果 梵语 VIP Kansas Falla 只由 一手因 所遭感之果报 又做报果 五果之一 聚舍踪以五根 即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生根 七星界 即眼十界 耳十界 鼻十界 舌十界 生十界 一世界 无见灭之一根 等之 无父无忌性 为一手果 然在大成为时 一切有情总报之果体 即第八十 称为真一手 从真一手所生之前六十别报 称为一手生 真一手与一手生 何称为一手果 而第七十 并非一手之种子 所隐身 故非一手果 由此之一手果 即止 第八十 以此时能含藏一切诸法种子 而成熟 朱根 十之果 如眼等 朱根 由过去 是所作善 恶之因 招感 今是苦 乐之果 今是所作善 恶之因 亦招感 当来 是苦 乐之果 故称一手果 大批婆沙论卷十九 俱舍论卷二 卷六 乘为识论卷二 卷八 乘为识论数记卷一本 卷二末 卷八本 参阅 五种果 一千一百八十 批五千一百五十八 一熟习器 为等流习器 之对称 只能招感三界一手果 之夜种子 即前六十之有漏善 恶业熏习第八十而生之夜种子 习器 为种子之意称 以其具有熏习之意 故又称习器 此夜种子即是第六十项因的善恶等私心所知种子 乃招感第八一熟是之增上缘 而第八一熟时则是一切友情总报之果体 此种子有二功能 一自身现行之功能 二资助其他一熟无际之种子 令身现行之功能 其中 自身现行之种子 称为等流习器 资助其他一熟无际之种子 称为一熟习器 盖茨乃一体之二用 并非远离等流习器而另有别体 所谓资助所生之其他无际之果 细止总报之第八十与别报之前六十 而第七十仅为无际 故非一熟因所设 又具有复辟圣道之性质 故亦非一熟果 又总果之第八十称为一熟或真一熟 别果之前六十称为一熟生 此一熟与一熟生 何称一熟果 成为十论卷二 成为十论数记卷二末 参阅等流习器 五千一百七十二 叶种子 五千五百零三 P五千一百五十九 一熟无际 一熟 为果报之义称 既 即判断 断定之义 无际 只不可断定为善 亦不可断定为恶 而为非善非恶之性 一熟无际 为无负无际 无所谓染尽之无际性 之一乃由前世夜阴所招感之身心果报 其性为非善非恶 不障甚道 不必心性之无际性 参阅 无际 五千一百零七 P五千一百五十九 一熟杖 半语 VIP K Farae 指众生由过去世之烦恼 也因而招感今世生于地狱 恶鬼 畜生等诸去之果报 又作报杖 果报杖 为三杖之一 四杖之一 又除地狱 恶鬼 畜生外 或亦生于人间 天上等 然生来即不能文法修持 因而障碍圣道 及其家行之善根 故意称为一手杖 如北巨卢洲 及无想天之果报皆是 大批婆沙论卷一一五 巨舍论卷十七 巨舍论光记卷十七 巨舍论宝书卷十七 巨舍论诵书卷十七 P五千一百五十九 亦熟识 范语VIP Kansas VHNA 因一匹波加疲若南 为阿赖耶十之一称 乃因果叶报之主体 为十家以阿赖耶十系 由善恶业所熏习 以业种子为增上缘而 遭感一手果 故称一手识 为阿赖耶十之果相 前六十岁亦为一手果 至成佛果实 无论一手之因或果 全部存在 戒时即无此名 幼时之三能辨中之初能辨 即以一手能辨 称之 摄大成论本卷上 成为十论卷二 卷三 卷五 卷八 成为十论数计 卷二末 卷八本 参阅 三能辨 六百零二 阿赖耶十 三千六百七十六 批五千一百六十 一致不成 三不成之一 止净土与惠土皆以 真如实相为本体 非由全一致本质 各别成立 故称为一致不成 是净土群一论卷一 参阅 三不成 五百二十八 批五千一百六十 一类中行 一类 只属于佛果位以外之 因为 如菩萨 众生之类 一类中行 只行于一类之中 八愿立身之菩萨 于悟道后 为救度众生 不住涅槃菩提之本成 而出入生死之迷界 自愿处于六道众生之中 以忌妒一切友情 景德传登陆卷八南全普愿章 大五一 二五七中 一日诗世众云 道各如如早世遍也 今时诗森须向一类中行 归宗云 虽行处身行 不得处身报 批五千一百六十 一类注业 为同类注业之对称 又做一类善根 于往生净土之注业中 不直接属于弥陀之业 而与念佛正业相亦之发菩提心 启利塔相等之行业 称为一类注业 参月正注二页 一千九百八十七 批五千一百六十 一类无碍 一类不相同之种类 一类无碍 指不同之种类互设而无碍 如水与火 水与的相设而无碍 为同类无碍之对称 批五千一百六十 一体门 指一法与多法成为个别之体用 为同体门之对称 华言宗为一切诸法一一相议 各由不同之因缘而生 彼此体用差别非为一意 于因六意中 此为呆缘之意 有相及相入二意门 参月一体相入五千一百六十 一体相及五千一百六十一 批五千一百六十 一体相入为华言宗显示 世事无碍缘容的一门之一 一体为同体之对称相入为相及之对称 一因六意中之 呆缘亦而立一体门 万有生起之因缘 有、有利、与、无利、二意 缘起之诸法皆由自 他相依 如集合著 两、瓦、时已成乌 缺义则不可 一、有利、与、无利 之互相关系 而亦多相容 无碍自在 以有利设无利 利用交涉 互相相入 称为相入 若彼此同时皆为 有利、或、无利 则不能成立缘起 自以时文前未辟喻 从一至时来数一体之前 从一至时未向上去 从十至亦为向下来 就像上述来说 亦为本数 此一非只单一 乃圆成之一 而能成二 三乃至十 即一中之二 一中之三 乃至一中之时 若无此一 则不能成二 三乃至十 故意为 有利 能设二 三乃至十 其余九门亦然 一一皆有十 此为向上数之相入门 向下数亦有十门 即时设一 此时未原成之时 若无此时 则不成一 故意为 无利 而归十 其余九门亦然 此即向下数之相入门 华言经探玄记卷一 华言五教章卷四 参阅 一体相及 五千一百六十一 批五千一百六十 一体相及 为华言宗显示 世事无碍圆融 的一门之一 一体 为 同体 之对称 相及 为 相入 之对称 一应六 一中之 呆元 一而立一体门 即缘起之诸法 旧 体 而言 诸法皆具有 空 与 有 二意 互相相及而无碍 以诸法无自尽 故为空义 诸法依因缘而生起 甲有之相 故为有义 如甲乙二方 甲有 以空 之实 甲为主 而解于表 以 为伴而隐于里面 反之亦然 若甲乙皆为 有 则相爱而不相及 反之 甲皆为 空 则无可相及 皆不能成立 缘起 直闻 前未 语 从一致时来 数一体之前 由一致时未向上去 从十致意 为向下来 就像上去而言 由一致时时门 一者 一及时之意 此一非自信之一 乃原成之一 若无一及无实 故意为有体 其余皆为空 既为空有 臣 亦 多相及 此一及时 准此 由一向上乃至地时 皆然 就向下来而言 亦有时至意之时门 亦者 十及亦之意 此时非自信之时 乃原成之时 故意为无体 其余未有体 既为空有 故臣 多亦相及 此时即是意 准此 由十向下 乃至第一皆然 以上亦多之体 互为有无而相及 故能臣就缘起 反之 若不相及 则不能臣亦多 盖亦若非及时 则虽有己多一 然仅为多个之一 而终不能成时 经济亦能为时 事之亦即时 又宜若非即时 时即不得成 时若不成 则亦之亦亦不得成 如此亦多之诸法 其体互为空有 而相及 世卫一体相及 支援起门妙趣 华言精探玄技卷一 华言五教章卷四 P5161 一体重字 指二个以上之一种字 相叠合成之 西弹子音字 重字 又作合成字 复合字 如 Ki X 字为一种字所合成 于西弹体文 子音字 三十五字中 有十字为口生 其中 最后二字之 LLA 烂 即即为二种 重字之粒子 为当体重字 乃同一 LA 罗 字所合成 为一体重字 乃Kansas 与A 二一种字 所合成 参阅 西弹 四千五百六十四 P5162 痛烧众生 指众生 因造恶 而于现在 未来所受之果报 痛 指现在之恶报 烧 指未来之恶果 安乐 即卷下 大四七 一八中 诸今熄灭 如来悲哀 痛烧众生 特留此经著世百年 此外 于无量寿 经卷下有 五痛无梢 之说 参阅 五痛无梢 一千一百六十三 P5162 八下品 十善心 十重发心之一 下品 指于做善之时 即生后悔心 十善 指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两舌 不恶口 不起欲 不贪欲 不甜慧 不邪见 众生念念 生起欲 圣人之心 轻他重己 而外扬人意 直阿修罗道之种 称发下品 十善心 华言经随书演义 超卷三十五 P5162 发心 又做初发意 心发意 心发心 初心 发意 一指发愿求无上菩提之心 发菩提心之略称 即发祈求解脱苦难 往生净土或成佛之愿望 菩提心 乃一切诸佛之种子 静法常养之良甜 发此心 情形精进 以速正无上菩提 翻译名 一集卷十二载 有三重发心 即 一发大致心 欲以智慧 广求一切佛法 普令众生 皆得法喜之乐 二发大悲心 此免一切众生 轮回生死 受种种苦 誓愿就拔 三发大怨心 一四红世愿 发无上菩提之心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世事要揽所载三重发心位 一 厌离有味发心 厌恶世间皆是有味之法 能招感三界生死之苦 欲求出离此苦 即发心修行 二 所求菩提发心 素有善本 俱正之见 欲求出世妙道 即发心修行 三 饶意有情发心 其慈悲心 敏念世间一切众生受生死苦 即发心修行 愿拔其苦而与其乐 参阅 菩提心 五千两百 二 于日本净土真宗 指出入佛道 或心境出家的度之同难 P5162 发心寺 日本曹洞宗宗寺院 位于福井县小市福园 山号林松山 大永元年 1521 前光路代府武田三品园园光所开机 tendencies 中研宗宗宗为开山 足复 事院 庆代 Kant 1871 1961 为曹洞宗土 我著名之禪师,大正十一年,1922,驻本寺,任二十七市住持,涉化参禅行较僧盛盛多。 P5162 发光,唐代僧 河南汝洋人,俗姓洋 历代祖先皆未官患 师每见罪人,哲探曰,人本无罪,无名献之,地狱本无,素叶感之,遂发愿至少林寺出家。 经言戒律及诸教成,后立诸方,至姬族山,创建十中寺,大红法画,是称十中发光禅师。 身足年不祥 增定佛祖道隐卷四,虚云,P5163 发光的,菩萨时的知地三地 应修持佛道,而开发及明镜知慧光,故称发光地 十的经卷十,八十华眼卷三十五,P5163 发真,即发起自己本有之真性 伦延经卷九,大一九,一四七中,如等一人发真归原,此时方空皆西消云,P5163 发起,止物之初起,又作发处,或止激阳鼓动他人。 诸为摩羯经卷二,大三八,三四四上,欲令其显为摩羯便才殊胜,发起众慧,此外,发起信心之一念,称为一念发起。 又引发佛说该经因缘之大众,称为发起众,P5163 发起序,二序之一,为正性序,之对称。 在诸经序分中,谨记该经个别之发起原由之序文,称为发起序,又称别序,而总通诸经之序文,称为正性序,又称通序。 如于诸经之时,通常以,如是我文,义时佛在,等文,性,时,主,处,重六事,为正成性,故称正性序。 而法华经于,而时事尊为四众围绕,等经文以下,即叙述入定,与华,动地,放光等之祥瑞,此等祥瑞皆仅限于法华一经发起之说,故称发起序。 P5163 发起众,只开端发起之众。 听法四众之一。 即能见之时机,发起集会,发起瑞相,发起问答等之众,称为发起众。 如法华经之会作,由于设立福三请佛陀而发起法华经之说法。 法华文句卷二下,大三四,二六下,发起者,全谋至箭,知机,知识,即阳发动,成办利益。 如大象壁术,始象子的宝。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五,P5163 发菩提心论,一帆二卷。 天清者,揪摩罗十一。 全称发菩提心经论。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共分十二章。 内容细就发菩提心儿论,据大成经论,小成阿皮达摩论书,而详细注释,分类,并说明法术。 二拳一卷。 唐代不空译。 全称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论。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本论共立行愿,圣意,三摩地等三门,叙述菩提心之形象。 参阅,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论,三千五百五十九,P五千一百六十三。 发菩提心经论,请参阅发菩提心论。 发志论,请参阅阿皮达摩发志论。 发业论生,为由或起业,由或论生,即由烦恼之论业,而引生未来之果。 此系或之两种作用,为时宗以此说明众生流转生死之根源。 所谓发业,系指发业之或之作用,乃以分别起之烦恼为主,其中更以与第六十项印之分别无名所发之业为主,又通于俱生起之烦恼。 以分别起之烦恼为主者,此系就形相增胜而言,以分别无名为主者,则是由于与他或相比而有殊胜之作用。 所谓润生,系指润生之或之作用,即具生起之或,乃以与第六十项印之贪烦恼为主,例如灵中若有贪爱之或,顾炼字体及境界等,由之碎润,中有,之生,此为增上之用。 相当于十二因缘之之,取二之,能滋润五果之种子,令生现形,故称润生。 其中,有正润与助润之别,正润生,为聚生起之或,于修道时断除之,助润生,通于分别起之或,为剑道时所断除。 此润生之或,若于凡夫,必有现形,圣者则不然,二圣三果无现形之贪爱,而仅为众子之润生。 然七的以前之菩萨,为立他之行,故其或,是为现形之润生。 又据舍宗以御界九品之修或能招感七大生,此乃意为于御界九品之修或上具有润生之作用。 令于天台宗之教义,为三圣共识的知地九菩萨的,为化他之行,乃有,伏习润生,之作用。 此即为菩萨以其誓愿力而添力于见思习器中,并以知发业润生,受生三界。 据舍论卷十,瑜伽师的论卷五十九,成为十论卷八,据舍论光纪卷十,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五本,参阅,或,四千九百四十三,批五千一百六十四。 发浅召唤,只是尊在娑婆世界发浅众生往生净土,而阿弥陀佛于净土召唤众生往生,略称浅患。 据善导观经书散善意之二合辟所在,譬如有人欲向西行百千之礼,于中途呼见二合,南为火合,北为水合。 二合各阔百步,南北无边,于水火中间有一百道,阔约四,五寸,此道从东岸至西岸,一长百步。 水之波浪交过湿道,火焰一来烧道,水火相交常无止息。 此人既至空旷处,仅见群贼恶受欲来杀害。 此人不死只走向西,见此大合即自念言,大三七,二七二下,此和南北不见编判,中间见一百道,即是狭小,二岸相去虽尽,何有可行。 今日定死不宜,遇到回则群贼恶受剑相逼近,遇南北必走则恶受独重近来相逼,遇向西寻道而去,赴孔堕入水火二合。 此人黄步不已,即自私念,我今回一死,住一死,去一死,一种不免死者,我宁寻此道向前而去,既有此道,必应可渡,做此念时,东岸呼闻劝人之声,忍者。 但决定寻此道行,必离死难。 又闻西岸有人唤言,如一心正念直来,我能忽辱众不畏惰于水火之难,此人既闻此浅笔患,即自正身心,决定寻道直径,不申一切退心。 时又闻东岸群贼等唤言,忍者。 回来。 死道掩恶不得过,必死不宜。 我等众无恶心相想。 此人虽闻幻生,亦不回顾,亦心直径而行,须于极道西岸,而永离诸难。 P5164 发去论,八立名Pahna,Pakarae。 原称发去大论,八帕Hna,Mahpakarae,或单作差,八帕Hna。 本论详述,论本母,一二二门与二十四元之关系,为习兰分别上作部七论之一。 初分为论母设置分及缘分别分,四数本文,由二十四发去而成。 二十四发去大别为顺发去、逆发去、顺逆发去及逆顺发去等四种, 在各开展出三发发去、二发发去、二发三发发去、三发二发发去、三发三发发去及二发二发发去等六种。 本论现有原文出版及日译本,南传大藏经第五十至第五十六。 善见绿皮婆沙卷移南方上作部论书解说,BC。 Laway History of Pili Literature, P5165 发恶鬼心,时重发心之一。 指众生于念念之间,欲得名文四远,八方称阳,而内无时德,须比圣贤, 为行产狂,作下品十恶,以植三恶道之种子,称为发恶鬼心。 P5165 发愿,发起誓愿之意。 右座发大愿,发愿心,发志愿,发无上愿。 总指发求佛果菩提之心,菩提心,别止完成净土,以救济众生之心,即誓愿。 盖无萨发之愿,有愿,别愿净土,成佛愿,慧土成佛愿等,种类甚多。 于净土宗,是愿往生净土者发浅自己修善,此发愿往生之心,称为回向发愿心。 唐代善导语经书,原义分解释六字名号,南无阿弥陀佛,称南无有发愿回向之意。 清卵为此乃阿弥陀佛发救度众生之愿,而为众生的救之因,或解作尊行世家,弥陀二尊之发浅召唤,而欲生净土平心。 又愿心大体可分为二,一,发求菩提之愿,二,发度化有情之愿。 又四红世愿,十大愿皆属于发愿。 此外,有观善作福等皆需先发愿,而既其去指之文称为发愿文,又作愿文,是愿文。 如南朝良代沈约之千僧会愿文,随代智者大师之发愿文,善导之发愿文等皆是。 菩萨的持经卷一种性品,发菩提心经论卷上愿式品,大制度论卷五,聚舍论卷十二分别式品,参阅,发浅召唤,五千一百六十四,批五千一百六十五。 发愿文,请参阅南阅愿文。 发禄,为显禄表白所犯之过失而魔所隐附。 天台四交仪,大四六,七七九上,如是五逆十二即于一切,随意发禄,更不复藏,必顾不造心,若如是则外障见除,内观赠名。 P五千一百六十六 灯的,梵语B.H.M.I.C.R.M.I.E. 即天台宗所说依菩萨形而登入出的之阶位。 大臣菩萨之修行皆位有时性,时柱,时行,时回向,时地,等觉,妙觉等五十二位,其中,登上出的之阶位,称为登的,需经过一大阿僧止节之修行,时的之间,自初的至地时的之中则需经过二大阿僧止节之修行。 初的,又称欢喜的,天台宗认为别教菩萨一登欢喜的,即开始断除部分烦恼,求证部分珍儒之礼,永不退还三界之迷境,见次深境而至佛果。 然在原教菩萨而言,则应其,时柱位,即相当于别教之,时地位,故原教菩萨一旦登入,出柱,之位,即已去除部分之烦恼而正法性真理。 P.5166 登柱,即天台宗所说依菩萨行而登入出柱之位。 大臣菩萨之修行皆位有时性,时柱,时行,时回向,时地,等觉,妙觉等五十二位,其中,登入时柱之位,称为登柱。 然原教菩萨之石柱,即相当于别教菩萨时的之位,故原教之菩萨若有登柱者,即已去除部分之祸而正理,别教之菩萨则于登的以后方成就之。 法华玄一卷五,是门规境一卷中,P.5166 登柱玦目录,西藏民T.K.Chaglen,T.K.M.O. 全称登柱玛宫殿异经论目录,藏风,Bras.T.H.L.D.T.K.R.J.Y.H.S.J.U.R.O.K.G.I.K.R. Trak 为朴子杰 藏Po Brasax 虚空藏 藏Nam Nkisi Po 等人所编 著作年代不祥 为现存最古之西藏大藏经目录 共计734部 27项 收录器当时为止之一切显密经论提名 虽叫现行之 西藏大藏经 所收录者未少 然内含法华 涅槃 班若 十万颂 伦家 皮奈耶 生命等重要大臣经典 西藏大藏经经部目录不续说 BKA Jayurin Po Jigsu Barsrit Jsamrchian Sigrosu Frui Rta Ibker Chako Msharkot Parkia Mksho Ilda Mik 西藏佛学原论 吕敦 P 5166 登喀玛宫殿 一经论目录 请参阅 登喀玛目录 登坛受戒 指登戒坛受戒律 助其高坛举行受戒仪式之处称为戒坛受戒者登上戒坛领受戒律则称为登坛受戒略称谈戒 参阳戒坛2917受戒3101P5166 道牛为道他人之牛应不知使用方法故不能的醍醐之味以此辟预警之飘窃佛教文具者不能获得解脱之意 三论玛义P5166 圣者必衰 为势力圣者必致衰灭 与 圣者必灭 同意 表示诸行无常之意 为佛教人生观所显示之真理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寿命品 为深渊经 P5167 圣云 1906 福建福顶县人 俗姓陈 法名应爵 年18 里浙江浦陀山赫明安清言法师出家 年20 于宁波天同寺寿巨族解 民国16年 1927 随是其师公广通法师前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于观音亭助理法务 后返大陆于江苏天宁寺助学界堂 19年到台湾 挂西于观音山林云禅寺 25年受聘注持基隆祠云寺 37年 于台北市赤丰街创建圣观佛堂后更名为圣观寺 住持戏经 P5167 车渠 泛语 Muse Ragalva 为五宝之一 七宝之一 又坐车 车渠 紫色宝 干色宝 英译坐 马萨罗街婆 穆梭罗街婆 穆沙罗 据增广本草纲木卷四十六载 车渠乃海中大蛤 外壳上有四龙之纹 如车轮之渠 其壳内白溪如玉 故常被物作玉石类 后世多以白珊瑚及贝壳所致之物为车渠 法华玄赞卷二 玄印英译卷二十一 卷二十三 慧苑英译卷下 参阅七宝一百二十四 宝六千七百三十七 批五千一百六十七 陈文希 一千九百零四 河南开封人 自积之 浩竹斋 国立政治大学毕业 曾从张军麦先生 研习政治理论 民国二十一年 一千九百三十二 加入中国国家社会党 其后历任军事参议院秘书 资议 制宪国民大会代表 民主社会党中央常务委员及组织部长 自由中杂志主编 曾创办在深杂志台北版 产阳康有位 梁启超 张军麦之思想 现任国民大会代表 是受太夫人之勋习 故意深读信佛教 李静三宝 因李七佛 而始至归一七师 先后李应顺 道安 广青 南庭 道元 白圣 共嘎老人等七人卫师 曾编辑君麦先生年谱出稿之绪编 于佛学方面 撰有佛教宇宙观 佛教的民主思想 四阿韩经与哲学 四阿韩经政法政治论等论著 并常应邀做佛学演讲 P5167 陈兆雄 1908 江西人 法国巴黎大学农学博士 专攻农艺 国学 佛学根底深厚 由常于禅学之研究 先后任教于香港新雅书院 台湾省立农学院 现为中国文化大学原艺系主任 农学院院长 实业计划研究所所长 博士班主任等 这有一个人的完成 中国原艺史化 中国禅学故事 中国文学批评论从 大地边缘人物等书 并常有论著及散文发表于各佛教学报 刊物 P5167 陈浩 1032-1085 北宋儒者 洛阳人 自博纯 士浩 纯公 士称明道先生 与帝陈一川 陈一 并称二臣子 进士及帝之后 步入幻图 智力于老庄及佛教之钻研 并于经学确立其特有之见解 主张阴阳消长而身万物 是为天道 顺从天道及人道 其所体会之 天理 成为宋明理学之中心观念 据传其思想应受百丈清规及华言和论二书之启发 进而广为研究佛典 并修禅定 然其意为宋代牌佛论之代表者 对于佛教之教理及实践方面亦有批判 其文集及语录接收于二臣全书 原封八年逝世 享年五十四 P五千一百六十七 童女 范语康姆阿或Dirik 即位成年之少女 法华经卷七普门品载 以童男童女生的度者 观世因菩萨及现童男童女生 为其说法 又观自在菩萨化身相与李叶童女 消福毒亥陀罗尼精仔 观自在菩萨之化身相与李叶童女 为众生宣说真言 能除灭世间一切诸毒 又有托童女战吉凶 或于行法时 用咒法结线等 大宝基经卷九十八庙会 童女会 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 无构贤女精 批五千一百六十八 童女相及指童女之身相 有位依童女之身相 可知其将来所生男女之善或非善 据舍论卷五 大二九 二七下 物位表有位善恶 如同女相表善非善 据舍论光至上 中之童女相为弱性贞结 脚细欠团 皮肤细软 齿白唇薄 必生善子 反之则生不善子 批五千一百六十八 童子 范语 范语 康尔 巴利童 应义做揪摩罗 或范语 康尔卡 应义揪摩罗家 一四岁或八岁上 未满二十岁 且尚未替法的 度之男子 称为童子 童儿 童真 女子则称童女 旧华严经卷四十五入法戒品 大智度 卷二十九 南海济归内法传卷三受戒鬼 则条 二指菩萨 菩萨未如来之王子 因其如世间童子之无淫欲念 故称为童子 三随士佛 菩萨 诸天者 亦称为童子 如随士文书菩萨者 未请照 济摄尼 旧护慧 乌波济摄尼 光网 地慧状 无垢光 不思义慧等八大童子 又不动明王 亦有八大童子随士 四日本古来于诸种 法会 亭一之计 必有随伴之幼童 随时受使唤 称为童子 批五千一百六十八 童子四 位于山西太原西南二十公里龙山上 为北齐天堡七年 五百五十六 红礼禅师创建 相传有二童子见此山石 养四世尊 遂捐佛像 高五十七公尺 英明童子四 北齐文宣帝高阳 曾登本寺俯看成景 唐代高宗于显庆末年 与皇后近寺瞻仰大佛 京天府元年 一千一百一十七 四毁于冰火 明代嘉靖元年 一千五百二十二 曾与重建 寺内建筑及石雕佛像 均已不存 寺前有燃灯石塔 高四公尺鱼 平面六角 塔身中空 内置灯式 此塔为我国现存 最古之燃灯石塔 P五千一百六十八 童子行 为佛像分类之一 又做童行 即顶上截法 呈可爱少年少女之姿态 P五千一百六十九 童子经法 唯一具护诸童子经所修之秘法 父称十五童子法 护诸童子经法 甘达婆法 童子经书写供养作法 护诸童子经为北魏菩提流之义 出世致使幼儿产生疾病之十五 童子鬼名号 弥仇家 弥仇家 弥家王 千驼 阿波西摩罗 木智家 摩智家 严弥家 加弥尼 黎揪尼 富多纳 曼多南提 舍揪尼 甘渣婆尼 墓驱曼图 兰婆等 四数十五鬼形状 并说对智诸鬼之法 负一该经之记载 大梵天王向佛言 若有女人不生儿女 或在胎中失坏堕落 或生儿夭折 此诸女欲求幼儿保命长寿 应常细念修行善法 于每月之八日 十五日受持八戒 清净沐浴 穿心静衣 礼拜十方诸佛 至中夜取少许戒子 置于自己顶上 送大梵天王所说陀罗尼咒 当令此女人能如所愿 所生小孩安稳无患 尽其行受而不忠邀 若有鬼神不从我咒者 即令彼头破位七分 如阿黎树之 P5169 童姬 又称姬童或童子 是一种自信神灵附身 并处于恍惚入迷状态 而坐预言机式之巫师 通常在祭典中或病后 或偶然在自宅时全身颤动 能操持鲨鱼剑 刺球 钉棍等物自伤肩部或头部 燃流血少而面部改色 一般道教之童姬训练 往往虚实受训者经过 坐静 知静坐修持 而后方成为正式之童姬 童姬大都具有跳筒 曲斜捉腰 过火 落地府 进花园等巫术 此种信仰属于道教 并非佛教 观童姬 吴盈涛 台湾民俗第八章 P5169 同行 行 行者 乃于寺院复杂异者 禅宗寺院对于上位的度之年少行者 称为同行 又称同是 僧同 道者 行同 其所居之事 则称同行堂 行堂 幼教训同行 未知训同行 南海纪归内法船卷三寿戒鬼则条 世事机古略卷四北宋剑龙三年条 P5169 童真 遗范语 Father 因义鲁摩罗福多 为沙弥之别称 据玄印 因义卷五载 纠摩罗 乃比吐八岁 为官者 为童子之总称 福多 亦未真 亦坐石之乙 二、五百四十三、六百一十三、隋戴森 和东仆人、俗姓李 诗世谈言法师、精通大小臣、犹善涅槃经 于开皇年间、五百八十一、六百、奉赵驻大新善寺、参与一经 开皇十六年、五百九十六、赵魏涅槃众主 大业初年、造大禅定道场、赤魏道场主 大业九年世纪、世寿七十一 旭高森船卷十二、批五千一百六十九 同盟旨观、请参阅修习旨观、作禅法药或小旨观 笔授、又作授 急于一场听授意主之言、而以汉文笔录下来 应传来我国之佛经皆为梵文、须经翻译 国人使能知之、然通达汉文者未必熟知梵文、熟知梵文者未必通达汉文、故两相配合、以成其事 事物纪元卷七、批五千一百七十 等、有平等、等及、等类之以 等类之等有二种 一、向内等、即以列之物件、于静列之后置、等、字者、如眼、耳、鼻、舌、身等、向内而是等类、他摩索取、故称向内等 二、向外等、即于应列之术种中、仅矩二、三类而于后置、等、字者、如眼等、于外等取、耳、鼻、舌、身、故称向外等 又杂阿皮谈心论卷六位、等者、重视聚会之以 瑜伽论计卷二下、成为十论数计卷四本、卷六本、成为十论严密卷一本、英明大叔瑞元计卷六、批五千一百七十 等身家家、为、不等身家家、之对称 至往返于人、天二戒寿生、其寿生于二戒之回数均等之圣者 反之、寿生于二戒之回数不均等之圣者、则称为不等身家家 家家、原为由一家至另一家之意、小成生文中、如、一来相、之圣者、以断除欲戒三、四品之修获 而于命中后仁虚二、三度往返寿生于人戒、天戒、始能般涅槃 即由人戒之甲家或以家生至天戒之甲家或以家、故有、家家圣者、之称、略称家家 家家圣者又有多种类别、于天戒、人戒各寿生三次者、称为三生家家、各寿生两次者、称为二生家家 其中又有、人家家、与、天家家、之别 以三生家家而言、所谓天家家、即最初于人戒得道之人、命中后虚往生天戒、然后再经历人戒、天戒各二生、最后于天戒而得涅槃果 反之人家家、则系最初于天戒得道、共经历人戒、天戒各三生、最后的果于人戒之情形 见图表 上即圣者皆未受身于人天二戒之回数君等者、故皆属等身家家 准次、上举之三生人家家与三生天家家皆可称为、三生等身家家、前者一称、三生等身人家家、后者一称、三生等身天家家 另如在天中得道之圣者、一度受身于人间、再生至天上、最后还生人间而搬涅槃 此类圣者各在天上、人间二度受身、故称为、二生等身人家家 故知等身家家之所以称为天家家或人家家、皆是其最后正的涅槃果所在之界处而决定 至于不等身家家、则不仅依正果之界处、亦是其受身回数较多之界处而定其名称、如生于天中得道之圣者、一度下生人间 其后于在度身天时及班涅槃、则共为天上二度受身、人间一度受身、故称、二生不等身天家家、反之 在人间二度受身、在天上一度受身、则称、二生不等身人家家、三生不等身之天家家或人家家亦皆准此而别 上述说法系自印度以来、如仲贤论师、南陀论师所主张、而亦为我国奎姬、普光、法宝等诸师所认可之定说 竟是亦有依据印度借贤论师之说而提出不同之解释者 大批婆沙论卷五十三、杂星论卷五、阿批达摩杂集论卷十三、瑜伽师的论卷二十六、据舍论贤圣品、据舍论宝书卷二十四、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五本、批五千一百七十 等注忠实、指万法一如、平等无别之忠道真实异地 为、别注忠实、知对称 忠实、忠道真实之意、即指第一异地 是摩合眼论卷二阐释真如、生灭二法二门时、共列举十名、其第九名即为、忠实、忠实又分为等注忠实与别注忠实两种、两者依次为真如所入、生灭所入之别名、并分别以读明珠、顺明珠比喻之 等注、即注于平等之忠实、等注忠实、即指注于平等之忠道第一异地、万法平等、无有差别、犹如诸种异物至于、独明珠、前、皆会应现出与此珠相同之色、而其原先各自分华疏义之色皆依依消逝不存 参阳、别注忠实、两千七百九十五、独明珠、六千两百六十六、批五千一百七十一 等功、幼座等德 为僧众之实法、实前由上座至下末呆实物分配平均、为纳畅等功后、使得实之、以表施主之平等不施 又等功义未解读之秘密密语 实送率卷六十一、四分率三反补却形式超卷下三、四分率形式超滋持继卷下三之三、卷下四之一、批五千一百七十一 等流、伴羽邑 等流、犯与 nine 丸、Radio 宾与 nissenda 等、等同之一、流、流类之乙 等流、即同一流类之乙 据摄论卷二十一,大二九,一零九下,无残,迁,调句,是贪之等流 即位无残等系由贪所流出,以无残等皆位具有同于,贪,之法,故称等流 又若旧时间之先后而论,对于前者而称后者为等流果,反之,前者即称为同类因或变形因 又同类相续之法称为,等流相续 于瑜伽师的论卷五十四列举出色运之相续流转有等流流,异熟生流,长阳流等三类 其中之等流流又分为四种,即,异熟等流,长阳等流,变异等流,本性等流,又称自性等流,等 在密教,称佛九戒随类之身为等流身,此即以其平等流眼而九戒等同之故 大批婆沙论卷一二七,巨舍论光纪卷二十一,大乘法院一零章卷一本,成为十论数纪卷二末,批五千一百七十一 等流身,又做等流法身 为密教,四众法身,之一 密教将大日如来之法身份为自性,受用,变化,等流四种 等流身指佛身变化所示现,与九戒,即十戒中除佛界外之地域,恶鬼,畜身,修罗,人间,天上,身文 原觉,菩萨等界,众身向等同之化身 据真言明目记载,等流身乃九戒随流之身,非佛体 或其虽有佛形,然为无而忽有,暂现素颖之佛,故设于等流身 平等流眼,等同九戒,故称等流,亦是法而作业,故立法身之名 若以四身射曼陀罗界慧之诸尊时,毗如这那佛为自性身,四方之佛为受用身,金刚莲华等菩萨为变化身,至于等流身则指外金刚不知诸重 此外,另有四身说,系自性身,或法性身,受用身,或报身,变化身,或印身,化身,等三身说 其中受用身复分自受用与他受用二种身,合为四身说 但经之四身复分自身,即将变化身为是佛形,或等同于九戒之行,故二分之 金刚顶经于加十八会指规,菩提心论,五轮九字秘密是,四众法身义,参阅,四众法身,一千八百零八,批五千一百七十二 等流果,泛与爱人的法,又作一果,习果,为五果之一,即从等同之因所流出之果 从善因生善果,从恶因生恶果,从无济因生无济果,例如从前念之不善心生后念之不善心或不善也 盖等流一词,即指等同流类之意,以因与果之性质同类,故称等流 据据舍论卷六载,等流果细字,六因,中之同类因,变形因而来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三,巨舍论卷十七,杂阿皮弹心论卷三,入阿皮达摩论卷下,成为十论卷八,大乘一张卷三本,参阅,五果,一千一百一十二,批五千一百七十二 等流习气,为,义熟习气,之对称 又作明言习气,明言种子 即于家行派与法相宗所说,由,七转十,知善,恶,无济等三性为同类因,而熏成第八十中之明言种子 等流,为流泪相等或相似,习气,为种子之义称 由前六十所招感一手果之习气,称为义熟习气,由七转十所隐身等流果之习气,称为等流习气 此习气乃第八十所藏之生果功能,故味之种子,此习气与由其所生之果,即现行法,流泪相似,例如由善因则生善果,由恶因则生恶果,由无济因则生无济果,故味之等流 如是一善,二,无济等各种性质而熏成与之流泪相似之种子者,即是具有,能熏,作用之七转十,故成为时论卷八位,等流习气系由七十中之善,二,无济三性所熏而生之种子 成为时论数据卷二末,为时论掌中书要卷上末,参阅,明眼种子,两千两百五十八,一熟习气,五千一百五十九,批五千一百七十二 等活地狱,泛名SAJVA,八粒名童 又称更活地狱,又活地狱,更生地狱,享地狱 为八热地狱之第一 因罪人于此地狱中受苦而死,后还复活受苦,故称等活地狱 此地狱之罪人,互怀害心,相遇如猎者逢禄,以铁罩国猎破戈,破截而死 若经凉风吹过,须于还活,复更受苦 正法念处精卷五载,造杀生之恶业者 堕此地狱,且此地狱有十尼处,刀伦处,问熟处,多苦处,暗鸣处,不喜处,疾苦处,重病处,两铁处,恶障处,黑色鼠狼处,意义回转处,苦逼处,投摩虚处,悲驰处,空中受苦处等十六受苦别处 杂阿含经卷四十八,长阿含经卷十九地狱瓶,大楼探经卷二,启示经卷二地狱瓶,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大制度论卷十六,瑜伽师的论卷四,P五千一百七十三 等起,范与三摩三摩三摩,八粒与三摩三摩三摩,可分两种,一,能等起,卫,思之心所,卫生起一切之因,以其能引生生与二叶,并于第二刹那以后及与笔生与叶同时聚存 又可细分卫因等起与刹那等起两种 一,因等起,范与三摩三摩,未造业时,亦与叶在前卫因,以能引生业,又以对应于其后所生之果,故称之为因 二,刹那等起,范与三摩三摩三摩,未造业时之心,心所与业同一刹那而起 此外,或称因等起为,转心,称刹那等起为,随转心 而就亦如大皮婆沙论卷十七,卷一七零,巨舍论卷十三等,则多亦为生因缘起,聚刹那缘起 大臣经典多用转语随转之名称而不用等起之一名,然自于加诗的论卷一,卷五等采用,等起,亦称后,后世之注释加亦普遍沿用之 二,所等起,只由某依法而隐身之另依法 如,等起善,系由自信善,相应善等而隐身身语之善业,等起不善,则由相应不善,自信不善而隐身身语之不善业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三,显阳圣教论卷十二,顺正理论卷三十六,批五千一百七十三 等起不善,为巨舍论卷十三所说四种不善之一 不善法可分为圣意,自信,相应,等起四种不善,其中,等起不善为由恶之心作用所生起之身体动作及言语表现 细语自信不善,相应不善所等起的生语之表业,无表业,及不相应行法 参阅,四种不善,一千七百九十五,批五千一百七十四 等起善,犯于相应不善,为巨舍论卷十三所说四种善之一 即将善法分为圣意,自信,相应,等起四种 其中,等起善为由善之心作用所生起之身体动作及言语表现 细语自信善及相应善所等起的生语之表业,无表业及不相应行法 参阅,善,四千八百七十三,批五千一百七十四 等无见缘,犯于三manentura, Pratyaya 右座次第缘 只由前念之心法开路,必让而引申后念心法之作用 四缘之一 等,同等之意 前念与后念的心与心所之数,虽有增减,而各自肢体用同等一样,并无一法而二体并起者 前念,后念各为一而相等者,即称为等,前后二念之间,念念生灭,刹那不停,无有间格,称为无间 无间缘者,前心与后心之间,无有间格,纵经若干时,前念之心法之与后念之心法未生起之缘 此缘为局限于心法 又除阿罗汉灵涅槃最后心之心,心所外,一切之心法皆有此缘之作用,盖因阿罗汉入于涅槃,毕竟不在其心法,故其最后心已失此缘之作用 大批婆沙论卷107,巨蛇论卷7,成为石论卷7,顺正理论卷19,参阅,四元,1832,批5174 等量镜,卫鼻,蛇,身等三根与所取之对镜分量相等 若所取之镜仅有即为之分量,则能取之根亦即用相等之即为分量即可产生作用 据据蛇论卷二记载,相,卫,处三镜各被比,蛇,身三根所取时,少分之镜则用少分之根,等分之镜则起全根之用 若所取之镜,其镜体教根大时,如以手掌门摸大数,则于前念中,其根量先取相等之即分,复于后念取其所残之镜 此因根能速即发时取镜,故似于同时取等量之镜 至于眼,耳二根,则所取之镜不限于等量 一眼而言,有时取小于眼根之镜,如见毫毛,有时取大于眼根之镜,如见高山,有时取等量之镜,如见葡萄,枣果等 然比,蛇,身等三根,则仅能取分量相等之对镜 据蛇论书卷二,大四一,八三一下,应之比等三,为取等量镜 顺正理论卷八,显宗论卷四,P五千一百七十四 等觉,以幼座等正觉 佛十号之一 即止佛 为菩萨修行至极位之称 等觉,亦为等正之觉,即所辨物之真理,与诸佛所悟菩提内容相等 参阅,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三千六百七十四,二在内容上与佛相等,而实际上修行比佛略训一筹者,称为等觉 故位于菩萨修行皆位五十二位中之第五十一位,六种姓之第五 等觉又称等正觉,亦为与正觉相等之觉,有上是,妙觉佛陀称为无上是,对此,等觉则称有上是,一身不处,亦为赐一身将成佛,金刚心,如金刚坚固之心,能摧破烦恼,灵极 本觉菩萨博之间,在凡夫位时比照真理修行,此入众玄门 人王班若波罗密经卷下授持品,菩萨因若本业经卷上贤圣学观品,华严经探玄记卷十四,十名品,四教义卷六,阿诚因卷十七末,三在日本真宗,以为的他信心 这必获往生成佛,故以此信心比拟于弥勒菩萨所起之等觉金刚心,而称为恒超金刚心,并未于此事即可入于弥勒同等之等觉位 P5175 测验周良,1501-1579,日本灵济宗僧 京都人 浩千斋 年十八于天龙寺出家 寿幕府之命曾二次出使我国,广洁明代文人,以师明著称 寿之田信长,武田信玄之信任,亦曾驻甲备,山梨县 日本天镇七年,在天龙寺庙志愿世纪,释寿七十九 这有南游籍,千斋诗籍,千斋杂稿,及入明记出度籍,入明记载度籍等书 明时列传第210,天龙杂志,P5175 测发阿蛇,又作测发师 细沙弥兽巨族戒时,测立沙弥发心之戒师 为时诗之一 弘戒法一卷上,万序106,498下,引请两人,到时诗聊,请测发师,P5175 穷竹寺,位于云南昆明滇池北方之玉岸山 此寺乃中原佛教禅宗传入云南之第一寺 相传唐征观年间,南兆国善产侯高光,高智兄弟狩猎,追赶一犀牛至玉岸山失踪,附建云中有一僧,敬前景建僧所持穷竹仗值于临下,遂建寺,名为穷竹寺 元代至元年间,雄辩和尚任本寺住持,弘阳禅宗,四运新龙一时 大雄宝殿正中卫元代所述之三是佛,殿脚有元代延幼三年,一千三百一十六,之圣纸碑,杨克汉文,英克蒙文,其上记载赤丰本寺住持位,头和尚,官员均名应与护持,并赐存大藏经等 清光绪九年,一千八百八十三,李广修,得身,邀集五六百名民间雕塑家,于四中塑造五百罗汉像,费十七年,成为明文海内外之艺术杰作 塑像不仅尺度精确,符合解剖原理,且注重表现人物体态性格之特征与思想感情之变化 五百罗汉或作或利,或喜或怒,有窃窃私语者,有大声喝者,有默然沉思者,有左顾右盼者,表现出刚毅勇敢,乐观风趣,谨慎持重,庄严肃穆等各类性格 穷竹四罗汉不仅是个别人物之雕塑,且其群体关系彼此呼应,达于圆满境界 世人多以穷竹四罗汉和唐代大雕塑家杨慧之之作品相媲美 P5175 法克,1893-1972,广东南海西侨人,俗姓李 法名昌奇,自印载,号法克 20岁依顶湖古林法师受巨族解 民国19年,1930,继继修法师住持大宇山宝莲寺,新建石方丛林,僧房殿与兼备,领仲东参下学,讲教参禅,并依祖师规范,行农禅生活,赴依利三年传介一次 为久兼任青山寺寺 30年,日寇聚港,师祖香港佛教会,以维护佛教道场 后创办青山佛教义学,培育士林学童,又捐资筹办中学于大澳 并创建启华学校,教育华侨子弟认识中国文化,此外又极力筹建佛教医院 曾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香港佛教联合会董事长多年 民国61年世纪,释寿八十 批五千一百七十六 法御,为解法度和,即至彼岸,则当舍罚,以此比喻佛之教法如法,即至涅槃彼岸,正法亦当舍弃 故佛所说一切法,称为法御之法,即表示不可执着于法 金刚经,大八,七四九中,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 以示意故,如来常说,如等比丘之我说法如法御者,法上应舍,何况非法 中阿韩卷五十四大品阿黎扎经,批五千一百七十六 权于,权,为补于之工具,以犯指为达目的所需之道具,于,即犯指以工具来完成之目的 佛典中常以,权,比喻能权之经文语句,以,于,比喻所权之意里内涵 以,以经文语句来诠释经指,彰显佛法大义,故有权于之语 批五千一百七十六 权题,又作权 比喻未达到某种目的所用之工具或手段 权,补于之具,题,补兔之网 即比喻经论或言语皆是引导修行者入佛境地之道具,若达于真理,即可舍之 法华文句卷一上,大三四,二中,若为若者,若权若实,皆为佛道而作权 大臣启信论义继续,批五千一百七十七 达香,又作海香 依禅龄规至,凡来参者焚香于炉,则主方亦焚香达拜,称为达香 禅龄备用青龟卷六方丈特为新手作茶,万序一一二,五一下,请客侍者写茶榜,亦手作辽柱香,手作海香,处理一拜,海拜 禅龄相器兼从鬼门,批五千一百七十七 达道士甲称张荣三破论,请参阅是三破论 素特国,Slaudiana,位于领西方之西域古国名 又作素裔 北时西域列传第八十五称此国为眼彩 此为俄属土耳其斯坦最肥沃之地,以撒马尔干,三摩坚,位首裔,著名善于商谷,素即往来于东西诸国之间 前汉时属于北方之康居国,后汉初年,大跃是兴起,素特乃归附之,至南北朝属于康国 南北朝以后之素特,联合六国或九国而成立一王国,以朝五,Chop,位姓,称为六姓朝五,或九姓朝五 据传,此的早已有佛教传播,然时其难详 据上纪北史及随书西域列传第四十八,唐书西域列传第一四六下等载,此的有先,佛二教之风行 然此的于玄藏到达之前,佛教大衰,据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二 撒末建国条载,齐国之王,明皆已是火卫道,玄藏志,乃教化之,遂归依佛教 又梁高僧传卷一,卷十三,续高僧传卷二十六,广宏明集卷二十三,宋高僧传卷五,六学僧传卷二十七等载,传闻三国无知康僧会,东晋之谈地,隋代至宜,唐代法藏等人为康居人,或其祖先为康居人,又如后汉康梦想与康聚,为康僧凯, 近代康法岁与康僧渊等人,皆关有康性,亦可推定接触于此的,或与此的有密切关系 此外,苏特语,萨迪恩,为中世纪波斯语的方言之一,为中亚,蒙古语我国内地间之一种国际语言 又由苏特语所翻译之佛经,于是坦音,A Stan,之Sarendia,Vo 发表者,列举有莲华如意诸陀罗尼经,范帕玛森tmaidhra,Astra,清井陀罗尼,范恩拉卡HA,DHRA,为摩羯所说经,范菲玛拉卡TI,Nirde,为师傅多罗本身,巴菲森卡拉,Jaytaka,及其他若干未祥之经典等, 又割其耳,R Gothite,一堪不常找范至请问经,Ali Estrada du Relicuangos,Longes,Mars,DLA Society,T du Linguistic,1912,并与薄熙和,P Pelliot,共堪行善恶因果经,L Estrada de Causes,ET de Fase,Mission Pelliot NSC Central,1920,1929 以上主要系史坦因,薄熙和于敦煌千佛洞所搜集者 另据大唐真元旭开元式教路卷上载,加壁士国班若三藏与大秦寺波斯森颈进贡益之湖本大臣里去六波罗密多经,亦一系速特语经典 大唐西域记卷一把路加国条,会超往五天竹国传,后汉书西域传第七十八,通点卷一九三,文献通考卷三三八,素特国考,百鸟库集,东阳学报第十四之四,西域佛教研究,与西勒地,宗教研究特辑号,参阅,康居国,四千五百三十六, 萨莫建国,五千九百四十九,P五千一百七十七 素散王,小王之数众多,犹如素散,故称素散王 人王班若波罗密经卷上菩萨教化品,大八,八二七中,中下品善素散王,上品十善铁伦王,又人王班若经书卷中三, 大三三,三三一下,修实性善有三品,上品善铁伦王化一天下,中品善素散王,下品善仁中王,此即修中下品之实善,为素散王,治小国,修上品实善者为铁伦王,教化一天下之矣 人王护国班若经书卷四,人王经书卷中本,人王护班若波罗密多经书卷中二,P五千一百七十八 周,犯黑或EJ,又称小时,即以少米多水煮成之稀饭,禅铃之长法,成熬吃周,又是门正统卷三载,破晓的剑手中之纹石,即可食周, 周之类甚多,巨石宋绿卷二十六举出苏周,游周,胡麻周,乳周,小豆周,麻沙豆周,麻子周,青周八种 又禅,临相器兼营淡门则举出五味周,阴落周,红调周等 其中,五味周乃十二月八日佛成道日,以杂古众位所作,故称辣八周, 又称红糟,樱落周为生野菜和米煮成之州,以菜牵连,犹如樱落,故有此称 红调周及赤豆,为正月十五日所食之州 丛林中,掌礼朝周者,称为周头,仅吃周饭而无一用之僧,称为周饭僧,朝周之后,称为周霸,朝周与晚周, 则并称为两周 此外,据摩赫森指绿卷二十九载,周有增长色,利,受,乐,慈青,便说,即消素食,除风,除鸡,消可等十种利益,饶益行者,故称良药。 令据四分绿卷十三举出,周据有除鸡,除可,除风,即消素食,大小便调通等五例。 摩赫森指绿卷三十四,四分绿卷十四,五分绿卷二十九,石颂绿卷十四,法院株林卷四十二,禅林象器兼结石门,职位门,批五千一百七十八。 周有实力,据摩赫森指绿卷二十九,举出十种十周之利益,即,一,姿色,姿意身躯,严容丰盛。 二,增力,补益衰弱,增长气力。 三,益寿,补养元气,受算增益。 四,安乐,清净柔软,实则安乐。 五,瓷轻,气无凝质,瓷便清阳。 六,便说,滋润喉舌,论意无碍。 七,消素食,温暖脾胃,素食消化。 八,除封,调和通力,封气消除。 九,除鸡,是冲口腹,鸡内顿除。 十,消可,喉舌粘润,干可随消。 大明三藏法术卷四十三,P五千一百七十九。 结,疑犯于Bentana或SA Eugenia。 又做结史。 即使烦恼。 结,为细腹之意,盖烦恼细腹众生于迷境, 令不出离生死之苦,故有此一称。 诸经论所说节之类别有多种,略举如下,一,二节。 剧中阿含经卷三十三载,节有千,即二种。 二,三节。 一,增益阿含经卷十七举出生邪节,又做生见节, 戒道节,又做戒进取见节,一节等三节。 五剑与一等六烦恼,亦包含于此三节之中。 二,阿皮坛甘露畏论,巨舍论卷二十亿等位, 爱,慧,无名三者称为三节。 若断灭此三节,则可得预留果,能断一切见祸。 三,光赞般若经卷二则举出贪身, 狐疑,悔戒等三者为三节。 三,四节。 一,增益阿含经卷二时举出欲节, 田节,吃节,利养节等四种。 二,又做四生节,四复。 即成十论卷十,禀婆沙论卷二, 大臣一张卷五本等所列举之贪及生节, 田会生节,戒取生节, 贪者是时取生节,又做剑取生节。 四,五节。 一,中阿含经卷五十六, 阿皮达摩发志论卷三, 即义门族论卷十二, 巨舍论卷二十一等所说之五节。 分位五下分节与五上分节两种。 五下分节系将众生节附于欲界之五种烦恼, 即有生见节, 戒进取见节, 宜节, 欲贪节, 田会节等五节。 五上分节系将众生节附于色界, 无色界之五种烦恼, 即色贪节, 无色贪节, 调举节, 慢节, 无明节等五节。 二, 总设上际欲界, 色界, 无色界等之五节为贪节, 田节, 慢节, 急节, 千节等五项。 五, 九节。 杂阿含经卷十八, 阿皮达摩发志论卷三, 辩中边论卷上等列举爱, 会, 慢, 无明, 见, 取, 疑, 急, 千等九种烦恼为九节。 此系六种根本烦恼, 将, 剑, 分身, 边, 斜三剑, 称为剑节, 剑取剑与戒进取剑合并未取节, 加上集节, 千节, 而成九节。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说九节之体, 自性, 共有一百种。 杂阿含经卷三十二,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六, 卷四十九, 成十论卷十杂烦恼品, 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六, 参阅, 九节, 一百四十八, 四节, 一千七百七十九, 二范语乃的莫娜。 英明用语 为古英明所立五之作法中之地五之, 即全部论式之结论, 以及宗之, 命题, 经过论据之肯定后再次加以复述。 印度自古及普遍流行英明之法, 其实系以宗、英、玉、和、节等五部分组成一论式, 至六世纪之陈纳瑞义改革古英明之缺点后, 后人称为新英明。 陈纳以为节之位多余者, 遂将之删除, 盖其作用, 归设于宗之即可, 而英明组织之严密, 至此更趋完备。 参阅, 五之作法, 一千零六十九, 批五千一百七十九。 结身, 范与Protisadai, 于轮回转身之间, 只由中有儿脱身于母胎。 其乡, 通于大小城, 凡诸因缘俱备, 男女各于异性之父母其爱者而生。 据舍论卷九, 大二九, 四六下, 中有位置所生, 先其道心, 持去欲尽, 彼由业力所起眼根, 虽住远方, 能见身处父母交汇而起道心, 若男缘母起于男欲, 若女缘妇起于女欲, 翻此缘二聚起甜心。 中略, 彼由起此二种道心, 便为己身与所爱和, 所增不尽谢至胎时, 为始已有, 便身喜味, 从滋运后, 终有便美, 身有其矣, 明已洁身。 盖身此道想者为凡夫, 若菩萨则不然, 菩萨入母胎时, 心不颠倒, 于父为父想, 于母为母想, 聚相亲爱, 无有一心。 大皮菩萨论卷六十, 余佳师的论卷一, 卷六十六,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五, 成为十论眼蜜卷三末, 参阅, 中有, 一千零一十七, 辟五千一百八十。 结印, 即以二手食指之躯折躯身来标志如来内政之本事。 密教最重其法, 结印, 其须旧师清晨禀授, 而不为他人所见, 且必用涂香。 据一字其特佛顶经卷上载, 若不遵法而结印, 朱妹及皮纳叶迦等座诸丈男, 死必堕地狱。 又于未贯顶者或不发菩提心者前, 不应结印。 苏婆呼童子经卷上, 陀罗尼及经卷五, 大日经书卷十三, 辟五千一百八十。 结界, 其意有二, 一, 受戒法后而互持之。 大制度论卷二十二, 大二五, 二二五上, 众森大海水, 结界未叛计, 若有破戒者, 终不在森树。 譬如大海水, 不共死失宿。 二, 制定戒法之义。 五分律卷一大二二, 三中, 以实力固, 为诸比丘结解。 为摩戒所说经卷下, 辟五千一百八十。 结始, 烦恼之义称。 诸烦恼缠附众生, 不使出离生死, 故称结, 趋异而恼乱众生, 故称始。 结有九种, 始有十种, 称为九结始始。 大制度论卷一大二五, 五八下, 一切众生为结始病所烦恼, 无始生死以来, 无人能治此病者。 大制度论卷五, 大乘一张卷五本, 参阅, 九结, 一百四十八, 五历史, 一千零九十六, 五顿史, 一千一百六十四, 批五千一百八十一。 结界, 范语S.M., 邦哈, 或Bentia, S.M. 因一叛陀也死满。 一做法而驱化一定之地域, 亦乃一, 白二结膜, 之法, 随处划定一定之界区, 以免僧众动辙违犯别重, 离宿, 宿主等过失。 有关结界之范围, 方法等, 诸律所说颇有出入, 经依四分律所整理者, 大别, 也为摄僧戒, 摄一, 摄十戒等三种。 一, 摄僧戒, 即此丘极具一处, 未便利不萨, 共住而行说戒忏悔之一事, 等形式, 避免境遇太广而疲于奔驰所摄之地区。 分为自然戒与作法戒二类。 自然戒, 又称不作法戒, 细致不需特别加以建立, 而依天然地形所划定之地区。 略分四种, 一, 聚落戒, 有可分别聚落与不可分别聚落类种。 可分别聚落, 依准时送律之说, 细致以依聚落位戒。 不可分别聚落, 依准摩赫申指律之说, 细以六十三部, 六尺位一部, 位戒。 二, 兰若戒, 有二种, 若无合法之人, 则于距离距落一居如舍, 一说相当于六百部, 杂宝藏经位五里, 知空尽处位戒, 其中若有法之人, 反对之, 则得以五十八余部位限, 善吉律皮婆沙位七盘陀之量, 比等反对者则于此范围之外自行做结膜等法。 三, 到横戒, 比丘游行时, 可随所住之处以纵横一居如水戒, 于此范围内, 则不得有别时, 别不萨之情形。 四, 水戒, 即于离开陆地之传结戒。 上纪四戒之中, 由于聚落戒及蓝落戒各有二种情形, 故反六下之不同。 做法戒分为三种, 即, 一, 大戒, 有人法二同, 法十同, 法同时别, 又称单法同。 其中以, 人法二同, 为主, 其余二种随缘别开。 所谓, 人同, 戏指于同一住处, 同说戒之戒区内, 僧众和合共住, 所谓, 法同, 戏指每半月集合, 行不萨说戒之法。 大戒之范围, 以一加蓝的之外, 为此小极限, 广至十里, 乃至百里。 截此大戒, 为预令说戒等僧事时, 使一之森合集, 无以人乖格。 大戒以以其地明显可见之山, 和, 树林等位戒盼, 称为戒相。 四分率卷三十五, 举出水下、空处、山、骨、村戒等十九种戒相。 善见绿皮婆沙卷十七列举山相、 石相、 灵相、 树相、 鹿相、 江相、 以风相、 水相等八种戒相。 大戒之形状, 朱律所说亦不一, 善见绿皮婆沙卷十七, 以方形、 圆形、 骨形、 半形、 三角形等五种位, 结戒无相。 此外, 结大戒时, 戒相内众僧会集后, 九住僧需宣唱四方之戒相, 山或石等, 而坐, 同一住处, 同一说戒以为结戒, 知告白, 此即称畅相。 二, 戒场, 僧中有犯戒之事端, 为行颤罪, 或行受戒等之法, 需同四人众乃至二十人众, 为避免僧之皮疾, 特结四方形之戒场, 称为四方戒相。 此戒场最少要容二十一人。 按印度之戒场, 原是路德, 其内部的建僧房, 但以至佛殿及菩提术, 又应戒场景系秉授戒法之处所, 故以检则经粗为主。 起初戒场戒于大戒之外, 后应贼难而听许在大戒内戒。 戒戒之次地位先戒戒场, 后戒大戒, 若以先戒大戒, 必须戒去大戒, 再戒戒场, 次戒大戒。 戒戒图, 出自四分率三返捕却形式超, 于大戒内戒戒场, 必先树立三众之标箱, 戒戒图, 即戒场四周, 以自然之空地为主, 大戒以自然戒为起, 外部四周之黑格位大墙, 内部之黑格位小墙, 最内部之长方形位戒场, 内部之东北两面以小卫标箱, 即小墙之下上, 下即墙计, 上卫地面, 为自然戒之体, 南西两面之大墙内, 若无标箱, 距大墙一尺八寸之远, 以戒场之东南, 西南, 西北之三角形以神连起位戒场之戒。 小墙之外, 大墙之内, 称为大戒, 以小墙内院即神标戒戒场, 称为戒场外相自然戒内标, 以小墙即大墙戒大戒, 称为自然戒外大戒内相标, 大墙四周, 称为大戒外相标。 又若大戒与戒场并戒, 则于戒戒时, 须先戒大戒, 次戒戒场, 次地不得颠倒。 3、小戒, 孔阴厄比丘等之同中作梗而退费法式, 故特限于某时所戒之暂时戒区。 一分三种, 即为受戒, 说戒, 四三种, 准情戒者, 据四分绿山反补阅日超, 卷上二, 大四灵, 一四中, 明小戒者, 此病因难事, 恐吠法式, 佛随前缘, 故开戒之, 并摩正量, 随惹处处, 几戒相, 亦为受戒, 开小戒, 就准戒场身外有戒, 经一文取义, 全无外乡, 如正家中。 二位说戒是, 下至四人之我, 三位自自日, 之五人, 原作, 此三无外量者, 由是难开, 随人多少, 若现约外量, 终非遮难, 故文云, 今有而许比丘即者, 只取现即之森, 作处有地, 依的戒之若是多以即之列, 不同前二以九顾做法, 人所依止, 一即为遮难而临时所结之戒, 称为小戒, 无范围, 形状等之限制, 又非如大戒及戒场, 之九步作, 完成, 本所知是一型戒戒, 七戒摩戒法, 一准前可知, 总之, 社森戒之自然戒中, 就处所而言, 有四种不同, 就范围大小而言, 有六种差别, 作法戒中之大戒, 小戒各有三种, 再加上戒场, 即乘七戒, 二, 设一戒, 又作不失一戒, 不离一素戒, 即化定一范围, 避免比丘动辄违犯离素之过, 然亦可视为以此特定范围限制比丘不可违犯此过, 离素, 亦指比丘离其三一而素, 若划定一特定范围, 则于此范围内即可不需实时写其三一, 而免除不必要之羁绊, 波罗题目插三十舍舵法第二条即为离素之规定, 一分自然戒与作法戒二种, 三, 设时戒, 即规定结戒食物之助藏所, 许可烹煮食物之戒区, 使比丘不犯宿主之罪, 所指定之地, 称为禁的, 或称禁除, 于此区域内主食, 即不犯此过, 其实际做法, 分为通戒与别戒两种, 如欲解除上述之戒戒, 则如戒戒时, 亦须经白二戒魔之作法方可解除, 四分律形式超资十计卷上二之一, 大四零, 二零二下, 一戒者, 设一以属人, 另无离宿罪, 十戒者, 设时以葬僧, 另无宿主罪, 僧戒者, 设人以同处, 另无别重罪, 皮尼姆金卷二, 卷七, 卷八, 摩赫森指律卷八, 五分律卷十八, 根本萨婆多布绿色卷一, 四分律卷四十三, 四分律三补随机结膜卷上, 四分律三反补却形式超卷上一, 卷上二, 卷中二, 卷下一, 卷下二, 四分律三补随机结膜书卷二, 适事要揽卷下, 参阅, 五种结界乡, 一千一百八十七, 二指, 女人结界, 即禁止女性出入之场所, 三佛堂内之内阵, 系安置佛像之中央部分, 与外阵, 指内阵之周围, 或一般参拜席位之外侧, 此两阵之地区, 以栏杆圈为, 亦称结界。 四指密教之结界法, 密教于修法时, 为防止魔障侵入, 划依定之地区, 以保护道场与行者, 称为结界, 结户, 结户身之乙。 其结界之法有多种, 具布空所经卷二, 陀罗尼及经卷一等载, 可加持白戒子, 并散之于四方上下以为结界。 苏西的经卷下供养品位, 以地方戒, 空戒, 金刚墙, 金刚尘等真言结界之。 一般密教修法常用之结界, 多依准陀罗尼及经卷三, 君徒立以轨等之说, 而行下列之五种结界, 即, 宜的结, 又作金刚诀, 立绝于大地。 其绝之根或位至金轮记, 或位至水轮记等, 为十八道气印之地六。 二, 四方结, 又作金刚墙, 若无四方之墙, 则以三胡墙为墙, 为十八道气印之地七。 三, 须是网, 又作金刚网, 以金刚网张于须空, 网端垂于金刚坛上, 为十八道气印之地十四。 四, 火怨, 又作金刚岩, 以火岩炫绕于比空网四周, 可退除天魔波寻之障男, 为十八道气印之地十五。 五, 大三昧耶, 为前火怨以外之总结界。 此大三昧耶, 于十八道气印法集如一轮鬼君未记载。 上纪五种结界, 于修法时各依三部, 五部之别而结诵该部部主明王之应名, 即佛部使用布洞明王之应名, 莲华部使用马头明王, 或大威德明王, 之应名, 金刚部用将三世明王之应名, 宝部用君徒利明王之应名, 结魔部则用无能圣明王, 或金刚叶叉, 之应名。 结界区域之广辖, 依经轨之说, 极大者可至一千尤寻, 其次九百, 七百, 五百, 三百, 一百, 乃至一尤寻, 小者或七肘, 五肘, 三肘, 一肘等之量, 乃至一手掌, 一指甲之量。 要知, 皆以行者自心之广辖而建立坛场之界区, 然实际修法时, 常局限于修法坛之四周, 或以道场之殿堂位结界之语。 结界之形状, 多依所修之法而异, 若修习栽法, 采用原香, 修增益法用芳香, 修祥福法用三角香, 修敬爱法用莲花香。 又密教之结界亦以示, 礼而别为二种, 如上纪所说化定区域, 结诵应明等之实际做法即属于, 是结界, 若行者谨以观想之法完成结界, 则属于, 礼结界。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九, 准提大名陀罗尼经, 大日经书卷十, 密藏纪超卷六, 十八道超卷上, 参阅, 十八气印, 三百五十四, 十八道, 三百五十九, 批五千一百八十一。 结界时, 标示结界象之时, 一指射森界中结大界而标示其外相之时旁, 据四分率三返捕鹊形式超卷上二, 大四零, 一六上, 最外一众, 大界外相标, 又据童书卷上二, 大四零, 一五上, 结以, 急需康市显处, 令后来者, 主客据为, 无有烂仪, 盖此时标内, 表示摄森大界。 又于时尚书, 大界外相, 或, 摄森大界。 参阅, 结界, 五千一百八十一, 二位静止昏酒等入门内之时旁, 又坐静牌时, 昏酒牌, 即静止昏酒等入结界内, 以令森众道业精进。 黄博清规老人御主语条, 大八二, 七八零下, 本山及诸山, 凡称黄博法属者, 盖不许昏酒入山门, 破佛仲介, 又同书附路之法剧图中已有石标之雏形, 石标高六, 七尺, 广一尺二寸, 上课, 不许昏酒入山门, 立于山门外。 现今日本黄博, 曹洞等禅院门前多例慈悲, 详细言传黄博宗祖影员 传龙旗之遗风。 P五千一百八十四, 结界根本罪, 又作似崇敬, 只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似罪, 此四罪为结界中最重之罪, 因其必招感惰地狱之果报, 故又称极重感惰罪。 P五千一百八十五, 结胎五位, 指人在胎位中之五种相状, 即, 一, 接罗兰, 即杂慧之乙, 人于胎位中之初七日内受职之乡, 状如宁苏, 称为接罗兰, 二, 恶不坛, 即, 胞胎之乙, 人于胎位中之二七日内形成之乡, 状如窗, 称为恶不坛。 三, 毕失, 即凝结之乙, 人于胎位中之三七日内形成之乡, 状如后肉, 称为毕失。 四, 见男, 即凝后之乙, 人于胎位中之四七日内形成之乡, 状见坚硬, 称为见男。 五, 罗兰区, 即行位之乙, 人于胎位中之五七日后, 四只即诸根巨族, 称为罗兰区。 增益阿含经卷三十,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三十八, 巨舍论卷九, 惠灵英义卷十四, 卷二十六, 玄印英义卷二十三, 批五千一百八十五。 杰咒, 密教金刚界修法之计, 未宿及陈旧希的, 辟除珠魔, 披着金刚甲咒, 与甲咒各处, 结诵兼顾应名之作法。 据金刚顶莲华不新念诵以鬼仔, 真言行者于有情众生当心起大悲心, 横于无尽生死中批大事之甲咒, 降伏诸天魔, 以成正诀, 顾批如来之甲咒。 其结印之法, 二手做金刚拳, 各舒展食指, 手臂稍躯, 置于胸前, 观想右手食指端有, 欧, 按, 字, 左手食指端有, 欧, 真, 字, 又观想由此二字流出青色之阻扭, 加持心, 背, 右膝, 左膝, 旗, 腰后, 右肩, 左肩, 喉, 颈后, 额前, 顶后等十二处, 各旋绕三次, 然后徐徐下垂于前方。 散印之时, 先自右手小指, 左手小指开始。 如此节奏, 即能护持一切, 诸天魔不能破坏。 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三, 瑜伽莲华部念诵法, 金刚顶瑜伽三魔地法, 金刚顶金莲华部新念诵次第, P5185。 节奥附属, 右座节奥四句, 节奥附主。 为归节教法最重要之部分, 而将其传附于人。 法华经卷六如来神力品位, 世尊将如来一切法, 如来一切自在神力, 如来一切密藏, 如来一切神身之事, 托付于上行菩萨等, 父主其流传于后世。 至义之法华文句卷十下一言, 一切法, 一切力, 一切密藏, 一切神身事等四句, 表示法华经最殊胜之名, 用, 作用, 体, 本质, 宗, 目的, 乃为一经之宗用, 节奥四句。 然日本日连认为四句药法之中, 最重要者意味, 妙法莲华经, 五字, 节药五字, 而自认为是受佛陀附主之上行菩萨之在身, 故令莫法之恶得众生念此五字经名。 P5185 杰臣令文, 1902, 日本佛教学者, 文学博士, 兵库县人, 西元192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科, 曾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 东京大学教授, 而于1963年退休, 其后即任本院四派本院四传道院长, 东阳大学讲师。 主要著作有, 维时思想史, 维时思想历史, 世青维时研究, 维时学典籍制, 人间性探究, 建禅易如, 净土真宗, 净土等书。 P5186 杰作 原止总结一座之说法, 故法会中了时之说法, 其称为也座, 此外一职法会之最后一天。 又法会最后一日常举行节御会者, 所提愿望之行事, 故意称节愿。 赤修百账轻规卷二住持日用条, 大四八, 一一一九下, 提纲, 蓄谢, 委屈详尽, 然后举谷杰作。 参阅节愿, 五千一百九十一, P5186。 杰供粗职僧格, 一千一百四十四, 一千百零四, 基藏佛教加尔派, 颇结加尔居之派, 修瑟加尔居派, 创始人。 西藏亚龙的方人, 昌诸八王族后裔。 南宋绍兴二十二年, 一千一百十二, 从节目九八月法。 纯西八年, 一千一百八十一, 于涅浦的方剑羞瑟寺, 创立该派。 P5186。 杰西, 止烦恼习气。 杰, 烦恼, 习, 习气。 据维摩羯所说经卷中载, 天女于维摩羯之事, 以天花散诸菩萨, 花皆堕落, 至大弟子, 便者而不堕。 以杰席未尽, 故花者身, 若杰席已尽, 则花不着身。 后秦僧赵之著维摩羯经卷六, 大三八, 三八七下, 有二种习, 一杰习, 二佛法中爱习。 得身法忍识, 杰习都尽, 而未断佛法爱习, P5186。 杰加夫座, 范语, Niyadat, Pariya Kambuchya。 做法之一, 右座杰加夫座, 杰加夫座, 加夫震座, 加夫座, 加夫座, 加座, 杰座, 即护交二足, 杰加安座, 白散盖大佛顶念诵法药之, 永见座, 极痛于此。 诸座法中, 杰加夫座最安稳而不亦疲倦。 右称交一足为半家夫座, 半家座, 半家, 贤座, 称交二足为全家座, 本家座, 全家, 大座, 莲华座。 此为圆满安座之乡, 诸佛皆依此法而座, 故又称如来座, 佛座。 其座法及双膝弯曲, 两足掌向上之形式, 可分为降魔, 吉祥二种, 一, 先以右足压左骨, 后以左足压右骨, 二足掌养于二骨之上, 手翼左手居上, 称为降魔座。 天台, 禅宗等显教诸宗多传此座。 二, 先以左足压右骨, 后以右足压左骨, 手翼右手压左手, 称为吉祥座。 密宗亦称之为莲花座。 如来于菩提树下成正觉时, 生安吉祥之座, 手座降魔印。 此多于密教中行之, 盖以右足表示佛界, 左足表示众生界。 以右足压左足, 乃佛界设取众生界, 众生界归佛界之意, 即表示身佛不二之意。 多用于修法中之增益法或习灾法。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一步空锁金卷九, 金刚鼎于家护魔一鬼, 无量寿如来修官行公养一鬼, 大制度论卷七, 大臣起信论书记卷六, 赤修百丈轻规卷五座禅一条, 绘灵音一卷八, 禅灵象器兼礼则门, 参阅, 吉祥座, 2239, P5186, 结吉, 伴雨SAJ-Titanium, 八粒与同, 又作吉法, 吉法藏, 结经, 经典结吉, 乃何诵之意? 吉诸比丘聚集送出佛陀之仪法。 佛陀在世时, 直接由佛陀为弟子们示仪, 指导, 医指等, 至佛陀入灭后, 即有必要将佛陀之说法共同送出, 一方面为防止佛陀一教散意, 一方面为教权之确立, 误佛弟子们集会于一处, 将口口相传之教法整理编辑, 称为结吉。 资列举如下, 第一次结吉, 于佛陀入灭之年, 在阿蛇世王之保护下, 五百阿罗汉会聚于摩基陀国王舍成交外之七夜窟中, 以摩赫加业位上手, 举行第一次结吉, 故称为五百结吉, 五百吉法, 百出。 此次结吉, 聚五分律卷三十,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二等载, 既由南宋丁, 修多罗或法藏, 幽婆黎诵律, 皮尼藏, 再由诸长老将所诵出之经, 律检讨修订, 编辑而成。 此一说法, 为史学界所普遍认为教格性者。 此外, 另有以下诸说法, 一, 结吉经, 律, 论三藏。 一四分律卷五十四, 十诵律卷六十, 大智度论卷二等所语, 阿南宋, 论, 阿皮坛藏, 幽婆黎诵律, 又复法藏因缘卷一位阿南宋经, 幽婆黎诵律, 家业诵论, 然聚家业结经, 传及三藏及杂藏传等书所语, 则称三藏皆由阿南宋诸。 二, 结吉经, 律, 论, 杂吉, 静咒五藏。 据大唐西玉记卷九, 不值议论书等载, 家业召集五百阿罗汉举行第一次结吉之时, 上有数百千人以婆师婆为首, 而另行结吉五藏, 称为窟外结吉, 大众不结吉, 以别于家业之窟内结吉, 上座不结吉。 然学者之间对此说之看法不一, 或为此说口记诸不分裂之后, 上座不知徒所预构之说法, 而予以否定。 三, 大臣经结吉, 据菩萨处胎经卷七出精品所在, 家业命阿南送出菩萨, 声闻, 戒律诸藏, 共疾出八藏, 即, 胎化藏, 中阴藏, 摩赫隐方等藏, 戒律藏, 石柱菩萨藏, 杂藏, 金刚藏, 佛藏。 此外, 巨大制度论卷一零零, 金刚仙论卷一等载, 家业于其蛇觉山结吉小城三藏之同时, 文书, 弥勒等于铁围山, 与阿南共同结吉大臣经典, 此称铁围山大臣结吉。 然此说一系大臣佛教兴起后之传说。 第二次结吉, 于佛陀入灭后一百年左右, 印度东部把其族比丘对戒律发生异议, 移出十条戒律新主张。 为此, 七百比丘会于皮舍离城, 以耶舍位上手, 举行第二次结吉, 称谓七百结吉, 七百吉法, 第二吉法藏, 第二吉。 此次结吉以律藏为主, 定定把其族比丘所行之时示位非法。 第三次结吉, 于佛陀入灭后二百三十六年, 在阿育王之户持下, 一千比丘会于摩阶陀国华士城, 以目尖连子弟虚位上手, 举行第三次结吉。 此次结吉以经、律、论三藏为主。 目尖连子弟虚并自传, 论世, 对当时外道之各种异议邪说家已批驳, 结吉后, 选派一批比丘至恒河流域以外之地区, 及印度境外宏佛教。 第一、二次结吉之说, 北方与南方佛教皆有流传, 第三次结吉之说则只流传于南方。 第四次结吉, 有北传, 南复二说。 一、 北传佛教有二种记载, 一、 据婆守盘斗法师传载, 佛陀入灭后五百年, 说一切有布森家瞻眼子往印度西北之祭兵国, 照及五百阿罗汉及五百菩萨进行解吉, 马明菩萨比之为文, 传承说一切有布阿皮达摩皮婆沙, 及大皮婆沙论, 百万诵。 二、 一大唐西玉记卷三所在, 佛陀入灭后四百年, 于家逆色家王, 范康尼坚萨斯, 护持之下, 以邪尊者, 范PRVA, 室友, 范Fashunitra, 未上手, 聚集加施弥罗国, 范Kansasmir, 及祭兵, 知比丘五百人造论解释三藏, 先作乌波地朔论十万诵, 解释素亚懒, 经, 藏, 四造皮奈耶皮婆沙论十万诵, 解释皮奈耶, 律, 藏, 后座阿皮达摩皮婆沙论十万诵, 解释阿皮达摩, 论, 藏, 凡三十万诵, 九百六十万言, 加逆色家王以赤同位业, 漏血论文, 十寒尖峰, 建塔藏于其中, 此二说以后者较为可信, 但在南传佛教中被认为值得怀疑, 二, 南传上座布佛教具, 大使, 等之记载, 为第四次节集系于西兰国王婆他加马尼, 八VAAJY, 统治期间, 与马特列村之阿卢加洞, 阿卢寺, 举行, 罗西多大上座主持, 五百比丘参加, 会中送上座布佛教三藏, 修订三藏注释, 重新安排经典次序, 写成第一部巴利文三藏及森加罗文注释, 第五次节集, 据巴利, 教史, 第六章, 缅甸史等之记载, 西元1871年, 缅甸国王闽东, 明登, 1853、1878在位, 召集2400位高僧, 于首都曼德勒举行第五次三藏节集, 国王位护法人。 此次节集以绿藏为中心, 考定教对圣典原文之同意, 共同合颂, 经过五个月完成。 更将节集三藏文字, 分别捐刻于729块方形大理石上, 树立于曼德勒山路居他陀塔寺, 康瑟德, 中, 外有45座佛塔围绕, 经上存于曼德勒古都。 第六次节集, 西元1954年5月17日, 魏塞节, Fiscal Day, 世界佛陀日, 缅甸佛教于国家赞助下, 举行第六次节集。 此次节集之意义, 在于团结佛教徒, 增进上座部佛教之龙圣, 提高缅甸独立国之地位。 节集地点位于阳光北交易故山港上, 建筑仿效印度第一次节集时之七夜窟。 此次节集以第五次节集所捐刻之七二九块大理石刻文为依据, 并广采西兰、 泰国、 高棉、 伦敦巴黎盛典协会, 以及缅甸各种巴黎文版本, 做详细考定。 节集完成, 印刷流通。 此次节集并邀请南传各国比丘参加, 北传国家比丘亦受邀官礼, 费十二年多, 至一九五六年, 佛历二五零零年, 之为赛节完成。 佛班尼环经卷下, 覆盖阵形索及经卷三, 高森法显传,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二本, 四分律形式超资十计卷中一之二, 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应顺, 初期大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应顺, 阿皮达摩论研究, 参阅, 十世非法, 四百四十二, 批五千一百八十七, 截基史, 巴黎明S.A.J.T.V.A.S.A. 泰国伐奈纳亲王, Songet Fravenera 者, 书成于西元一七八九年, 1923年拉玛六世, Roma六, 施令出版, 总结南传上座部佛教之九次节级, 内载头三次节级于印度举行, 第四至第七次在西兰举行, 后两次则于泰国举行。 据考证, 其第一次至第五次节级之内容与西兰之大使等所在一致, 后四次节级并为的其他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之承认。 P.五千一百八十九 节经, 指于本经之后, 更数要指所眼之经, 为开经之对称。 如天台宗以无量义经为法华经之外经, 以普贤观经为结经, 又法华玄义是千卷十项法, 法觉以经为涅槃经之结经。 法华文句记卷八之四, 参阅, 开经, 五三百一十, P.五千一百八十九。 节缘, 为今生之修行虽无法获得解脱, 然亦可作为他日的果之机缘。 摩合纸观卷六下已有, 大四六, 八灵上, 和光同臣, 结缘之始, 亦语。 于天台宗, 结缘系广通于藏, 通, 别, 缘四交, 如法玄义。 绘本, 卷六下所说, 若作三藏要知结缘, 则宣说生灭之法, 若作通教之结缘, 则宣说无生之法, 若作别教之结缘, 则宣说不生生横杀之佛法, 若作要知结缘, 若作语则宣说不生不生意识相法。 天台宗又依众生根基之利盾或叶障之轻重等类别, 而将结缘分为范尔结缘与下种结缘二者。 众生之类别有四, 一, 根顿障重者, 此类人纵文缘成教法, 然不能误解, 故属于范尔结缘。 二, 根顿障清者, 此类人先闻全成教法, 误解其意而结缘。 三, 根立障重者语, 四, 根立障清者, 此二类人听闻原成教法而发缘解, 佛种乃熏于本实。 其中, 以佛种熏于本实者称为下种结缘, 闻教而不能误解者称为范尔结缘。 又一般为造立四塔, 刻印经书等, 而喜舍金钱财物以结法缘之情形, 亦称结缘。 令如在异悔作之中, 共同听闻佛法之大众, 则称结缘重。 后世教界中广用词语, 其含义一广, 要知, 为彼此交结善缘之意。 此外, 日本佛教有所谓之, 结缘五重, 即结缘灌顶, 结缘八奖, 结缘经, 结缘供养, 结缘受戒等五种法会之总称。 大日经书卷四, 法华文句卷二下, 只观服行传红绝卷六之三, 批五千一百九十。 结缘斗, 古时寺院于法会时, 主斗师大众, 其斗称结缘斗。 即于英历十二月八日, 一说四月八日, 若有举行施斗之佛事, 则先于夜间, 跪在佛前, 每年一斗, 念佛一身, 呆次成师与大众, 以结善缘, 称为结缘斗。 经门杂技卷上碎时风俗条, 批五千一百九十。 结缘重, 未听法四重之一。 未现世的见佛文法, 虽有素是英浅, 未能的证悟之意, 然有未来的度之因缘, 能执佛而见佛文法者。 法华文句卷二下,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五, 参阅, 四重, 一千七百六十三, 批五千一百九十。 结缘灌顶, 只为广结佛缘而举行之密教灌顶。 右座投华三昧耶, 乃三灌顶之一, 五种三昧耶之第二。 即不分是弃非弃, 持戒破戒或无戒等, 仅为结缘而引受者入灌顶潭, 受一应一名, 称为结缘灌顶。 其仪式颇简单, 即阿蛇离先以覆面, 遮目之静薄, 覆盖受者之面, 受应名, 直应之端引入潭中, 越过相向而去大潭, 于应端插一花, 头于坛上所铺之, 敷漫图罗, 上依其花所者之尊, 而得不同之佛。 于是阿蛇离除去受者之负面, 受者是其的佛之所在, 四畅的佛之尊号, 三度以萍水灌受者之顶, 后受与其所得佛之一应一名。 受者依佛之加持力, 不堕三恶去, 灭除一切罪障, 得无量功德。 唐玄宗天保五年, 七百四十六, 不空三藏由狮子国返孩, 为九, 受诏入内, 建坛为地灌顶, 为我国行此法之滥伤。 金刚顶金卷三, 诸佛境界设真实金卷一步空所神变真言金卷十五, 金刚顶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一大日经书卷四, 诵高僧传卷一, 参阅, 灌顶, 六千八百五十三, 批五千一百九十。 结线, 密教未调福而修六字经法时, 缅合十四条白丝, 并诵真言, 其愿将愿敌, 恶病等结父之而不令生起的一种咒法。 其愿成就后, 即行结线之法。 然亦有未必免愿念再生起, 故步行结线。 批五千一百九十一。 结法, 为密教之修行者于早愈之后, 结顶法之法。 又做结顶法, 结顶祭。 苏西的杰罗金卷上持戒品, 大一八六零七上, 早愈祭了, 中略, 应结顶法, 诵真言之经七遍, 当顶做法。 若是出家, 应以右手位权, 至于顶上, 如前便属同结顶法。 顶法真言曰, 安苏西的杰里沙喝。 又日本知应永本苏西的精仔, 其印相为书右手权印之拇指, 和食指相碾成圆形。 密教行者结纪法乃通于出家, 在家之法。 苏西的杰罗公养法卷上, 朱以鬼秉承禄卷二, 苏西的杰罗金略书卷二, 参阅, 周罗法, 3122, P5191。 结怨, 一级立下誓愿。 灌顶经卷十二, 大二一, 五三六上, 若四辈弟子送持辞经, 令所结怨, 无求不得。 二位, 开白, 之对称。 细于修法或法会之最后一日所行其愿圆满之作法。 一级法会之最后一日, 于日本, 特众此类仪式作法。 P5191。 结户, 结戒户身之乙。 即密教之行者入坛修法时, 未辟除恶魔等之障男, 先行户身, 次结戒之作法。 有关结户之法有三种, 五种, 七种等义说。 于大毗卢遮纳佛说要略念诵经举出秘密三昧耶, 清净法身, 金刚法轮, 金刚甲咒, 法界清净, 除障大户, 不动威怒等七种秘密戒户法。 据苏西的鬼卷上载, 以大三昧耶为户身戒戒之应名, 将三世五重戒户以将三世明王之应言为戒户。 然密教金刚, 胎藏两部诸种金鬼刺帝中, 采用不动威怒法, 即辟除戒户, 知应名位最多, 通于一切之戒户。 即入于修禅三昧, 戒不动明王之剑应并诵辞旧咒, 而首先将应左转辟除, 四右转戒戒, 表示外辟除恶魔, 内户持自身。 此辟除戒户威力能拥护十方大戒, 又能护身, 净除处所, 行者心念咒, 应所及之处, 能使种种异类疾难掉王两之鼠皆见金刚威怒赤然, 犹如大火炬周变。 苏西的杰罗金卷下供养品, 念诵杰护法普通诸布, 苏西的杰罗金略书卷六, 批五千一百九十一。 杰赞, 于读经之最后, 以讽诵佛德之赞叹文作结束, 称为杰赞。 黄博清规讽诵章, 大八二、七七二中, 一灵前, 举三宝赞, 弥陀经, 或大悲咒, 心经, 往生咒, 辨识真言, 结赞, 回向, 批五千一百九十二。 书周佛眼和尚语录, 请参阅佛眼清远禅师语录。 书周头子清禅师语录, 请参阅头子亦清禅师语录。 绝言叹, 诉诸言语赞叹之词, 称为, 即言叹, 以言词不能尽数, 而仅能于内心之皆赞叹, 称为绝言叹。 法华文句卷三下, 参阅, 赞叹, 六千九百七十六, 批五千一百九十二。 绝呆不二, 与他无可比对之位。 绝呆, 或作绝对, 反之则为相待, 相对, 不二乃助显绝呆之意。 日本真宗以念佛为本愿一臣之法, 于法西为方便全甲, 故, 教行信正, 行卷中为本愿一圣海为, 绝呆不二之教, 信此绝对不二之教者为绝对不二之机。 批五千一百九十二。 绝呆庙, 无可对待比较, 纯一读庙, 称为绝呆庙。 天台宗为法华经之庙为绝呆庙。 而相对于比之粗, 以显词之庙, 则称, 相待庙。 天台宗以相待庙批判其他教, 自认超越其他之教, 为自宗所依据之法华经开三圣之权, 四显一臣之实, 燃旧法华经之墓地, 本义而言, 十无三圣, 一臣之别, 亦无全时之分, 故法华之庙乃超越相对比较, 而为绝呆庙。 参阅, 相待庙, 三千九百零五, 批五千一百九十二。 绝海中经, 一千三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零五, 日本灵纪宗森。 别号交奸道人。 赤士, 佛制广照国师, 敬应亦圣国师。 吐佐, 高知县, 人。 早年从学于梦时, 并任其进士。 立柱见仁寺, 见长寺。 明代时, 曾渡海来我国, 与文人宋景莲, 师僧全世交由, 名声波于诗坛。 反日后, 应受足利异门之信任, 而住持向国寺, 等持寺, 并任陆院院主及僧陆司之职, 兼司外交文书之起草。 其诗才与一堂周姓之学才, 并称为, 武山文学, 之双比。 应勇十二年世纪, 释寿七十。 这有交间稿二卷及 绝海和尚语录二卷等。 批五千一百九十二。 绝海和尚语录, 凡二卷。 又称绝海国师语录, 绝海录。 日森绝海中经, 一千三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零五, 传, 俊臣等边。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册。 吉祿明森道连锁传之序, 惠灵四语, 成天四语, 祭诵, 真赞, 自赞, 佛制广照, 敬应一圣国师年谱等。 批五千一百九十二。 绝海国师语录, 请参阅绝海和尚语录。 绝海录, 请参阅绝海和尚语录。 绝对, 亦佛教与基督教之别, 乃在于佛教不主张 有益绝对者存在, 而认为一切万法皆由因缘而起, 并以, 缘起, 为佛教之基本教义。 所谓, 缘起, 半prataya, semipida, 即为一切诸法皆由相互关联而存在。 至于大乘佛教所说, 诸法识相, 知人生观, 十亿本于缘起之立场。 万法由因缘聚合而生起, 亦由因缘散离而灭泻, 故无一定之自信, 亦无绝对者存在, 此时为佛教人生观之表现, 与基督教以, 神, 为绝对者, 创造者, 而认为人类必须服从其意志之思想, 大义其去。 参阅, 缘起, 6126, 二又作绝呆, 与相对, 相待, 对称, 绝, 敏绝, 断绝之意, 对, 对立, 之意。 一切万法, 自现象界之观点而言, 存在着长与短, 待与小, 东与西, 有与无, 是与非, 乃至敬与会, 名与物, 身与死等之对立状态, 佛要称之为相对, 相待, 若自定, 至极平等之绝对立场观之, 则诸法时相, 自然法而, 不虚不妄, 而真实一计。 世间本无千差别之, 相对性质, 法性, 法相继同为一时之意, 有无, 真俗意两两平等不而。 此一真如等之法界, 自是超越, 敏觉各种两端相对立场之分别见解, 故称绝对。 参阅, 自然法而, 2532, 真如, 4197, 15193。 绝观论, 全意卷。 又称达摩和尚绝观论, 入理缘门论, 菩提心境相容意涵论。 本论系缠说心境相容等禅之大药。 内容记载弟子之发问与诗之作答, 以论有心无心, 凡胜, 到本法用, 空无相, 真如实相, 草木和道, 时空受勋, 时善武戒, 法非法, 政见, 如来等, 最后显示毕竟治理乃, 绝言权, 之理。 别本在末尾更载二十三项问答, 以论妄想, 如来葬, 众生本法等。 据推测, 本论为唐代牛头法容, 594, 657, 之作, 然详情不明。 又敦煌出土本中, 本书之写本有五种。 原诀经大书超卷十一上, 宗静路卷九十七, 传教大师将来月周路, 东玉传灯目路, 达摩和尚绝观论牛头法容传数论, 观口真大,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五一, P5193。 将巴林, 位位于西康昌兜兰苍江上游处惹之寺院。 明代正统二年, 1437, 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之地子下江僧喜饶桑部兴建。 共有二大殿堂, 五个渣仓, 经学院, 八个康村, 学经僧人之地玉性组织, 为格鲁派在昌兜地区建立之第一座寺院。 下江僧喜饶桑部之地子子德清多吉吉士第一士帕巴拉活佛, 此四岁成为立士帕巴拉活佛之母寺。 P5193。 将区为西藏明巴亚、 Chob、 欧迪, 十一世纪西藏阿里的方至光王之孙, 又称菩提光。 西藏佛教经朗达摩灭法后百年, 虽成日趋复兴之相, 然人一片混乱, 众密清闲, 众师教而清经论, 显密奸行如水火, 修行义无前后次地, 仅依密法条文做诸禄仇敌等事, 至光王及菩提光位就此留弊, 不惜生命资财, 遣人至印度求见阿提沙大师, 详承西藏佛教实况, 敦请大师致西藏传法, 西藏佛教遂得以复兴, 且龙胜一时。 P5193。 婆树, 婆, 范与宁巴, 巴黎语童, 又座令婆, 仁婆, 学名as a direct indica, 未产于印度之桥木, 形似我国之苦恋子, 学名Picrasma croceo, Its, 春季开白色芬芳之小花, 叶类似沾纳树叶, 其树皮, 小枝, 花, 叶, 果实皆有枯味, 可供要用。 印度人取其小枝为阳枝, 于藏仪食涅之。 印度教徒且以此目作神像。 陀罗尼吉金卷十, 有部皮奈耶要士卷一句舍论卷十八, 玄印印一卷二, 慧玲印印一卷二十六, P5194。 斯邦节, 西藏佛教节日, 意义为喇嘛列队, 又座冲曲斯邦, 俗称公宝会, 于每年葬礼二月三十日成, 传小赵结束时, 拉萨三大四之僧众自大招四出发, 捧出珍藏之历史古物, 乐器, 技器, 旗帆等, 列队绕行拉萨一周, 经布达拉宫, 小招四而反大招四, 其以宝贵之古物照应一切祥瑞。 P5194。 给孤独猿, 泛名Jetivan N.C.P. Odassi Arma, 巴黎名Jetivan N.C.P. Akama, 位于中印度交撒罗国舍位臣之南, 相当于金尼伯尔南境, 近于拉波提河, Ropti, 南岸之塞赫特马赫特, Sahat, Mahat, 为佛陀说法遗迹中最著名者, 全称指数给孤独猿, 又称指环阿南兵底阿兰, 指缘阿南兵底阿兰, 是多灵给孤独猿, 指示之数给孤独具, 略称指环金舍, 指缘金舍, 范Jetivan N.C.P.A.N.A. 指托婆娜, 是多灵阿, 其托金舍, 指托元, 指托灵, 指环四, 指数, 指缘, 又一座松林, 圣灵。 指数, 即指托太子, 范Jet阿, 所有之树灵, 范Jet阿, 分阿, 之略称, 给孤独猿, 意味给孤独长者, 范N.C.P.A. 即虚达, 所献之僧缘, 关于给孤独猿之创建由来, 据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九, 五分绿卷二十五所在, 舍为陈虚达长者, 范Jet阿, 苏联孤独, 好行不失, 仍欲为给孤独长者。 比归依佛陀后, 玉密依的为佛陀建筑经舍, 建指托太子之花园颇为清净贤况, 乃欲构之, 然为太子所具。 太子为令长者却步, 遂以黄金铺满花园为出售之条件, 须达长者乃以向陀黄金铺的, 太子为其诚心所感, 遂将园中所有灵木奉施佛陀, 故以二人名字命名为指数给孤独猿。 幼太子乃焦萨罗国波斯逆王之子, 因太子诞生之日, 王大破敌君, 故以、圣、 为太子之名, 以树林为太子圣所有, 故称指缘为圣林, 圣子林, 圣子树。 金舍俊功后, 佛陀曾于此度过许多语迹, 大多数之经典一说于此。 与王舍成之竹林金舍并称为佛教最早之两大金舍。 金舍之建筑, 中央为佛殿, 周围住有八十小屋, 有禅房六十三所, 除、侧、御舍, 病室、洗脚处等无不具备, 颇为壮观, 其金舍之原构, 早已不存。 金所建之金舍遗迹, 系后其所建, 其规模远不及给孤独长者之所建。 杂阿含金卷二十三, 中阿含金卷四十三, 增益阿含金卷四十九, 法句辟欲金卷一中本起金卷下, 前余金卷十, 四分律卷五十, 十颂律卷三十四, 大智度论卷三, 世事要揽卷下, 大唐西玉记卷六世罗伐西底国条, 悬应应一卷九, 参阅, 指数给孤独元, 三千九百二十, 批五千一百九十四。 紫衣, 朝廷赐予高森大德之紫色夹沙或法衣, 又称紫符, 紫夹沙。 唐代宰出元年, 六百九十, 则天武后以紫衣赐予众义大云金有公之森法朗等, 为赐紫衣之薅使。 佛制缘不许用紫色, 非色, 为我国自古及许高官披着红, 紫色之朝服, 复射诸, 紫, 绿, 皂, 黄等寿涛, 以区别官位之高低, 资门乃仿此而有紫衣之披着。 五代, 北宋以后, 四紫衣之范围放宽, 举凡从事一经之外国三藏, 或附有外交使命来朝之时, 森皆赠予紫衣。 宋代开宝二年至太平新国四年, 969、979, 美于天子诞节, 照请天下森至殿庭, 是以经律论之一十条, 全通过者及赐紫衣。 此种自天子处获得紫衣之森人称为, 首表森。 其后渐烂, 岁有功德史上奏而废止, 改由亲王, 宰臣, 地方长官之推荐者中选出, 在游门下审授予, 紫衣碟, 即准语披着紫衣之证明文件, 称为, 连前紫衣。 于日本, 紫衣之批者, 始于玄访。 临归二年, 吉堂玄宗开元四年, 716, 玄访来堂, 受玄宗之公养, 尊为三品, 这紫衣沙, 回国之后, 圣武天皇义赐予紫衣。 禅宗僧人之者紫衣, 始于建长元年, 1249, 永平寺之道元寿赠禅师号并赐紫衣, 净土宗僧人之者紫衣, 始于建制年中, 然阿良宗映照入宫中传授元顿一臣之戒, 蒙赐紫衣及法聚。 古时紫衣居上位, 非依赐之, 近代两者同等, 各宗本山之住持或在高位之僧, 方的采用。 宽永四年, 1627, 皇室赐紫衣与大德寺, 妙新四之僧, 然将护幕府以其违反寺院法度而起冲突, 引发日本佛教时尚之, 紫衣事件。 四分律形式超资持记卷下一之一, 大宋僧史略卷下次赠紫衣条, 佛祖统计卷四十三, 续资至通鉴长边卷十八, 卷五十三, 批五千一百九十五。 紫荆庵, 位于江苏太湖东洞亭山路, 建于唐代。 安中大殿原有十六尊罗汉塑像, 相传为唐代雕塑大师杨慧之所塑。 杨慧之系唐代杰出雕塑家, 曾造出无数菩萨、天王、罗汉等像, 然因年代久远, 经已毁坏殆尽, 仅能从文献记载中略窥其作品之风格。 传说杭州灵影寺, 无限用执政宝圣四集紫金安的罗汉塑像为其仅存之作品。 经紫金安罗汉系采塑而成, 有十八尊, 经过历代装修, 虽已非原来面目, 但仍保有古朴魂后之风格, 其中几尊, 更是雕塑精细, 神情逼真。 从雕塑手法上看, 紫金安罗汉与宝胜四罗汉极为相近, 但和唐代雕塑雄剑风格仍有差距, 或细宋代雕塑大师所述, 而未必为杨慧之的作品, 但在雕塑艺术上的逼真与传神则是陈慧之的遗风, 有以其中数尊罗汉, 造型古捉, 神情动人, 非名家不能为之。 根据塑像之提名, 属有雷朝姓氏, 而雷朝究竟是唐代人或宋代人, 经上不能确定。 P5195 紫云, 紫色之云, 表示慎重印献之锐相。 家财之净土论卷下道挫传, 大四七, 九八中, 于玄中四寿中, 时有白云从西方来。 忠略, 富有紫云, 三度于林上线。 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山船, 梦感圣相继, P5196。 紫云寺, 位于台湾家一帆路乡。 清康熙二十一年, 1682, 绝封法师睫毛于此, 以山间之云长线紫色, 绕四不散, 乃取四名, 紫云。 此后代代相传, 续有增建。 咸丰三年, 1853, 姓仲穆款拓的重建, 民国九年, 1920, 一度修建。 三十年嘉义大地震, 四一位平地, 至三十六年始在世重建, 三十九年俊功, 此即今日之四茂。 四十六年, 天以法师接任住持, 大家整顿, 四重日增。 经有以纯法师住持, P5196。 紫云洞, 位于浙江省七峡岭半山, 革岭之备路。 深石于杖, 咬碎敞窝, 洞口两岩石对至如门。 自洞口观音殿, 石集而下, 位于宏大之地下厅堂。 洞内巨石碧立, 高大有如古庙, 岩壁上刻有佛像浮雕, 即著名之西方三圣像。 佛像上方, 雕有, 云根净土, 四字。 洞有三重, 前广后侠, 穿过此洞, 别有天地。 俏丽之岩壁上, 沉暗紫色花纹, 有如紫云, 当中刻有, 云岩, 两字, 此即紫云洞名称由来。 岩石壁再往前, 附有一洞, 亦相当宽大, 洞旁有一口清泉, 方约一公尺, 名, 七宝泉。 紫云洞外卫妙至安, 安外有宋代名将牛高之墓, 愿中则以牡丹闻名。 批五千一百九十七。 紫云岩, 位于台湾台中清水镇。 鉴于清康熙元年, 1662, 初上简陋, 至乾隆十五年, 1750, 福建南山重复四海伦法师立寺住持, 四宇建具规模。 后英年九师修, 以面目全非, 各方信众为振兴此一股沙, 于民国六十三年, 1974, 动工拆除, 扩大重建, 69年落成。 四中法务皆由管理委员会筹运, 批五千一百九十七。 紫莲华, 千首观音四十首中, 其右之一首所持之紫色莲华。 持紫莲华之首称紫莲华首。 紫位赤, 黑和和之色, 诸法时相亦如是, 非静, 非垢, 烦恼, 菩提不别离, 如二色和和。 又据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记载, 若遇见诸如来, 当修, 子连法, 该经所描述, 连观自在, 知相, 相好庄严, 右手指子连华, 左手上仰至胸前。 千手千眼观是因菩萨大悲心陀罗尼, 绝禅超千手超, 批五千一百九十七。 紫磨金, 只带有紫色之黄金, 为黄金中之最上品。 又称紫磨黄金, 紫金。 紫, 紫色, 磨, 无构浊之意。 同于印度之颜浮坛金。 紫磨黄金之莲台称为紫金台。 紫磨金之色, 称紫磨金色, 即带有紫色之金色。 观无量寿金中, 产明九品往生者之香, 为尚品终生者灵终时, 阿弥陀佛持紫金台来迎, 行者身作紫磨金色。 此外, 佛身为紫磨金色身, 有人乳柔软之香, 称紫磨人乳。 法华金卷四提婆达多品, 无量寿金卷上, 朴药金卷五, 续薄物质, P5197。 紫罗杖, 蝉灵用语。 原指用紫色薄卷所作之罗杖, 垂挂于高官为人之居处。 于禅灵中, 转指向上之一官, 用以表示主人公, 君主之所在。 毕严陆第十则, 大四八, 一五零下, 金华未曾向紫罗杖里撒之珠, 而珠仁在, 只管胡喝乱喝做什么, P5198。 顺若多神, 顺若多, 范明尼阿特, 八利明尼阿特, 亦亦未空性, 乃虚空之神。 又止无色戒天。 祖庭誓愿远七莲华丰路, 万序一一三, 九七上, 顺若多神, 此云空即 空神也。 无色戒天亦是此类, 随其所主义无色职, 继位封职者, 此曰提不可见, 故云远无, 以佛利固, 故曰能赞见, 亦显有定自在色无业色也。 无色戒天下如雨, 正同此事, P5198。 扑妙, 1921, 台湾高雄人, 俗姓刘。 年16, 依台南逐西寺以静和尚剃度。 民国41年, 1952, 于台中宝爵寺寺受巨族解。 53年, 53年, 晋任高雄市原亨寺住持, 任内致力于整顿四荣, 弘扬佛法, 并举办戒会。 现任高雄市佛教分会理事场。 台湾省各地起见戒壮食, 师曾多次担任戒师。 P5198。 菩提, 一范与Bodhi, 八粒与同。 意义觉, 智, 智, 道。 广义而言, 乃断觉世间烦恼而成就涅槃之智慧。 即佛, 原觉, 身闻各于其果所得之觉智。 此三种菩提中, 以佛之菩提位无上究竟, 故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一座无上正等正觉, 无上正辩智, 无上正真道, 无上菩提。 有观佛之菩提, 据大智度论卷五十三载, 有五种, 一, 发心菩提, 为实性菩萨发心求菩提, 其心则为智菩提果之因。 二, 福心菩提, 为石柱, 石行, 石回向等皆为之菩萨行诸菩萨, 制服烦恼, 降伏其心。 三, 明星菩提, 为登的菩萨了物诸法时相必尽清净, 即所谓般若菩萨秘相。 四, 出道菩提, 为第八部动地, 第九善会地, 第十法云的等三阶位之菩萨, 于般若波罗密中得方便利, 亦不执着般若波罗密, 灭除细腹之烦恼, 出离三界, 到萨婆若, 一切智, 故称出道菩提。 五, 无上菩提, 为等觉妙觉正成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佛果之觉智。 以上合称五种菩提。 又法华经论卷下于佛之法, 报、应三身, 立法佛菩提, 法身菩提, 报佛菩提, 报身菩提, 与应佛菩提, 应身菩提, 等三种菩提。 大乘一张卷十八区分无上菩提, 为方便菩提与性净菩提两种。 此外, 三菩提意味天台宗之十种三法之一, 即, 一, 十相菩提, 又做无上菩提。 物十相理之真性菩提。 二, 十至菩提, 又做清净菩提。 物气合理之智慧。 三, 方便菩提, 又做就净菩提。 物自在教化众生之作用。 上知三者与法身, 般若, 解脱三得无别。 据往生净土论载, 远离, 一, 执着自我, 二, 不欲令一切众生的安稳, 三, 谨求自己之利益等三种与菩提门相为之法。 称为三远离心或三种离菩提杖。 童书又列举三清净心, 一, 不为自己求安乐, 无染清净心, 二, 除众生苦而令其安乐, 安清净心, 三, 令众生父菩提而与其永远之乐, 乐清净心。 视为三种随顺菩提门法之心。 以上皆需依赖智慧、 慈悲、 方便等三门时可令远离或生起。 又求无上菩提之大臣修行者, 称作菩提萨朵, 略称菩萨。 求无上菩提之心, 称作无上菩提心, 无上道义或菩提心。 顺去菩提三十七种之行品, 称菩提分法。 佛成道之处所, 称为菩提道场, 菩提场, 其道场术称菩提术。 其祖先等成佛, 而修明佛, 称为增上菩提。 结讲念佛, 广其众生增进佛道, 称为菩提讲。 谈那所属之寺院, 称为菩提寺, 菩提所。 菩萨的持经卷三无上菩提品, 大品般若经卷二十二, 菩提心经卷一旧华严经卷三十八, 卷五十二, 心华严经卷七十, 为魔经卷上, 大宝基经卷一, 卷二十七, 大制度论卷四十四, 成为十论卷一二级唐代时来华之菩提先纳。 参阅, 菩提先纳, 五千两百零五, P五千一百九十八。 菩提子, 乃西藏语宝, 的, Ci之果, 而非止菩提树之果时, 产于雪山附近。 其树属一年生草本, 春天生苗, 经高三, 四尺, 叶如鼠, 开红白花, 沉碎状, 下秋之间结石, 圆儿色白, 有尖壳, 如发狼之, 俗用未念佛之树珠, 故称菩提子。 穆本者为其别种, 我国为天台山有之, 称为天台菩提。 又于本草纲目无患子条中, 举出无患子之七种一名, 其中之一集称菩提子。 效量树珠功德经, 大一七, 七二七中, 若菩提子为树珠者, 或用掐念, 或但手持, 树诵一遍, 其福无量。 参阅, 念珠, 三千两百一十五, P五千一百九十九。 菩提分, 范语Bodhaya之A, 巴利语Bodhapakaya, 又作觉知, 觉分, 分, 知分, 因知意。 菩提分广义之解释范指追求智慧之三十七种修行方法, 即三十七道品, 三十七菩提分, 四念柱, 四正情, 四如意足, 五根, 五力, 七觉知, 八正道等。 以此三十七法皆顺去菩提, 故皆称菩提分法。 狭义则仅止三十七道品中之七觉知, 七菩提分, 即, 一, 念觉知, 心中明白, 常念于禅定于智慧。 二, 则法觉知, 一, 智慧能选择真法, 舍弃虚伪法。 三, 经敬觉知, 经情于正法而不屑。 四, 喜觉知, 得正法而喜悦。 五, 清安觉知, 只身心轻快安稳。 六, 定觉知, 入禅定而心不散乱。 七, 舍觉知, 心无偏颇, 不执着而保持平衡。 人亡护国般若波罗密多经卷下, 大乘一张卷十六, 参阅, 七觉知, 一百二十五, 三十七道品, 五百零六, 批五千一百九十九。 菩提心, 梵与菩提, 斯特。 全称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右座无上正真道义, 无上菩提心, 无上道心, 无上道义, 无上心, 道心, 道义, 道念, 觉意。 即求无上菩提之心。 菩提心为一切诸佛之种子, 净法常养之良甜, 若发起此心情形精进, 当得速成无上菩提。 故知菩提心乃一切正愿之始, 菩提之根本, 大悲极菩萨学之所依, 大臣菩萨最初必须发起大心, 称为发菩提心, 发心, 发意, 而最初之发心, 称出发心, 心发意。 求往生净土者, 亦须发菩提心。 无量寿精卷下位, 三倍往生之人皆应发无上菩提心。 菩提心之体性, 大日经卷移住心品位, 如实之自心, 即为菩提, 即以本有之自心清静心为菩提心。 菩提心一种种元而发, 据菩萨的持经卷一载, 发菩提心有四种元, 以如是四种元为增上元, 心乐佛之大智而发心, 即一, 见闻诸佛菩萨之不可思议神通变化。 二, 虽未见神变, 但闻说菩提及菩萨藏。 三, 虽不闻法, 但自见法灭之香, 故护持正法。 四, 不见法灭之香, 但见着是众生为烦恼所扰, 而难得发心。 令发菩提心经论卷上发心品, 载有四元, 一, 思维诸佛, 二, 观生之过患, 三, 此闽众生, 四, 求最甚之果。 无量寿经宗要以, 四红誓愿, 做菩提心, 且降之分为随事发心, 由具体之事项而发, 与顺理发心, 由普通之真理而发, 二种。 大臣一张卷九对发心力三种之别, 一, 香发心, 见生死与涅槃之香, 岁燕生死, 发心求涅槃。 二, 席香发心, 知生死至本性寂灭, 与涅槃无益, 离差别香, 使其平等之心。 三, 真发心, 知菩提之本性为自心, 菩提即心, 心即菩提, 而归于自己之本心。 摩喝止观卷一上位, 藏教, 通教, 别教, 乃至原教之菩萨各应推量身灭, 无身, 无量, 无座之四地理而发心, 故称推理发心。 大臣起性论则说性成就分, 发心, 解形发心, 正发心等三重发心, 于性成就发心所起之之心, 身心, 大悲心等三, 亦做三重发心。 密宗主张, 发心为阿字五转之一, 负基于, 菩提心论, 行愿, 圣意, 三摩地等三种菩提心, 而说四重发心, 一, 信心, 只对于求无上菩提毫无疑惑之心, 以其为万行之处, 故又称白净信心。 二, 大悲心, 发白净信心更历, 四红誓愿, 一座行愿心, 行愿菩提心。 三, 圣意心, 于诸教中选择殊胜之真实。 一座身般若心, 正义菩提心。 四, 大菩提心, 决定舍列则胜之计, 十方诸佛极限眼前正知, 诸佛见此则退切不前。 一座三摩地菩提心。 以上四心虽一度分, 但本为一体, 以至佛果间无需于或离, 此事未自行化它, 世间出世间修诸尊之三密所得, 者故称有香菩提心, 然以本来有香及无香, 如须空离一切香, 故与无香菩提心相弃。 于日本净土宗, 原空者选择本愿念佛籍, 以为菩提心是杂形, 而加以废斥。 基于此理, 净土宗正西派区分为圣道门与净土门之菩提心, 且为菩提心为总安心, 三心为别安心, 而主张不应排斥发菩提心。 另外, 净土宗西山派区分为行门与关门之菩提心, 主张费前者, 后者即是, 三心。 净土真宗则分为自立菩提心与他立菩提心, 其中佛以本愿是与众生性乐, 即真实之性心为愿作佛心, 愿成佛之自立之心, 度众生心, 嫉妒一切众生之立他之心, 故称他立菩提心, 净土大菩提心。 大品班若经卷九, 旧华严经卷九, 幽婆赛界经卷一金刚顶莲华步心念诵仪轨, 大日经书卷一, 卷十四, 摩喝止观卷一下, 批五千两百。 菩提心经, 请参阅庄严菩提心经。 菩提心境相容意含论, 请参阅绝观论。 菩提心论, 请参阅金刚顶瑜伽中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论。 菩提正道菩提戒论, 西藏佛教典籍。 宗喀巴者。 阐述佛教戒律, 全书结构严密, 极具系统性。 明代建文四年, 一千四百零二, 书成于鲁刃四。 本书号召森重延迟戒律, 对当时整顿西藏佛教影响颇大。 P5201。 菩提寺, 一位于河南正平县城北十三公里处信花山东路。 建于唐代, 宋, 明吕金重修, 至明代嘉靖年间殿与多以清移, 清代康熙二十年, 一千六百八十一, 重建殿与百余间。 全寺建筑一山市分布, 自山门至藏金楼四进大院及两侧僧房, 参差错落, 茂林修竹, 山巻回环, 景致壮丽而不失优雅。 二于日本, 半只为安置祖先排位以祈求名符所建之寺院。 参阅, 菩提所, 五千两百零四, P5201。 菩提行经, 泛明Bodhi Karevataa或Bodhisattva, Karevataa, 凡四卷, 龙树菩萨集颂, 颂代天席哉意,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本经述说成菩提之道痕, 内容共有寄送八品, 一,赞菩提心品, 泛Bodhisattva, 二,菩提心施供养品, 泛PBodin, 三, 护戒品, 泛Sampragenia, Rakaya, 四, 菩提心忍辱波罗蜜多品, 泛KMTI, Pyramid, 五, 菩提心经经波罗蜜多品, 泛Firia, Pyramid, 六, 菩提心经律斑若波罗蜜多品, 泛Dhena, Pyramid, 七, 菩提心斑若波罗蜜多品, 泛Purch, Pyramid, 八, 菩提心回向品, 泛Pyramid, 然本经令有泛本及西藏译本, 皆于第二品之下令加菩提心持品, 泛Bodhisattiparagraha, 菩提心不放译品, 泛Bodhisattipramid, 关于本经之作者, 汉译本题为圣龙树菩萨及诵, 然于泛本及西藏译本则为为祭天, 泛Antidava之传述, 于本经护戒品之中有, 大三二, 五四七中, 圣龙树菩萨, 一心之所及, 若作者自称圣龙树则颇难解, 且本经与祭天所者大臣及菩萨学论, 泛Examachia, 相关联之处甚多, 而龙树思想之特征, 则未见于此, 故本经为祭天所赚代可确定, 至圆法宝刊痛总录卷时, 菩提行经其原书, 大功效润, 新佛教第七之十二, M, Whenternet's a shift during this train litter at a bed, 参阅, 入菩提行论, 264, P5201, 菩提加耶, 范明布达, Gay, 又称菩提道场, 范布达, M,A, 佛陀加耶, 摩荷菩提, 范M, B,D, 菩提场, 为佛陀成正觉之地, 位于印度比哈尔, B, 南部加耶市近郊七公里处置布达格亚, B, 面临恒河之琉尼连禅河, 范Naira January, 经法尔古河, 其地原为古印度摩街陀国家耶成南方之幽楼平罗, 范Uravel, 聚落。 据经典记载, 佛陀经历六年苦行之后, 行至此的, 于以罗树下之金刚座上结加夫座, 正悟十二因缘, 四地法等, 而得正觉, 顾毕罗树又称菩提术, 即, 绝术, 之以, 加耶成于中世纪为婆罗门教徒所拥有, 为与婆罗门教徒之加耶成区别, 特将佛陈道之圣地称为佛陀加耶, 而与佛陀之身处, 蓝皮尼人, 初转法轮处, 路野院, 涅槃处, 居施纳成梭罗双树林, 并称为佛陀之四大圣祭。 佛陀灭后, 历代纷纷在此起塔供养, 建造金舍加兰, 虽屡遭毁坏, 燃气经上存多处一记, 一, 大塔, 又称大绝塔, 大绝寺, 大菩提寺, 摩赫菩提森加耶, 范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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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位于蒲仪树北之金舍。 其始建年代有二说, 或为二世纪, 或为四世纪。 五世纪初, 法显入天竺巡礼此地时已有此塔, 附近另有三座迦兰, 其时之助森已持绿严峻著称。 六世纪中叶, 为十大论施护法离开纳兰陀斯后, 一度起隐于此, 传述, 为十三诗诵, 知诗文。 玄奘西游印度时, 对此塔及塔附近之其他一记皆详加记载。 另据法院朱林卷二十九载, 于唐贞官十九年, 六百四十五, 黄水县令王玄策曾致此, 并于塔西立碑。 现存之大塔系十二, 三世纪兼之缅甸国王所修造者, 塔高五十二公尺, 外观九层, 内部石井两层, 四面刻有佛像佛堪, 雕露精致庄严。 十三世纪时, 应必回教徒之摧残, 佛教徒遂将大塔掩埋, 情成一徒秋, 淹没数百年, 直至1881年时由考古学者康林汉。 康林汉, 重新觉出, 举世震惊, 每年朝圣之佛教徒不计其数, 燃经主权仁归印度教徒所有。 二, 菩提树, 位于大塔外侧阶基台处, 高达十二公尺, 为传法之故, 阿育王之女森加密多, 八SA Gamet, 常以此树分之移植西兰, 金斯里兰卡。 后期本树遭异教徒摧毁, 岁右从西兰移植回菩提道场, 即经之菩提树。 三, 金刚座, 位于菩提树下, 佛陀在此座镇的无上镇等镇觉, 其处限至一时刻高座, 长2.3公尺, 宽1.2公尺, 高0.9公尺, 其上安置佛陀之实相。 唐代时, 我国高森玄兆, 道西, 至光, 悟空等十余人先后至此礼拜金刚座, 其中, 玄兆曾驻西四年, 严学巨舍, 律仪等, 至光义留止两年, 严学巨舍, 英明等。 至五代及两宋之祭, 至义, 瑰宝, 运树等义陆续至此, 于附近建碑, 塔等。 4. 石兰, 围绕于大塔之处, 据传为阿玉王所造, 阿玉王为佛陀入灭后二百年左右均临摩接陀国之王, 初时重信外道, 不信佛法, 故恶意砍伐佛陀成道处之菩提树, 然之干虽被砍伐殆尽, 为九人心涯繁茂, 阿玉王乃悔物而令将人注食于此高之石兰, 环绕掩护之, 或未从石柱之客文推之, 此石兰映造于阿玉王之后, 又七世纪初, 杰罗拿苏法拉纳国, 范喇喀 VA就射赏家王, 范A Kansas, 毁迹佛法, 破坏大塔, 砍伐菩提树, 焚烧其根, 数月之后, 阿玉王之后一摩接陀国之菩拉拿法魔王, 范PRA, Farman, 心腹之, 为防后人再度满伐, 乃柱二脏四尺之石兰以保护之, 此外,菩提家耶令有许愿场、佛陀经行处、观树之处、尘道后墓浴处、尼连禅河等圣祭 中阿韩卷五十六罗摩金、阿玉王传卷二、大唐西玉祭卷八、大唐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七、大唐西玉求法高森传卷上、法院朱林卷二十九、唐书列传第一四六上 Cunningham Mahboudi, BA Smith Early History of India, B Barnagay and Buddha, K, P5202 菩提所,日本佛教用语 又称菩提寺、湘华院 古称是寺、焚寺 为安智利代祖先之牌位、其其名符所建立之寺院 在此作诵经、持咒、供佛、师僧等法式 为自身或亡灵求无上菩提 三代十路卷十八、星福四流记、圆山智卷一真杖、阿祭卷十六、P5204 菩提流之、泛名Botterosite 北魏森 北天竹人 又作菩提流之 意义味道西 为大臣于加系之学者、资性聪明、辩通三藏、惊鸿咒误 素怀弘法广不知至、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 至洛阳、帝圣众之、赤柱于永宁寺 从而安逸犯经 记忆有识的经论、经方斑洛经、佛明经法及 《离经》、《深密解脱经》及《大宝基经论》、《法华经论》、《无量寿经论》等、凡三十九部一二七卷 此来、师对叛教义有其独到之看法 其依据涅槃经叛世一代佛法为伴满两教、为佛成道后十二年内所说皆为伴自教 十二年后所说史数满自教 传说师曾叛立一英教、魏如来一英同时报万、大小并成、仅以众生根性不同、随类而有意解 师又别一人家经提倡顿见二教之叛 因与勒纳摩提供一时的经论、被尊位帝论宗之祖 又相对于勒纳、惠光法系之湘南道派、师及道宠等一派则称北道派 又长寿坛乱以官无量寿经、后被尊位净土宗之出祖 天平年间、534、537、师犹在、后不知所终 十的经论序、序高森传卷一粒带三宝祭卷三、卷九、P5204 菩提刘智、562、727、泛名Bottirisai 意义做绝爱 出名达摩刘智、范德摩瑞塞、南天竺婆罗门出身 天资聪、十二岁出家、师士婆罗奢罗外道、通晓申明、数论、又通阴阳历数、地理天文、咒数一方等 年六十使务是教之神庙、隐居山谷、休息投驼 又从耶舍渠沙学三藏、魏集五载、皆希勒达、便灵珠讲寺 唐高森瑶文齐雅玉、浅世盈之、长寿二年、六百九十三、至长安 则天武后厚礼之、赤柱洛阳佛寿祭寺、童年亦出佛境界、宝玉等十一部经、中宗神龙二年、七百零六、移住长安重福寺、亦不空所神辩真严经、移自佛顶伦王经等 又继玄藏之一业、亦大宝基金、历经八年、岁壁其功、新一二十六会三十九卷、新旧和有四十九会一二零卷 后此一业、专世禅官、受过百岁、道业不亏 开元十年、七百二十二、入住洛阳长寿寺、十五年九月绝饮食药耳、耳神色与平常无异、十一月五日儼然世纪、释寿一六六、令一说位一五六 帝追赠、红卢大清、释号、开元一切辩知三藏 师所传一凡五十三部一一一卷、为唐代一经之雄 大宝基金序、开元市教路卷九、宋高僧传卷三、P5204 菩提场经法、系根据菩提庄严陀罗尼经所说、为消灭罪账、陈半熙的所修之法 又称菩提场陀罗尼法 急于道场内悬挂曼陀罗、以释迦如来为本尊、依释迦法而修 曼陀罗之画像法、系于中央宝树下画释迦牟尼佛做狮子做之相 宝树之上画一佛说法之相 佛右侧有文书施利菩萨、以二手捧、做献佛之事 左边有金刚守菩萨、右手持金刚处、瞻仰如来 文书施利之后安置宝状、状中有如来做狮子做 作安慰之相、其下有吉祥天女 金刚守之后至菩提场陀罗尼妾、宝妾之四面有画佛围绕、其下画金刚使者 佛之下方配持国、增长、广目、多闻似天王 如此曼陀罗者消灭一切罪障、陈旧一切西德、福慧增长、德不退转的、一切鬼神不清、诸天卫护 此修法之种子卫、BHA 三昧夜行为 右其印节之手印为二手平斩上仰、以右手压左手、仰掌至胸前 此印及菩提场装严陀罗尼根本印 图像超卷三、别尊杂技卷十四、曼陀罗集卷中、欣然、P5205 菩提仙纳、704、760、泛名Bodhi Sina 又作菩提仙纳 意义作绝君 南天竺人 魏婆罗门种、姓婆罗池、神情战绩、器语明明 樱目五台山文书菩萨之灵印而来我国 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七百三十五、一说十八年 赋予道玄吉林一国佛者东渡日本 天平圣宝三年、七百五十一、一说二年 任森阵、四年四月东大四大佛落成、应行机等之推举为 开眼公养、之导师 天平宝自四年一介诸弟子 于念佛生中世纪、世寿五十七 世称婆罗门森阵、菩提森阵、或单称菩提 大安寺菩提传来寄、唐大和尚东真传、东大四要路卷一、卷二、卷六、日本高森传要文超卷一、P5205 菩提道次第传登法师列传、凡二卷 细集传承菩提道次第诸喇嘛之传 1787年、依夏格鲁星、藏USGESMJOMTSEN、1713、1792、传于拉萨布达拉宫 上卷内容为 一、广大型戏、瑜伽诗戏、蜘蛛诗传、自释迦牟尼、弥勒、武者、世卿、至济户、阿提沙、范德帕卡拉RJNAETE、980、1054、等 二、圣身剑系、中观规谬论派系、蜘蛛诗传、自文书、龙术、月称、至阿提沙等 三、无际形系、二种菩提心形、蜘蛛诗传、自文书、祭天、至阿提沙等 四、阿提沙以后之诸诗传记、包括阿提沙及桑布系诸弟子传、至宗喀巴及其诸弟子传等 下卷内容为 一、加尔居派之诗系、耶禅加尔居派诸诗传 二、达赖喇玛一世至八世、除六世外之诸诗传等 本书收于依下格鲁星之全集内 P5206 菩提道次第论、西藏明巴亚、查布兰、JYI、RING、PAD 略作兰、RING、道次第 宗喀巴、藏搜、喀、PAD、者 本论系基于显教而禅说佛道修习之次第 本论初述家当派、藏BKA、GDAMS、PAD、之祖阿提沙、范LH、与其所者、菩提道登论、之伟大、以为全篇之序分 四数清静善之世之必要与其敬礼作法、正文本论则数三世教之各说 三世即止下世、仁天、中世、二胜、上世、达成 最后略说去入金刚城 宗喀巴于53岁以后 又作本书之略本 Ritual by E.G.S.U. Raptoms Kat Kyising Poinabsters T.Eakton LA Fab Pobbaya Chop Lam JYI RING PAD 除略删广本中多数引用文外 并收录皮舍那张之内容 本论之古版本有北京重铸四版等 翻译本有法尊之菩提道次第广论 民国二十五年 汉藏教理院刊 宗喀巴大师传 法尊艺术 P5206 菩提道剧论 请参阅菩提道登论 菩提道登论 泛名Bodhuk提 Pradhpa或Bodhun Rgapradhpa 西藏名Baya Choplan Kyisgram Mah 又称菩提道剧论 西印度阿提沙 范艾佩 所作 本书未经有六十八级之小书 内容叙述阿提沙教学之大纲 初叙三世教修道之次第 四述有关达特罗之教界 强调修习佛法应一三世教 下世教 中土教 上世教 之次第 循序渐进 修法者当发菩提心 延迟戒律 修习止观 福慧双修 于此显宗阶段圆满修持基础上 方可转入密宗修持而达及生成佛 后洛姆东等专宏其说 遂形成家当派 本书对西藏佛教有深远之影响 西藏大藏经总目录 东北大学中野教授古西纪念论文集 派史 与田野博游 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五 GN Rurich The Bullenus H Hoffman Die Religion and Tibet P5206 菩提达摩 535 泛名Bodhidharma 意义做道法 又称菩提达摩 菩提达摩多罗 达摩多罗 菩提多罗 通称达摩 为我国禅宗出祖 西天第二十八祖 南天竹乡治国 或做婆罗门国 波斯国 国王之第三子 从班若多罗学到 与佛大先并称为门下二甘露门 四十年之后受医 梁武帝普通元年 520 一说南朝宋代末年 师范海至广州藩于 武帝浅使银至建业 然与武帝与不相弃 岁渡江至位 指松山少林寺 念碧坐禅 识人不解其意 称碧关婆罗门 识神光于伊洛匹揽群书 以旷达文 牧师之高峰 断碧囚法 识感其精尘 岁传安心发行之真法 受彼一宗之心印 改名会可 经九载 遇归西方 主会可一宗之密奥 受加沙及伦加金四卷 为九集入祭 葬于雄尔山上临四 月三年 为使颂云渡领时 适逢达摩邪之旅 归西方 诗之一身婆父传奇 亦难辨其真伪 诗之世纪年代有 梁大通二年 528 梁大同元年 535 或二年等一说 又梁武帝尊称师位 圣咒大师 唐代宗祠原军大师 知诗号 塔明空观 其弟子除慧可外 教著名者令有道御 僧父 一座道父 谭灵等 关于达摩之禅法 据敦煌出土资料考诸 古来做达摩 诗说流传之诸多著述中 仅二入四行论 四位达摩真正思想所在 该书系以闭关法门为中心 二入 指 礼入 语 行入 二种修行方法 礼入属于教理之思 要求谁 悲真 认识 解决问题 行入 属于教法之实践 教人去掉一切爱曾情欲 依佛教教义践行 即禅法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教义 又据人家师资达摩 传宗宰有 便大乘入到四行议书 系由达摩弟子谭林 将达摩言行集成一卷 另有是人家要一卷 二书皆又名达摩论 颇流行于当时 经一般作为达摩学说者 有少是六门 即达摩和上觉观论 是菩提达摩无论 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 大乘法论 禅门设要 少是一书等 旭高森传卷十六 景德传登陆卷三 卷三十 传法阵宗纪卷五 内阵佛法相乘写迈谱 宗近陆卷九七 传法阵宗论卷下 祖庭寺院卷二 卷五 卷八 旧堂书列传第一四亿神秀传 参阅 二入四行 一百六十七 平五千两百零七 菩提达藏法画三魅精 全一卷 南齐僧道辈 后改名道欢 传于其五帝 四百八十二 四百九十三 在位 十 收于大阵藏第五十五册出三藏寄集卷五 一系尾经 考本书作者 宇良天坚二年 五百零三 赚重金要揽法纪二十一首之道欢 为同一人 大唐内典路卷十 开元式教路卷十八 真元心定式教目路卷二十八 P五千两百零八 菩提树 一范语 Bodhi Drumah Bodhi Tharu Bodhi VKA 或单称Bodhi 巴黎语 Bodhi Rakhat 又称爵树 道树 道场树 思维树 佛树 是尊及于中印度摩基陀国家耶成南菩提树下阵的无上阵觉 思树原称多 范Avatha 又作贝多 阿说他 阿佩多 意义为吉祥 原吉 学名 Ficus Religiosa 其果实称碧罗 范Pipola 故意称碧罗树 鼠桑科 原产于东印度 为长绿桥木 高达三公尺以上 其夜成星形而末端兼长 花影于球形花囊中 花囊熟食成暗橙色 内藏小果 佛陀成道地之菩提树历来屡次遭受阿欲王 王妃滴舍罗指多 社赏家王等所砍伐 然人心雅繁茂 据巴黎文大使 Mah Vasa 十九 及巴黎文菩提树史 Boddy Vasa 记载 阿欲王之女森 加密多曾持此菩提树 之前往西兰 直于首都阿罗城 阿弥陈阿弗陈南之大梅加灵 Mah Mekha中 其后 于十二世纪回教徒入侵印度时 菩提道场之本树惨遭摧残 遂又从西兰移之回菩提道场 又据原亨氏书卷二载 南朝流宋时 中印度森求纳巴陀罗 曾写菩提树至中国广州灾职 魏九 道岁父将之分职至天台山 宋少西元年 一千一百九十 日森荣西在以植其树之至日本 诸佛之臣道 自度化众生之意义而言 皆为同一化仪 以此之故 过去未来诸佛之政物臣道 皆如同世尊 而各自有其菩提树 经典中极详载有过去七佛之菩提树名 如过去皮婆师佛之波波罗术 范皮阿尔 师器佛之分陀利术 范皮阿尔 皮舍婆佛之梭罗术 范SLA 居楼孙佛之施丽莎术 范IRA 居纳涵佛之乌赞婆罗术 范Yudambara 加叶佛之尼居律术 范Nigrata 释迦牟尼佛之多数 即未来弥勒夏生成佛时 其菩提树名为纳加树 范Nvaputpa 龙华树 例如阿佛国经卷上 无量寿经卷上 亦记载阿弥陀之净土皆各有道常数 此外 另有一种桥木之菩提树 学名Tilliamigaliana 属菩提树科 高达12至15公尺 其树叶不同于碧螺树 末端飞尖形 周围成波状 果实黑色 可作念珠 相传南朝梁石森智耀自天竹以来菩提树 植于月东 其菩提树子 表面有大圈 其文如月 细点如新 称为新月菩提 亦可作为树珠 经寺院普遍栽植之菩提树 乃属世尊臣道地之比罗树 长阿含卷一大本经 增益阿含经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修行本起经卷下 被多数下思维十二因缘经 皮尼姆经卷五 大制度论卷十二 石柱皮婆沙论卷三 高森法显传 法院株林卷八 大唐西玉记卷八摩接驼国条 广东新语 月东笔记 二位创刊于民国四十一年 一千九百五十二十二月之佛教月刊 为诸匪所创办 发行地点在台中 乃政府迁台以来 于台湾佛教刊物中 身遇婆住者 P5208 菩提树神 菩提树之守护神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五载 其有意王毁灭佛法 建制菩提树时 菩提树神自化现 书圣女生 助力其前 比王建议 寻身贪染 护法善神遂得其变 杀王及其军队 恶神众 经光明最圣王金卷时 菩提树神赞探品 大制度论卷三 P5209 菩提树 即旨意佛成 意即令物无上菩提佛果之经藏 菩提为佛果之名 意佛成为佛因 佛果之法 谈说此法之教藏 称为菩提树 圣满经 衣冠经 等名班周三 魅行道往深赞 班周赞真解 柔远 P5209 菩萨 菩提萨朵之略称 菩提萨朵 梵与Bodhi Sattva 巴利与Bodhi Sattva 又做菩提所多 茂德萨达父 或菩萨 意义做到众生 觉有情 大觉有情 道心众生 意即求道 求大觉之人 求道之大心人 菩提 觉 智 道之意 萨朵 众生 有情之意 与生文 圆觉 合称三圣 又为十戒之一 即止以至上求无上菩提 以悲下化众生 修诸波罗密行 于未来成就佛果之修行者 一即自立立他二行圆满 勇猛求菩提者 对于生文 圆觉二圣 而言 若有祈求菩提 觉知 知观点 是知 亦可称为菩萨 而特别 只求无上菩提之大臣 修行者 则称为 摩赫萨朵 范麦 萨特发 摩赫 一即大 摩赫萨 菩萨摩赫萨 菩提萨朵 摩赫萨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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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直地萨朵 等 以与二圣区别 经典中所举出菩萨之意名有 开世 菩提萨朵 大世 摩赫萨朵 尊人 第一萨朵 圣世 圣萨朵 超世 最圣萨朵 上人 上萨朵 无上 无上萨朵 立世 立萨朵 无双 无等菩萨 无思议 不思议萨朵 佛子 佛持 大师 大圣 大功德 大自在 正式 实式 高式 大道心成众生 法臣 法王子 圣生子 广大萨朵 极妙萨朵 圣出一切三界萨朵 深夜无师 雨夜无师 一夜无师 深夜清净 雨夜清净 一夜清净 深夜无动 雨夜无动 一夜无动 成就 爵会 范DH 有会者 最上赵明 范阿特 摩 达 上成就 最圣真子 范 真 娜 佛达 最圣之子 祥福子 最圣认识 范 君 DH 最圣所依 降伏持 普能降伏 范 Fidget 最圣所使 能降伏 最圣蒙牙 范 君 Kura 最圣牙 永剑 范 Fekunday 蒙剑 勇猛 最圣 范 Param Karya 上轨 范师 上圣 商主 范 Srithav H 导师 大称 范 Mah Yaliz 巨大名称 大名称 莲敏 范 KPLU 成就慈悲 有悲 大福 范 Mah Puya 大福德 自在 范 Fara 副自在 自在行 法师 范 DH Mika 大法师 正说者 等 又以菩萨乃发大菩提心 满足是出世之圣西愿 故称菩萨众位 圣愿菩提大心众 菩萨有多种分类 除医物解之浅身而有不同之菩萨皆位外 菩萨的持经卷八菩萨功德品 一举出菩萨有十种 极种性 范 Gothra Stra 入 范 Avatar 味精 范 A Adaya 精 范 Adaya 味手 范 Pari Pakva 手 范 Pari Pakva 味 定 范 Naiti Petita 定 范 Naiti Petita 一身 范 Eka J Titanion Protipata 最后身 范Karama Bavaka 其中 味得静心 称为种性 发心修学 称为入 以入而味达静心地 称为味静 入静心地 称为静 静者味入必静的 称为味手 入必静的 称为手 守者味入定的 称为味定 以入定的 则称为定 右手有二种 一 一身 乃次地的 无上菩提 二 最后身 乃此身的 无上菩提 此外 复分在家 与出家 丙拔制 退转 与阿 丙拔制 不退 身身 为断烦恼者 与法身 断烦恼 得六神通者 身死肉身 与法性 身身 大力与心 发心 顿悟与 见悟 至曾与 悲 悲憎 等 至曾悲憎 之说系 据法乡宗所说 有关 八的 以前菩萨之分类 直往之菩萨 顿悟之菩萨 净福 巨身 起烦恼 障之现行 立即受变一身 成为至曾上菩萨 至第七的 之满心 福尽后 受分断身 成为悲 增上菩萨 或大悲 菩萨 对回心之菩萨 见悟之菩萨 而言 从 不海 与 阿罗汉 回心者 由于断欲 戒之烦恼 故为至曾 从 欲留 与 亦来 回心者 则为至曾 或悲曾 其他 另有至悲 平等之菩萨 同时 实性 魏之菩萨 称为 心发意 之菩萨 住前性 像 之菩萨 与 假明 之菩萨 等 菩萨 所修之行 称作 菩萨 行 有关 菩萨 之一切 法则 仪式 称为 菩萨 之法 是 以达 佛果 为目的 之教 称为 菩萨 成 其经典 称 菩萨 藏 泛网经 等集数 菩萨 应持之 菩萨 界 诸经典 常举 之菩萨 名 有弥勒 文书 观世音 大世智 等 大臣僧 吕获居士 亦有 被尊位 菩萨 者 如印度 大臣 佛教 学者 龙 术 士卿 等集 被尊位 菩萨 于我国 主法 互 被尊 为 顿 皇 菩萨 道 安慰 应守 菩萨 日本 亦有 高僧 由朝廷 赐封 菩萨 好者 放光 般若 精卷 五 大放 等 大吉 精卷 十二 大阿弥陀 精卷 上 旧 华 言 经 离世 兼品 新华 言 经 普 贤 行 品 菩萨 的 持 精卷 四 菩萨 因 若 本 业 精卷 上 健 被一切 至德 精 大宝 基 精卷 三 大臣 本身心地观 精卷 七 王 精卷 下 大皮 菩萨 论 卷 一 七 六 大制度 论 四 卷 四 十一 卷 四 十四 卷 七 十一 卷 九 十四 瑜伽 诗 的 论 四 六 大日 经 书 卷 一 乘 一 一 章 卷 十七 卷 八 菩提 心 集 卷下 大宋 僧 使 略 卷下 参悦 五千两百二十一 P五千百零九 菩萨二心 指大心 与 大悲心 为菩萨所具有之二心 即 一 大慈 慈 慈 即 爱念 亦即 与乐之心 为 萨 爱念一切众生 常随其所求而饶之 二 大悲心 悲 即 敏念 亦即 拔苦之心 为 菩萨 敏念一切众生 常怀悲心 以直救 即拔之 令其得以脱苦 P五千两百十一 菩萨实施 华言经卷二十一 实无尽藏品 举出 菩萨以自卑而行 实施 即 一 分简施 为菩萨 此好 行 身分与众生 其后乃时 分身中 中之八万户虫 亦谱的满足 二 洁 敬师 为菩萨以美食 华一等滋师之巨 随其 所有而一切敬师 乃至于生命 一模所习 三 内师 为菩萨年方少圣 端正美好 受传伦王位 七宝巨族 王寺天下 然为救济众生 以生命之之而悔 四 外师 为菩萨以七宝荣华师与众生 五 内外师 为菩萨以王位师与众生 且为其臣仆 恭情作义而无悔 六 一切师 为菩萨悲悯众生 随其所求而与国土 妻子 手足 干脑等一切所有 失之而无悔 七 过去师 为菩萨于过去诸佛之一切法及功德 不贪不着 然为教化执着众生以成熟佛法 故宣说法要 八 未来师 为菩萨观未来法皆不可得 然为涉化众生 故常情修行 九 现在师 为菩萨于诸天之功德不生贪着 为愿众生能舍离恶趣 修道成佛 十 旧敬师 为菩萨慈悲敬师一切于众生 虽经泪解而不生悔习 以成就清净至身 P5211 菩萨三世圣 为菩萨生于兜律天 而有三世书圣 即 一 命圣 为菩萨已离三界生死 虽不修命业 然于兜律天脱身之天数 为寿命四千岁 其后则生于中国以补佛处 二 色圣 为菩萨虽不修色业 然身于兜律天 则妙色生光明照耀 自然庄严而易于诸天重 三 明圣 为菩萨生于兜律天 故诸天重 即患菩萨之名为护名 指释迦佛 辗转称呼之身上彻近居 乃至色界天顶 P5212 菩萨三修学 据菩萨因落本叶经卷上 贤圣学观品 举出等觉菩萨之三种修学 即 一 百节顶纪定中修诸三昧 为等觉菩萨注于顶纪定 即在重定之上 以大愿力注受百节 修一切三昧而入于金刚三昧 则与一切法性相应相名 而得意合相 二 千节金刚定中学诸威仪 为等觉菩萨附助受千节 学佛一切威仪 修佛无量不可思议神通化道之法 而入佛行处 坐于佛之道场 三 万节大计定中学佛化行 为等觉菩萨附助受万节 学佛教化之行 以示现诸色相教化众生 以示现与诸佛同等之中道横 大乐无畏 批五千两百一十二 菩萨五智 指菩萨之五智 即 一 通达智 即能觉梦而通达诸法之智 二 随念智 即能一持过去世而不忘失之智 三 安立智 即能建立阵形而令众生休息之智 四 合合智 即能观一切法随缘合合之智 五 如意智 即能随意所欲而无不满足之智 社大乘论本卷下 社大乘论事论卷九 批五千两百一十二 菩萨五种生 据菩萨的持经卷时 毕竟方便处品举出 菩萨以愿力 自在力 而有下列五种受身 即 一 喜苦身 为菩萨于激井之事受大于等身 于疾病慢身之事为大一王 于刀兵之事为大立主等 如此无量身处 惜接受身以记重苦 二 随类身 为菩萨受身于一切众身 天龙鬼神 阿修罗 外道等 为其导手而广说善法 令其弃恶归正 三 圣身 为菩萨虽是现受身 燃于受命 色力之果报 皆肾胜于一切天 人 四 增上身 为菩萨于一切受身处 皆为其中最奇特者 五 最后身 为各种菩萨中 的大法身 具自在力之 最上菩萨柱 受身时 求证菩提 万行巨族 身于王族 的无上阵等 正觉而做一切佛事 P5212 菩萨五种自在 巨大宝鸡精卷六十八 变境天寿祭品载 菩萨悲至双运 万行巨族 故得下列五种自在 即 一 寿命自在 为菩萨成就法身会命 以了脱身死 然为度化众身 而随机是现长短寿命之相 其心魔所挂爱 二 身自在 为菩萨为度众身 以大悲心随泪受身 饶意一切 触天公不为乐 入地狱不为苦 去助无碍 三 叶自在 为菩萨万行巨族 悲至双运 为度化众身 或献神通 说妙法 或入禅定 修苦行 任运无碍 四 觉观自在 觉 粗心之意 观 细心之意 为菩萨或修禅观之行 或起立身之心 虽有思维 然不流于散乱无杂 随愿度众 平等无碍 五 众具果报自在 为菩萨应行声广 果报殊胜 于一切所需之物具 不假淫慰 自然周足 心无染爱 P5212 菩萨五种香 据庄严经论 举出之菩萨五种香 即 一 怜悯香 为菩萨以慈悲菩提之心 敏念一切众身 广行方便 饶意射受 二 爱与香 为菩萨能于一切佛法 巧妙宣说 柔言此语 令众身的正性 三 永见香 为菩萨未度众身 与诸难行之事 悉皆行之 不生退却 四 开首相 为菩萨悲愿身重 以才会普射一切 行不失以济平拔苦 五 是异香 为菩萨未度众身 故失无碍辩 解释经义 以罪上法而设受之 P5213 菩萨比丘 指内证菩萨而外现声闻 比丘之行者 大制度论卷六 大二五 一零七中 有二菩萨比丘 一名喜根 二名圣意 法华经常不清菩萨品 P5213 菩萨四世入法门 据大宝基经卷十三密 金刚力士会举出 菩萨为化导众生 必先入于禅思 智慧 总持 辩才等四世之法门 即 一 入禅思门 为菩萨说法开导众生 必先入定思维 以观其根气之大小 而随机说法 二 入智慧门 为菩萨说法 以智慧照了一切 于张具意理皆通达无碍 令众生误解 以破除痴案 而生起法喜心 三 入总持门 为菩萨入善法 而持令不忘 于恶法则持令不深 四 入变才门 为菩萨于佛法之意 分明绝了 便说无碍 开发一切众生之心 令其入正道 P5213 菩萨四法 据于佳师的论卷四十七余佳 处分品举出 修菩萨行者 应修习下列四法 即 一 善修事业 为行者广行于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等种种行业 二 方便善巧 为行者对于众生未入佛法者 应令其去入 以去入者 令其成熟 以成熟者 令其解脱 且施涉种种方便 令众生皆得利益 三 饶益于他 为行者应行不失 爱与 利他之行 或同做善事 令众生皆得安乐 四 无道回向 为行者于所修之一切善业及善行 皆以尽信心回向众生 以求同正无上正等菩提 而不求世间之果报 P5213 菩萨四法门 据如来不思议秘密密大臣经卷时期去来品举出菩萨度化众生之四种法门 即 1.智门 菩萨以大智慧善之一切众生之根性 而随顺调幅 令其解脱 2.慧门 菩萨以大庙会为众生分别宣说生法庙义 令其开发慧性 以了知万法本来空己 3.陀罗尼门 陀罗尼 总持之义 菩萨以总持之法 随顺众生而开导正性 令其灭诸恶行而行一切善法 4.无碍解门 菩萨以无碍智解为众生宣说无尽甚生法义 令其或无碍解 P5213 菩萨本身蛮论 泛名J.T.K.L 凡十六卷 印度圣勇 泛利亚 RA 菩萨等造 北宋少德 慧寻等意 又称本身蛮论 本身蛮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本书记述佛陀过去 是行菩萨道之世纪 并解释其法义 全书内容分前后两部 前部四卷计数投身四虎 诗皮王救歌命 如来分位 罪圣神话 如来不为毒所害 兔王舍身攻养犯志 慈心龙王消除怨害 慈力王赐身血诗五夜叉 开示少师正应功德 如来拒至不及他善 佛位并比丘冠顶祸安 称念三宝功德 造塔圣报 出家功德等十四则 本身缘起故事 卷五以下阐事 护国本身等法相知诗论 又就现存汉一本之全书结构而言 前部之十四缘起 文艺一解 后部之前半则缺略 且行文晦涩 文艺难解 孔系和坠别种原本所致 故于现存梵文原本出入极大 现存之梵文本共收录 三十四则本身故事 一般皆以之为圣勇所造 据志元法宝刊通总录卷九记载 梵文原本为圣勇 即便圣天所造 月葬之经卷三十八则为前四卷位 圣勇护国尊者及后十卷位 即便圣天所作 若此之任勇于分别夜报经 刘宋森家拔摩义之传者大勇同仁 则梵文原本成立之年代 当在西元四世纪 近代幼有学者主张 梵本本身满语百五十赞 四赞之者为同一人 此说若认阅 则梵文原本成立之年代 约为二世纪 据南海济归内法船卷四载 本身满乃赞永中最忧